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缘生法 灭诸戏论 因缘生法 由言因果 言一切法皆是因果 故一切法皆是具足八部之意 这是引用 大制度论 里面一段开示 说明不一不一之意 前面曾经说到 不一不一展开来有八部 十部 十二部 十四部 由此可知 它的中心就是 不一不一这一句 八部 中观论 上这样说 大制度论 上也是这么说法 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地明了它 这就是佛之佛见 换句话说 这是宇宙万有的真相 真相明白了 这叫大开圆解 解圆 然后行自然就圆了 所谓行圆 也就是样样放得下 样样都不执着 这叫圆 如果还有丝毫执着 放不下 你的解形都不圆 因此这一段的意思就非常重要 可是这个意思与我们的常识 与我们的观念 恰恰相反 我们看一切法有生有灭 动物有生老病死 植物有生住一灭 矿物有成住坏空 这些现象都是生灭的现象 断肠的现象 一意的现象 来去的现象 怎么可以说一切法不生不灭 乃至于不来不去 这个意思实在在很深 虽然我们在大成经上曾经读过 曾经听说过 而事实上 我们在境界里面 这个念头转不过来 于是不但用功不得力 用功是行门 就是言教也不能够深入 行门 解门都产生了严重的障碍 这一段话的意思 末后这两句是说明 因缘生法 灭诸戏论 戏论 就是我们平常讲开玩笑的话 不是真的 这叫戏论 前面讲的生灭 断肠 一意 来去 都是戏论 所谓是凡夫之见 在法乡宗里面叫 遍际所值性 绝对不是事实 我们讲一他起 一他起 还有个依据 有个根据 这个没有 比一他起还假 一他起已经是假的 遍际所值 要用现代话来说 就是完全是虚妄的抽象概念 绝对不是事实 因缘生法 因缘的意思很深很深 佛在经中告诉我们 所谓一坛指 一坛指六十刹那 也就是说 一坛指的六十分之一叫 一刹那 这一刹那里面有九百生灭 这就是因缘生法 这样维系的现象 我们怎么能够觉察到 不但凡夫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说我们的心太粗了 静太维系了 粗心没有办法照见细境 因此事出世间圣贤 教导我们要收心 要修定 换句话说 要恢复清静心 心越清静 我们讲那个心就越细 感应特别的灵敏 粗心的人感觉不到的 细心的人感觉到了 这样维系的境界 实在讲要极其细心之人 才能够觉察到事实真相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八的菩萨定功相当身 八的叫不动的 这一位菩萨见到阿赖耶时的维系像 阿赖耶时的细相 佛给我们讲刹那九百生灭 就是阿赖耶的维系像 他见到了 见到这个现象 才会点头 确实一切法不生不灭 这个说法 我们不常听到 但是另外一种说法 倒是我们很常听到 就是所谓 无身法人 我们念佛 回向记里面 都有 花开见佛物无身 什么叫 无身 不生不灭 不断不常 不依不易 不来不去 无身是见到这个真相 见到这个维系像 于是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 想法 统统放下了 灭诸戏论 我们以为有生有灭 有断有长 全是妄想 全是分别执着 统统放下 由此可知 这地方讲的因缘生法 是极其维系 不是粗相 因缘生法 也就是讲的因果 一切法都是因果的相续相 因与果也不是一定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 诸位就能体会到 譬如我们种瓜 大家晓得瓜子是因 我们种下去 将来结成瓜 瓜是果 这是一种因果 瓜结出来之后 那个瓜又是因 瓜里面有瓜子 那瓜子又是果 所以一定要晓得 因果是循环的 因可以变成果 果也可以变成因 因果循环不断 于是产生相续的现象 我们感触到的粗相 是相续相 因为体性必定现相 这在前面都曾经一再地说过 相是不会灭的 没有灭相的道理 没有这个道理 为什么? 相就是性 性不灭 不生不灭 相怎么会有生灭 相虽然不灭 但是相会改变 因此世尊教导我们 无助要生心 道理在此地 为什么要无助? 因为像是刹那生灭 却确实实它不存在 所以这不经的后面告诉我们 如梦幻泡影 它不是实在的 如漏如电 漏是露水 太阳一出来 露水就没有了 这是比喻我们凡夫所见的粗相 圣者所见的像闪电一样 很短很短的时间 一刹那之间 闪电一样 那是比喻细相 总而言之 都不是真实的 所以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这是教我们应当要放下 身心要身轻尽心 你才能够见到事实的真相 你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不但漏不能执着 如漏亦如电 漏不能执着 电也不能执着 换句话说 粗相 细相都不能够执着 这就是无助的意思 佛教给我们身轻尽心 而行不失 一味利益一切众生 决定不要想自己 想自己决定是错误的 从这个事实 我们能体会到 一切法都具足八部之一 无论哪一法 从我们自己身体来说 这个身体就具足这八个意思 乃至身外 所谓始法界一正庄严 没有一法不具足这八个意思 可是你一定要稍稍体会到事实的真相 你才能够理解 理解就是佛门里面常讲的开悟 八 佛所说法 不外真俗二帝 俗地法相 虽变化无常 为世俗所共建 故为之俗 真地法性 则常恒不变 为诸法治本体 故为之真 真 佛说二帝 皆用八部之一以说明之 佛所说法 不外真俗二帝 古得有所谓 佛依二帝而说 佛凭什么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 他所依凭的就是二帝 二帝是真地与俗地 俗地法相 虽变化无常 为世俗所共建 故为之俗 佛讲俗地 我们好懂 为什么 是我们的常识 是我们的一般看法与想法 这个说起来 我们可以接受 不至于产生怀疑 真地就不然 真地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 不是凡夫境界 也就是说 凡夫境界所见的是虚妄相 佛与大菩萨他们所见到的是宇宙的真实相 真实相与我们所见的虚妄相恰恰相反 所以佛说出来 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深疏 很难接受 真地法性 则常恒不便 为诸法之本体 故为之真 八部 是说明他的真相 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 佛说二帝 皆用八部之意以说明之 八部的意思 后面还要说 九 第 明其事理确实不虚 一切众生 所以轮回生死 苦去无边 无他 由弥俗第八部之意故也 一切身闻乃至权位菩萨 所以有变异生死 无名未尽者 无他 由弥俗第八部之意故也 第 这个字 在佛法里面用的很普遍 类似现代人所讲的真理 在佛法上用地 地有真实的意思 明其事理确实不虚 这才叫地 一切众生 所以轮回生死 苦去无边 无他 由弥俗第八部之意故 八部 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凡夫不了解真相 迷了 以为一切法有生有灭 有断有长 这是迷惑的见解 迷了也就是说 我们想法 看法错了 于是你的做法 说法 当然也就错了 错误的结果 就变成六道生死轮回 你要问六道怎么来的 生死怎么来的 这把轮回生死的原因说出来了 是这么来的 一切身闻乃至全位菩萨 所以有变异生死 无名未尽者 无他 由弥真地八部之意故 俗地有八部的意思 真地也有八部的意思 八部 归纳起来 就是前面所讲的 不依不易 你只要懂得一句 其他的意思都能够明白 十 于此八部异地 弥有浅身 物有高下 故有六道之分云 三圣之差别 佛为一大事因缘 出现于是 极为令众生了二种生死 故说 种种法已开示之 令得误入耳 而种种法 不出真俗二帝 故此意理贯通一切经论 于此八部异地 弥有浅身 物有高下 故有六道之分云 三圣之差别 弥的浅的是天道 人道 弥的深的是恶鬼 地狱 这世弥有浅身 觉悟也有浅身 悟的深的是菩萨 悟的浅的是身文 原觉 这是说明十法界是怎么来的 十法界的业因 只是与真俗二帝 迷雾浅身差别而说的 佛为一大事因缘 出现于是 极为令众生了二种生死 故说 种种法已开示之 令得误入耳 而种种法 不出真俗二帝 故此意理贯通一切经论 贯通一切经论 实在讲就是贯通是出世间一切法 由此可知 这一段经意的重要 是必要细心去领会 佛出现在世间 为什么? 为帮助我们了生死 出三界 生死有两种 一种叫分断生死 一种叫变异生死 说法有很多种 我们讲最普通的一个讲法 分断生死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我们的人生 在这个世间生活几十年 夜暴近了 死了 这是一个阶段的生死 这叫分断生死 这个说法 大家很容易明了 这个相讲的粗 如果要说细一点 诸位仔细的想想 冷静的想想 昨天能不能再回来 不能回来了 永远不能回来了 昨天死了 今天生了 到明天 今天又死了 明天又活了 你一定要细细观察才晓得 每天都一个生死 晚上睡在床上 跟死人有什么差别 在维系的观察 才能够发现 原来念念都生死 念念都生灭 你能够这样观察 慢慢的就觉悟了 就发现佛在经上 医世俗地讲的无常 这就是无常 无常是医俗地说的 变异生死是什么? 变异实在讲 并没有真的生死的香 而是他的感受起了变化 境界起了变化 譬如 学生在学校念书 上学念一年级 过了一年 他就生二年级 一年级死了 二年级生了 他哪有生死? 没有生死 他的境界往上提升 为什么变异也叫生死? 生死是苦 向他读书 辛辛苦苦要念一年 才能够生一级 他要不用功 不努力 他生不上去 比喻菩萨修行异负如是 初驻菩萨要到二驻 要认真修 才能够舍初驻生二驻 二驻菩萨再努力精进 舍二驻生三驻 这种现象就叫做变异生死 由此可知 六道众生两种生死都有 分断 变异同有 见思烦恼断了 正到阿罗汉果 超越六道轮回 分断的生死没有了 我们讲他超越三界之外 三界之外有变异生死 一直到成佛 等觉菩萨还有一丝变异 舍变异生死 就圆满菩提 佛出现在世间 可以说是为了这个 凡夫 二圣 不但是全教菩萨 乃至于法身大事 要想断变异生死 都不容易 佛是大慈大悲 出现在世间 帮助九法界一切众生 勒生死 正菩提 佛是为这个 故说种种法已开示之 帮助众生觉悟 种种法要从总纲领上说 不外乎真俗二帝 换句话说 不外乎真俗八部 所以不一不一 这一理就贯通一切精 我们常说一精通一切精通 那可能吗 当然可能 为什么可能 因为他的一理是贯通的 刚才说了 不但通佛法 也通一切世间法 问题在哪里 就是通的境界 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 这一部经才叫通 我们把这部经念上十万遍 背的滚瓜烂熟 从后面背到前面 一个字也不错 算不算通 不算 没通 要怎样才通 要真正明了经中的意趣 那才叫通 换句话说 一切精都是讲真俗二帝 都是讲不一不一 你要从这上面体悟 那就叫通了 你再听一切精 看一切精 就不难了 毫无障碍 一接触就通达 而 不一不一 就是前面讲的 无时无虚 也就是前面讲的 无助身心 这些句子 我们的确念得很熟 自己也觉得好像有一点通达了 实际上有没有通 没通 没通 没有通 不怕 宗门的方法 必须在句下提起移情 也就是说 常常把这一桩事情念在心上 不要把它忘记 在一切静缘之中 或是人事环境 或是物质环境 常常提醒这一句话 看看能不能起作用 这叫移情 久而久之 我们的妄念少了 心清静了 智慧增长了 不定在什么因缘之下 豁然大悟 我们教下所讲的 大开元解 这才能误入 宗门所谓 小一则小悟 大一则大悟 一不是怀疑 不是贪甜吃慢疑 那个疑是烦恼 那怎么能开悟 这种疑叫移情 佛告诉我们 我们也有相当程度的理解 但是解的不圆 解的不够透彻 要把佛提示的念念不忘 时时拿它来做观照 这叫做提起移情 十一 性相不二 空有同时 有即是空 故俗地之身灭 为假生假灭 空即是有 故真地之不生不灭 亦是假不生假不灭 即见性 正好现相 随缘度生 性相不二 空有同时 有即是空 故俗地之身灭 为假生假灭 如果你不知道性相不二 空有同时 俗地不生不灭的道理 你永远参不透 你永远无法体会到 所以一定要晓得性相不二 空有同时 空是性 性空 有是相 它是同时存在的 永远是同时的 即使千变万化 还是同时的 古得比喻的好 以经做气 气气皆经 经跟气永远不能分割 确实同时存在 我们凡夫只见相不见性 只见有不见空 毛病在这个地方 而圣圣圣者 它们的过失跟我们恰恰相反 它们是只见空不见有 只见性不见相 于是 所谓有体无用 不起作用了 而凡夫虽有作用 违背了性体 这都是错误 如果明白这个道理 确实领悟到性相不二 空有同时 你的心清净了 你对一切法字自然然不执着 佛教给我们随缘度日 你在禁缘当中 决定不会生一念攀缘之心 一念攀缘之心尚且无 哪有攀缘之事 你的心多清净 多自在 马上就得受用 为什么 因为你明了所有一切现象 都是虚妄的 如梦幻泡影 生灭是假生假灭 假生假灭就是不生不灭 空即是有 故真地之不生不灭 亦是假不生假不灭 因为空就是有 前面讲有即是空 有即是空是俗地 空即是有是真地 空是性 性即是相 相即是性 所以性相不二 说生灭 说不生不灭 都是假设的 换句话说 都是虚妄相想 既见性 正好现相 随缘度深 这是讲菩萨 菩萨见了性 见了什么性 事实真相搞清楚 搞明白了 这是自度 自度之后再看看 云云众生迷在其中的人还不少 佛劝我们要发大慈悲心 帮助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 帮他们开悟 帮助他们见性 随缘度深 随缘两个字好 因为随缘 自己真的地度了 也真的帮助众生 如果是攀缘 不但度不了众生 实在讲也没法自度 必须要懂得随缘 随缘就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十二 当知佛说 是佛境界 所谓诸法实相 为佛与佛 方能就尽 所以华言会上 善才所参五十三位善之事 皆曰我为知此法门 余则不知 乃是实话 并非千词 所以古德如智者 贤手等诸大师 平生指红阳数种经论 概学历只能如此 此证古德高处 真处 后学所当学不者也 当知佛说 是佛境界 佛是一个彻底究竟圆满大觉之人 一丝毫的迷惑都没有了 她见到的完全是事实真相 经上常讲的 诸法实相 她见的是这个 所谓诸法实相 为佛与佛 方能就尽 所以华言会上 善才所参五十三位善之事 皆曰我为知此法门 余则不知 乃是实话 并非千词 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 必须要学习的 华言经 五十三位善之事 皆是法身大事 从原教初诸到等觉菩萨 下面我们不谈 我们单谈等觉 文书 普贤 观音 世智等觉菩萨 善才来访问她 尚且说 我为知此法门 这一句话显示 等觉菩萨尚且一门深入 无量无边的法门 她修一个法门 一门深入 问其他的法门 其他的法门我不知道 你去请教另外的善知识 我们读到之后 这些菩萨给我们做榜样 一点供高我慢都没有 彼此尊敬 彼此谦让 我们会到这地方去了 以为她是这样子 其实怎么样 其实是实话 实话实说 不是谦虚 我们要说它谦虚 实在讲也没说错 但是它还是事实 真的是一门深入 唯有一门深入 才能够达到究竟的根底 究竟根底是什么 破最后一分身相无名 原成佛道 你能够想到这一层 你就知道它是实话 我们在《华言经》上看到 善才五十三餐 广学多文 善才是不是学杂了? 没有 善才童子还是一门深入 没有学杂了 何以知道他没有学杂? 他每参访一位善之士 到最后礼辞 参访之后 对他感谢 礼敬 然后辞别 辞别的意思 就是你这个法门我不学 我不修 我还是修我自己的法门 辞 是这个意思 不是在那里告词 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你要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忘文生意 你就把意思错解了 理解 不依他这方法修 是这个道理 那个方法我听了 我看了 我不学 我还是学我的老方法 所以他没有杂学 没有杂修 依旧是一门深入 参访 既然是一门深入 又何必要参访 实在讲 用不着参访了 诸位要晓得 参访乃是随缘 不是攀缘 攀缘 那就不是餐 参里面 参是离心意识 诸位想想 离心意识 哪来的攀缘 实是分别 意识执着 不分别 不执着 那个心就更不可思议了 心是落印象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落印象 这叫做离心意识 参 他哪里有攀缘 为什么要随缘 我们有这个身体 身体没有灭掉 身体在这个世间 你从早到晚不能不接触大众 这五十三位善之士是谁 就是你从早到晚接触的这些大众 这里面有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你接触他们 你总会听他们说话 你总会看他们工作 看他们办事 这就是五十三餐 由此可知 餐学怎么能避免 我们回来再看看 像大士智菩萨 大士智菩萨是专修念佛法门的 我们在《冷言经》上看到 他老人家告诉我们 他说 我与五十二同轮 同轮 轮是智同道合 我们今天讲同学 同轮比同学的关系还要密切 同学未必智同道合 同轮用今天讲 勉强讲是同志 真正同志 大家都是修念佛法门的 五十二个人是谁 从十性位 十柱 十行 十回向 十的 五十个位次 等觉 妙觉 妙觉 是成佛了 换句话说 这句话的含义 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 我一句佛号念到底 决定不更改 不但不更改 决定不参杂 不夹杂 一门深入 所以下连居老居士在 静修解药里面 赞叹静宗出祖大士至菩萨 这说的一点都没错 法界出祖就是一句佛号 它是不是多简单 多清楚 它用功的方法都设六根 静念相继 它所修学的效果是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这两句话讲的是效果 由此可知 法门虽然无量 贵在专修 一直到等觉菩萨 还要专修 你才有能力破最后一品身香无名 圆满菩提 这才能得到 最怕的是加杂 所以这五十三位善之士 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那就是专 专精而不杂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将来如果有这个因缘 有这个福德 建立一个道场 要标榜一门 不能搞杂 杂不能成就 我们现在看到许多道场 他们修行的方法 不能说不用功 但是杂修 当然他也不无道理 他说 我这个道场 如果不搞这么多花样 没有信徒来 为了满足信徒的希求 喜欢念佛的 我这里有念佛会 喜欢拜 大悲颤的 我这里有大悲法会 喜欢拜 梁黄颤的 有梁黄法会 喜欢念 地藏经的 有地藏法会 一个道场 那个法会之多 有多上一百多种 热闹 道场真的是热闹 这里面的信徒川流不息 从早到晚 一年到头 很热闹 能不能成就 一个成就都没有 这个道场失败了 道场的兴旺 实在讲 不是人多 不是香火肾 是问你这个道场开悟的 有几个 有多少 正果的有多少 往生的有多少 这是道场的兴旺 这就是我们讲的行事与实质 我们要讲求实质 不能讲求行事 如果你要是有真智慧 有真实的慈悲心 你一定是提倡专修 专宏的道场 这个道场没有几个人 不要紧 他是真实正法道场 诸佛护念 隆天保佑 道场人数虽然不多 但是在这个道场修行的人 他会有成就 这才叫做书神 所以细细去读五十三餐 你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 古德如智者 贤手等珠大师 平生指弘扬数种经论 概学历只能如此 此正古德高处 真处 后学所当学不折也 在我们中国历代的这些祖师大德当中 他们一生弘扬的也只有几部经 而这几部经必定是相关的 譬如 我们学净土宗 净土有五经一论 总共六种 这六种是关联的 讲这六种经 依照这六种经修学 实在讲 一级是六 六级是一 它不杂 大家只要稍稍留意 都能够看得出来 而古德当中还有一些人 专门提倡一部经的 一身讲一部经 一一部经修的 譬如 古人有一身讲 弥陀经 两 三百遍的 你问他其他的经 无量寿经 我不会讲 你去请教别人 其实他怎么不会讲 他样样都会讲 不讲了 给后人做一个好榜样 一部经 我明白这个道理 我也很想学习 一身讲一部经 我之所以讲这许多经论 这被逼的 没法子 大家都来找我 我想想 也没有别人讲 这没法子 这被逼的 对我自己来说 损失非常之大 一部经自行化它 那个境界确实不一样 一门深入 工行进步非常显著 讲多了 讲砸了 没有好处 说这么多东西 实在讲也是很大的一个牺牲 为了便利于后学 找好学生也难 早年做学生的时候 老师给我们讲的话 我们还很不容易体会 老师告诉我 学生要找一个好老师 难 不容易 反过来 好老师要找一个好学生 更难 这一句话 一直到晚年才深深体会到 现在我还乐意讲一些经论 原因在哪里 有录影机 这就是说明 遇不到好的学生不要紧 把经论录下来 也许将来有学生遇到了 他从录音带 录影带里面去学习 去体悟 这是以前那些老师没有法子的 做不到的 现在我们得利于科技的帮助 纵然眼前遇不到传授的人 用这个方法还行 在古时候 古大德找不到学生怎么办 写书 只有写下来 流传给后世 写书相当辛苦 这些地方我们要细心去观察 要认真去学习 一门深入 学一部经 这地方的赞叹 此正古德高处 他见解高人一等 真处 他对自己 对佛法 对众生真实之处 这四个字是勉励我们 要向古大德看齐 要向古大德学习 十三 吉令顿悟同佛 而障若未尽 人未能彻底会得 这一段的开示 对于我们来讲 非常重要 吉令顿悟同佛 而障若未尽 人未能彻底会得 我们可以举一个古人做例子 龙树菩萨 这个人了不起 我们从 传记 里面所看到的 他的确是世间稀有的天才 年纪很轻 是出世间的典籍他读尽了 不但他有这个能力 而且他有智慧 他能解其意 一切精益他都通达 他都明了 是出世间的典籍他读尽了 于是供高我慢 瞧不起人 这是什么 烦恼未尽 只要有这么一个态度显露出来 真正有学问的人 真正有修养的人 他看到了就不以为然 实在说 如来真实意 他并没有真的懂 他所能够体悟的是表面 表层 没有深度 如果有深度 我们中国古人所讲 学问生实意气贫 越是有学问的人 越谦虚 越是有学问的人 越退让 不可能说越有学问 越傲慢 没有这回事情 修行人 越有功夫 说是越瞧不起人 那个人可以断定他没有修行 不要说功夫 修行都谈不上 修行是什么 修正你错误的行为 贪甜吃慢是错误的行为 你还常常起现行 可见得你错误的行为 并没有修正过来 这哪里能够瞒人的 这是说明 他入的浅 他结的浅 没有深度 这就是障若未尽 没有彻底会得 不过 像这些菩萨 他们有福报 必定有诸佛与大菩萨会帮他忙 龙树菩萨的烦恼起来了 他供高我慢 不可一世 这是烦恼现行 大龙菩萨赶快来诱导他 接他到龙宫里面去 看看龙宫所收藏的典籍 龙树实在也很难得 看到龙宫里面的收藏 他吓到了 才知道自己所读的太少太少了 要跟龙宫里面所收藏的典籍比 为乎其为 于是供高我慢的心 马上就降服下来 真的有这个事 我们自己要深深反省 我有没有这个毛病 龙树菩萨读尽世间典籍 还犯了这个毛病 我们所学几何 如果也自以为是 也犯供高我慢 那就错了 必须要向黎香 黎念处用功夫 这是讲真实功夫 真餐时揪 餐揪 刚才讲了 黎心意识叫餐 不用分别 不用执着 不落印象 九世样样明了 样样通达 这是揪 黎心意识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真心 这个话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可不容易 哪一个学佛的人都知道 黎心意识参 我们偏偏离不掉 你试试看 你能够离开分别吗 你能够离开妄想吗 我很想离开 很想离开就是妄想 就是执着 可见这个事情不容易 实在不行 还是回过头来老实念佛吧 我看除老实念佛之外 没第二条路可走 诸位必须要明了 老实念佛就是真餐时揪 老实就真 就真餐 念佛功夫得利了 样样都清楚 样样都明了 这个法门殊胜 这个法门巧妙 黄念祖居是在 无量寿经 注解里面讲得很好 十四 不执疑 不执意 以此法印 向一切法上 为密印证 以此法印 向自心上印证 向为其心动念处印证 如此 树有通达之可其 以此见地 向心形处及诸法上 了知其所以然 以求通达而无我这也 不执疑 不执意 以此法印 向一切法上 为密印证 这个功夫 就是宗门里面的原理原则 此的所说的 就是两边不执着 一切放下 不但事上如是 理上也有相当的觉悟 为什么不执意 为什么不执意 这个道理了解几分 才真的肯做 这四个字也是大乘法印 行者 修行人 要把它用在一切法上 用在生活上 穿衣吃饭 用在日常工作上 用在处事待人接物上 用在佛法修学上 是出世间一切法 都不离开这个原理原则 所以称作法印 能在一切人事物里面去勘验 这就叫 为密印证 从一切法当中去体会 去观察 与佛所说的原理原则相不相应 向自心上印证 这才有用处 这个样子 功夫才叫做得力 自心就是真心本性 向为起心动念处印证 这一句是解释上乱一句 怎样向自心上印证 真心没起念 起心动念了 那是忘心 那就不是真心 要在没有起心动处去印证 印证有没有这个念头 有这个念头就错了 这个说法不好懂 我们还说一句比较容易懂的 就是这个意思 处世待人接物 生活工作 样样事情都照做 而且样样事情认真负责 要保持自己六根在境界当中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就是违密印证 用这种功夫 就是清凉大师在 《华言经》上所讲的 四无碍法界 是无碍 理无碍 理是无碍 是是无碍 为什么会无障碍 因为一切法不一不一 所以它没有障碍 因为一切法不生不灭 因为一切法不来不去 它哪有障碍 障碍从哪里深的 从起心动念 分别 执着 诸佛如来在 尽虚空辩法界度 一切众生 《伦言经》 上所说的 随众生心 应所知量 这两句话就是 普门品 所说的 应以什么生的度 就献什么生香 虽然献这个生香 它并没有起心动念 也没有分别执着 献香如是 说法意如是 度身意如是 种种是献 无不如是 这个才妙 与不一不一完全相应 这是大菩萨修行的方式 我们明了 也可以试试看 我们用的老实念佛 与不一不一没有障碍 无论哪一法都没有障碍 这样用功 功夫很容易得力 如此 术有通达之可其 这个地方 通达 就是明心见性 就是大开元解 你要会这样用功 大开元解 明心见性 那就有希望了 以此见地 向心行处及诸法上 乐知其所以然 以求通达而无我者也 安住在无我法 是诸佛 诸佛如来安住在无我法 凡夫 二圣 全教菩萨都执着有我 即使通达法无我 但是他还是住在我法上 没有能够安住在无我法 真正达到无我法 才真得大自在 我 是枷锁 诸位要知道 像兽行人一样 带着枷锁 家是个牢笼 监狱的牢房 牢笼 都不是好事情 一定要觉悟 那不是好事情 不能到无我 你就没有办法脱离枷锁 牢笼 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一定要契入诸佛菩萨的境界 方法 这个地方讲得很好 非常具体 一定要用这样的见解 以此见地 用这样的看法 这个看法 是诸佛如来果地上的看法 要用在我们自己 心 其心动念之处 行 是行为造作之处 要用在这个上面 在这上面去印证 去体悟 然后对佛所说一切经教之所以然的道理 你才能够领悟 就是开经济所讲 愿解如来真实义 真实义你才见到 体会到 然后也能跟诸佛如来一样 通达无我法 134 明正知明心行 颇得欲众明知隐喻 底下一段经文 意思越说越深 越说越妙 明正知 如来的正知正见 佛知佛见 第一小段明心行不可得 须菩提 余意云合 如依恒合中所有杀 有如是等恒合 这是从比喻上说的 佛当年讲经说法49年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恒河流域 因此 佛在经上凡是讲到树木多 都用恒河来做比喻 恒河的沙很细 那一条恒河有多少沙 数不尽 佛的比喻很巧妙 把每一粒沙再变成一条恒河 恒河就无量无边 是诸恒河所有杀数 再做一个比喻 每一粒沙变成恒河 每一条恒河又有那么多恒河沙 这个数字 佛很会说话 很会比喻 我们一般人比不出来 佛世界如是 宁为多不 诸佛的世界 那个数量之多 就像这个比喻 再问须菩提尊者 诸佛世界多不多 下面是尊者答复 甚多是尊 太多太多了 没有法子计算 这里面的意思很深 如果不细说 很不容易体会 一 心行 心之行动 其心动念也 诸法 外境也 约内心外境以明证之 亦在使之无境为时 心外无法之意也 心行 心之行动 其心动念也 其心动念是心的行为 我们讲三页的行为 口是言语 声是造作 口的言语 跟声的造作都有限 可以说都有数量 你今天从早到晚说话 说个不停 也能计算得出来 你说的不算多 可是心里面的妄念 就没有法子计算 无量无边 越是维系的妄念越多 越是不可思议 前面一小段式解释科题 明心行不可思议 诸法 外境也 外面的境界 身外之物 约内心外境以明证之 从内心妄念 从外面无量无边的境界 显示出诸佛如来的证之证见 亦在使之无境为实 心外无法之意也 这使证之证见 亦死恰好跟前面 不依不依缘融起来了 结合得非常的巧妙 让我们知道 无境 境是外面境界 为什么说无境 境是假的 境是假有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假有 什么东西 为实 实是能变 假象时所变 这一句话 法相讲的最维系 最透彻 稍稍涉猎一点的人 都晓得八十五十亿心所 心心所各有四分 相分 见分 自正分 正自正分 我们现在看到外面这些色相 是阿赖耶的相分 我们一切感受的现象 是心心所的相分 这要讲起来时间很长 也很细 相从哪里生的 从见生的 见就是实 就是分别 离开妄想分别 没有现象 妄想分别是因 现象是果 前面讲就是说的因果 相为什么是虚妄 是不可得 因为见是虚妄的 时也是虚妄的 时也不是真的 这后头要跟我们讲 三心不可得 心形不可得 心外无法 一切法相是自信变现的 实在讲就跟做梦一样 末后这个比喻 虽然说了六个 梦 幻 泡 影 漏 电 六个里面是以梦为主 必须要晓得 我们眼前境界是梦境 人生如梦 如 是 就是 的意思 人生就是在做梦 梦能不能得到 梦什么也得不到 假的 这都是说明事实的真相 心外无法 梦境从哪来的 梦境是我们的意识 心变现出来的 这一段要给我们说明 这个甚深的意趣 二 心外无法 故法法不外一真如 但众生外未尽相所迷 内未心念所扰 不能证得 此般若所以令离相离念也 心外无法 故法法不外一真如 真如就是真心 当我们做梦 或者在梦醒的时候 梦中境界还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自己可以好好去想一想 我心是什么样子 做梦的时候 就是心的样子 为什么 你的心完全变成梦境 那个梦是旺 经上常讲 全旺即真 全真即旺 真 是能做梦的心 梦是心变得幻香 真旺不二 真旺一如 心不现香 你不知道心在哪里 你不晓得心是什么样子 它一现象就找到了 它现出香出来 那个香就是心 心里面的像 你每天做的梦不一样 可见得你能现做梦的心是一个 所变的香千变万化 它不一样 明白这个道理 才晓得一切法不外乎真心 不外乎自信 所以会的人 见像就见性 他明白了 他不迷了 所以叫明星就见性 我们今天为什么相上见不到性 迷了 我们是迷星 他是明星 但众生外为静相所迷 内为心念所扰 不能证得 这是把凡夫见不到事实真相的原因说出来了 我们为什么见不到事实真相 外面迷在香上 以为这一切香都是真的 香有生有灭 有段有长 迷在这上面 内里面妄念分飞 妄想 分别 执着 这是里面 心念所扰 因此事实真相见不到 不能证得 此般若所以令离相离念也 佛在般若会上 教给我们明星见性的方法 教给我们恢复性德的方法 最重要的开示 就是离相 离念 离相 前面讲四相 离念 后面讲四见 见识念头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这是错误 这是妄想 这是分别 执着 自信真心里面决定没有这些东西 如果有这些东西 你就不能见性 宇宙人生的真相就被他障碍 被他蒙蔽 只要把这虚妄的相想 是尊在 人言经 上讲的虚妄相想 相就是离相 相就是离念 相跟相都是虚妄的 这才教你要离 离的意思 不是不要 不是要舍离 那你又搞错了 离是不执着 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是这么个离法 不是说不要想象 前面讲过 相不能断 你怎么能离 相就是性 相虽然是旺的 性是真的 性相从来不离 性相是亦不是耳 你说相不要了 那性也不要了 哪有这个道理 离是离你分别 执着这个念头 是离这个 有此可知 说离相 就是离执着 说离念 就是离分别 离妄想 华言 上讲 一切众生 但以妄想执着 而不能证得 有此可知 妄想是念 执着是相 你把戴经合起来看 意思就很清楚 不至于把经意错毁了 三 性体空计 本无有念 诸法原生 本来无生 当体即空 故心形诸法 不一也 颇得原生 不一也 不一不一 诸法如一也 如是而知明曰正知 知此 则知应离念离相 之所以然以 离相离念 正所以无我也 性体空计 本无有念 诸法原生 本来无生 当体即空 这一段要为我们说明 离相 离念的所以然 佛为什么这样强调 为什么要我们一定要离 所以然的道理在哪里 这一段要给我们说明 一开端讲性体空计 本来没有念 可见得你有念 都是妄念 妄念是过失 是错误 离念才是正确 有念就是障碍 佛法里讲业障 有念就是业障 离念 离念消业障 业障消了 诸法原生 本来无生 当体即空 这是讲理相 为什么相不能执着 因为一切相是原生的 包括我们自己的身相 我们自己身体也是各相 这个相也是原生的 佛在经上常说 大家也耳熟 四大五蕴和和而现的身相 四大五蕴就是重源 既然是原生之法 它没有自信 它没有自体 所以当体即空 你怎么能够执着 你执着这个身 你就身无量无边的烦恼 你要是晓得这个身的真相 原生之法 当体即空 你还有什么烦恼 没有烦恼了 故心形诸法 不一也 心形妄念 诸法幻相 不一 从相上看不一样 颇的原生 不一也 颇的是不可得 如果从真相里面看 皆不可得 妄念也不可得 妄想也不可得 都不可得 没有两样 不一 不一不一 从起心动念 从分别执着里面 这不就是 勘验出 不一不一的道理吗 诸佛如来 不一不一的法印 不就印在 这些事实上 我们从这地方 体验出来 这教给你一种方法 你要会了 在日常生活当中 无论哪一法里面 你都用这个去勘验 而后才恍然大悟 果然是出世间一切法 都是不一不一 不一不一 诸法如意也 前面经文上说 如来者 诸法如意 这句话说得妙诀了 要细心体会 如是而知名曰 正知 可见得正知 正见是有标准的 不是漫无标准 它真的是有标准 这是诸佛与大菩萨的标准来说的 为什么这里面含着有大菩萨 因为明星见性 见性成佛 金刚经 中所说的诸佛 实际上是讲41位法身大事 法身大事在天台家讲六级佛 他是分正级佛 他虽然不是就近圆满 他是分正级佛 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他就是佛 他的见解 跟如来果地上没有两样 真实通达无我法 真实通达 所以他的知见叫正等正觉 虽然没有无上 正等正觉 这就是如来的正知正见 诸位要晓得 正等正觉是已经通达无我法 决定契入诸法一如的境界 他才称之为正知正见 知此 则知应离念离象之所以然以 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 这个事实真相明白了 你才晓得 佛为什么教我们离念 为什么教我们离象 如果不离念 不离乡 诸法如意 你决定不懂 无时无需 不依不义 的境界 你决定不能够弃入 离乡离念 正所以无我也 诸佛如来 为什么能够通达无我意 为什么能够弃入无我意 正是他彻底就离乡了 不但离乡 也离念 也就是说 妄想执着统统放下了 才能够弃入这个境界 这是把课题里面的意思 先说出来 经文的比喻还没说 然后再看底下 我们才晓得这个经文的比喻 是比喻什么事情 这才能够明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言习报告 第八十二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八月二 请先开经本第一百九十三面 四 摄欲和沙未言 亦显望心及一切法 层出不穷 牵引越多 不可胜数 亦显望心法相 如幻如画 莫非假有 到了这个地方 才把恒和沙鼠的比喻说出来了 显示出是尊与尊者的问答 里面所含甚深的意趣 比喻众深的望心 就是妄想 无量无边 妄想的形成发展 却确实实是没有法子计算 有想就会有现相 佛在经中常说 一切法从心想生 法相 法是指一切法 一切法皆有相状 虽然有相 这个相 本经说得很清楚 如梦幻泡影 因为它是原生之法 没有字体 当体即空 所以说它如幻如化 它是假有不是实有 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认识清楚的 五 于亦云和 探视其见地 佛世界 即大千世界 为亦佛教化之区域 以无量数之杀比喻世界之多 皆为界以显下文众深星多 于亦云和 这一句话是探测须菩提尊者的看法 佛世界 就是三千大千世界 这是一尊佛的教化区 经文里面为我们显示 恒河沙的恒沙数佛世界 说明佛世界之多 诸佛之多 都是不可思议 这些比喻都是显示下面经文 说出众深星的妄念之多 一三五 西枝 佛告须菩提 而所国土中 所有众深 若干种星 如来西枝 诸位要想到前面的比喻 是恒河沙数的恒沙数 大千世界之多 不可思议 每一个佛世界 有多少众深 像我们梭婆世界 梭婆世界不只是这个地球 黄念老所说的 我们这一个银河系 只是梭婆世界里面的一个单位世界 梭婆世界多大 像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银河系 应当有十亿个银河系 十亿个银河系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 这里面有多少众深 也是没有法子计算的 一 耳索 纸上文无量言 国土 即世界 所谓十方沙土 所有众深 种种差别 族类 色深 大而天人 小而楼椅 其心无步 西枝 耳索 纸上文无量言 真的是无量无边 国土 即世界 所谓十方沙土 所有众深 种种差别 族类 色深 大而天人 小而楼椅 其心无步 西枝 蚊虫 蚂蚁是小的 动物里面是小的 天人 这是报深大的 无论是大深 小深 无论是天道 还是畜深 恶鬼道 凡是有情众深 都有念头 也就是说 都有妄想 不要说 众多的众深 就是我们自己 本人一个人 也不要说 从深到死 简单讲 从今天早晨 到晚上 我们打了 多少妄想 自己都不晓得 从早到晚 打的妄想 那个数量 就不可思议 何况 今年累月 何况 无量 节来 又何况 尽虚空 便法 借无量 无边的众深 这些众深 心里面 起心动念 佛都知道 这个话 是真的 还是假的 佛有这样的 能力吗 也许说 凡是念头 都是妄念 这个说法 我们能够接受 能够体会到 不管你什么念头 总而言之 都是妄念 如果我们 从这个角度 来测夺 如来的智慧 那就错了 如来智慧 无论是总相 像刚才 我们讲的是总相 只要是念头 都是妄念 这是总相 各个不同的念头 是差别相 何况念是因 它会现相 现相是果报 这里面 也因果报 非常的复杂 这些维系的差别相 如来在果地上 确实吸之吸见 不但知道总相 却确实实 差别相 都能看得清楚 二 佛世界 意含深指 当知世界之指持不坏 固有众生业力 然非障佛 慈悲微神之力 为之设持 以众生业力之恶浊 早不知成何不堪之状况 以 一切众生皆蒙佛恩 而不自知 此由父母之照 固幼儿也 此由父母之照 故幼儿也 末后的比喻 尤其是恰当 经里面讲佛世界 实在说大小 成经论里面 讲的太多 其中的深意 真正能领会的人 并不多 世界为什么会存在 佛法中 讲的结束 我们常讲一个大结 一个大结 里面有四个中结 这四个中结 就是沉结 柱结 坏结 空结 沉住坏空 四个中结 世界相续最明显的是柱结 其实沉住坏空 都是一切众生业力变现出来的 但是沉不是骤然之间成就的 现在的科学家观察到 成是慢慢成就的 坏也不是一下就坏掉 也是逐渐慢慢的坏 但是总没有 注结 这个形象来的那么明显 我们现在是在注结当中 这个结的名字叫贤结 贤结之中有千佛出世 这一千尊佛在这个世间出世 都是在注结之中 坏结的时候 没有佛出现 于是都在这一个中结 这个世界 为什么能够维持这么长久 同样的道理 大的说世界 小而说我们人生 我们人生能够在这个世间注视几十年 这几十年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它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懂得这个原则 我们可以观察社会 观察这个国家 观察现前的世界 你就能看出门道 这里讲得好 故有众生业力 世界上造业的人太多了 哪一个众生不造业 业有善业 有恶业 有无忌业 如果这一个地区 众生造的善业多 恶业少 这个地区的环境就好 固然是自己善业所感 这个地方成平 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我们今天讲的物产丰富 人人不但过着富裕的生活 而且各个聪明智慧 这是要靠大家修善业才行 当然诸佛菩萨一定有慈悲 微神愿力加持 有众生修善 佛慈悲加持的力量特别的显著 这才能维持 如果众生不修善 而去造作恶业 恶业感的是恶暴 灾难 这个地方风雨不调 天灾人祸平凡不绝 人人都要受苦受难 这个灾难从哪里来 是众生造作恶业所感 我们学佛的人 听到佛的教会 我们能够接受 不学佛的人 跟他讲因果报应 他说这是神话 这是迷信 你说有什么法子 明明是事实真相 他要说他是迷信 这就可悲 这一桩事情 如何能叫一切众生回过头 来接受圣教 全靠教育 但是现在的教育 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地区 都否定圣贤的教育 今天世界大乱 东西方的预言 都说这个是季末 1999年2000年 全世界有大灾难 这是几百年前东西方古老的预言 这么说的 99年跟2000年距离我们很近 今年96年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看得到 换句话说 这个大灾难 我们都要亲身去体验 这个古老的预言 可不可以相信 我们姑且不论 我们就是论事 看看现在是道人心 这个不假 这佛在经上交给我们的 现在世界人满脑袋所想的 是些什么 是善还是恶 是净还是然 我们从这一方面来看 感觉到前途确实不乐观 我前几天收到一位黄居士 他是去年曾经参加我们此的佛妻 他住在英国伦敦 寄一份资料给我 我看到很欢喜 非常难得 现在英国的教育部 在小学里面要设佛教的课程 从五、六岁起就叫他读佛经 现在他们需要教材 小学的佛学教材 中学的佛学教材 我看到他的资料 他们借着这个教学 是从五岁开始 大概到十二、三岁 这不容易 一个国家教育部里面 正式制定佛学课程标准 我还没听说过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非常难得 我们听了欢喜 我们希望把这个消息传播 希望其他国家地区 主持教育的人 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 佛法叫人心清净 叫人心慈悲 叫人断恶向善 众好因一定得好果报 佛力加持一切众生 即使在恶劣的环境 佛也慈悲加持 所以这个世界不至于崩溃 不至于灭亡 这是一切众生都蒙佛恩 行善的人蒙佛保佑 作恶的人也蒙佛保佑 佛虽保佑 这些众生不知道 不知道有佛在保佑他 正如同父母全心全力照顾他的幼儿 幼儿并不知道 不知道父母在关怀他 照顾他 诸佛菩萨照顾我们就是这样 真的是 无缘大悲 同体大悲 佛菩萨照顾一切众生 没有条件好说的 我们行善 佛照顾我们 作恶 佛也照顾 行善 佛欢喜是真的 作恶 佛是摇头 这是真的 但是没有不照顾的 不是说你行善才照顾 作恶就不照顾 那佛的心不平等 佛心是清净 平等 慈悲的 统统照顾 但是众生行善 佛加持的力量 你特别能感受得到 作恶 佛加持的力量 你不太容易感受到 这是真的 三 诸大成经所说 梵王 帝氏 乃至日月天子 一切诸神 皆在佛前发愿 护持众生 固知世界之指持 实赖佛恩 慈悲 微神之力 这些事情 地藏经 上说得很清楚 大家读 地藏经 的人很多 这些梵王 帝氏 这些日月神 只在佛面前发愿 拥护这个世界 拥护众生 我们在 华言经 上也看到 那个更殊胜 诸佛菩萨是现在六道里面 做鬼王 做天王 做人王 帮助一切众生来护持国土 来护持这个社会 这种情形 大成经上常常可以看到 现在佛门里面 经颤佛是很多 放宴口 几乎我们都曾经见过 宴口台的对面 有一个鬼王 浇灭大士 通常我们用指扎一个鬼王 那个样子很不好看 看了很恐惧 浇灭大士是谁 就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在鬼道 要献鬼身去度恶鬼 浇灭大士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这才晓得 哪一道里都有佛菩萨 畜生到也不少 你们吃鸡吃鸭 可能那个鸡鸭 就是什么菩萨 佛化身 你们都把它吃掉了 这是真的 诸佛菩萨非常慈悲 来护持这个世界 四 世界国土 以多至无量 其中众生 其数之多 那富可说 何况众生心忽 真所谓 不可说 不可说已 众生已经是多的 不可思议 众生那个念头 有多少 真所谓 不可说 不可说已 实实在在 没法子说 五 所已如是 曾地已说之 显不一之意 如来西之 已如意之之而 所以如是 曾地已说之 显不一之意 归到最后 还是归到 不一不意 结归到 这个总纲领上来说 这是显示 不一无量无边 如来西之 已如意之之而 如来 是什么 诸法如意 如来没有 不知道的 不要讲 如来果的 我们读 无量寿经 佛在经上 讲得很详细 凡是 深到西方世界的人 即使是 往生到 凡圣同居 土下下品 往生 弥陀在 四十八院里面 告诉我们 那样的人 也是天眼动事 天耳彻听 他心便知 动辙就是讲 尽虚空 便法界 所有一切 众生 其心动念 统统之道 这是一个 往生到 西方 极乐世界的人 还谈不上 什么功夫 的阿弥陀佛 本愿 威神的加持 他就有 这种能力 何况如来果的 从这些 《戴经》里面 我们读了 就能体会到 一切众生 心念 差别之相 佛真的知道 不是假的 136 世明非心 何以故 如来说 诸心皆为非心 世明为心 一 诸心 指 135 若干种心 言 非心 约 信 言 按指 非真心 真心 即信也 世明 约 相 言 按指 其事 忘心 诸心 就是指 前面所说的 所有众生 若干种心 若干 真的是 无量 无边 非心 是就 真如 本性 上 说的 按指 非真心 真心 即 信也 众生所有的念头 是忘心 法乡 宗所说的心意是 八十五十亿心所 这都是忘心 八十五十亿心所是 无量 无边 忘念 归纳出来说的 无量 无边 不好讲 把它归纳为八个心王 五十一个心所 这就比较好说 每一个心所里面 妄想 杂念都是 无量 无边 说之不尽 这些统统 统统不是真心 全都是忘心 世民 约相也 按指其是忘心 经上讲 如来说诸心 皆为非心 世民为心 这个句子 我们念的很多 这样的句子 把真忘 是非两边 都交代出来了 二 如来 如来 以正同体之性 变成大原境之 所以一切众生 其心动念 佛心 静中 寥寥分明 且佛心 无念 故知 动念者 皆为 非心 此 西之 之故也 如来 西之 如来 以正同体之性 变成大原境之 所以一切众生 其心动念 佛心 静中 寥寥分明 这也是真的 都是事实 现在科技进步 我们人的人脑的作用 有时候反而不如电脑 那么样的明显 现在电脑容量也相当可观 我们佛门号如烟海的 大藏经 在电脑的容量里面 只占一小小的部分 才知道电脑不可思议 可是诸位要晓得 我们的真心容量 是尽虚空 变法界 这个世间所有电脑加起来 放在我们真性里面 那真是沧海之一滴 横河沙 数横河沙里面 一粒沙而已 为不足道 很可惜的 我们的心性迷了 迷了之后就像电脑一样 它有了故障 出了毛病 作用就衰退了 如果我们把这些障碍去掉 我们真心的作用就能恢复 所谓是转八十乘四至 那个 转 好 你把那个念头转过来就行了 转要从哪里转起 佛告诉我们 八十六七因上转 五八事果上转 这个话就交代的很明白 因上转也就是我们下手之处 果上转 那就不要理会了 那是现在没法子下手的 因上转的是六七 第六十是什么 分别 第六意是分别 第七十执着 莫那十是执着 我们了解这两个十心的特性 我们在一切法里面不分别 不分别就是传第六十 不执着就是传第七十 一切法里面不分别 你对一切法的看法就跟诸佛菩萨一样 这是妙观察 妙在哪里 就是这部经上所讲的 极非是名 你就入了这个境界 今天我们念 金刚经 极非是名 是释迦牟尼佛 须菩提的境界 不是我们的境界 如果我们对一切法不分别 离开一切分别 我们的看法就是 极非是名 换句话说 佛在 金刚经 所说的字字句句 都是自己现前的境界 于一切法不执着 不执着心就平等 转莫纳时为平等性质 六 七 两个时转过来 五 八 就跟着转 五 八 不要操心 自自然然就转了 前五时就转成五种神通 天眼 天耳 意识里面就是他心通 五种神通就现前了 问题我们会不会转 换句话说 我们对人 对事 对物 是不是能够不分别 不执着 我们也常常在讲台上 劝勉大家 在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待人接物当中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这就转了 这话说的很容易 事实上非常困难 难的原因在哪里 难在放不下 不肯放下 不愿放下 为什么不肯 不愿 实在讲 事实真相没了解 所以你放不下 也就是说 放不下是因为你没有看破 读经 听经 讲经 目的何在 帮助大家看破而已 看破是真学问 看破之后 你自然会放下 放下也就不难 放下是真功夫 由此可知 转阿赖 也为大元 尽致 因为虚空法界 一切众身与佛同体 所以一切众身纵燃起一个很维系的念头 这个维系的念头 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 佛很清楚 佛知道 也就是说 佛那个电脑的敏感度超过一切人 非常灵敏 尽虚空变法界任何一粒尘沙洞一洞 他都清楚 都明了 我们今天从科技的发展 能够体会到佛经上讲的意思 是可能的 是真实的 绝不是虚构的 我们可以能够信得过 佛心尽忠 寥寥分明 且佛心无念 故知动念者 皆为非心 这里面含义很深很广 我们今天的心 把作用失掉了 也就是我们这个心就是个电脑 现在不灵光 有了故障 这个故障是什么 就是因为你有念 念是妄想 我们一天到晚起心动念 所以这个机器不灵了 怎样叫机器在恢复他的能力 把他的障碍去掉 障碍是妄想 佛法的教学 行门当中是以禅定位枢纽 八万四千法门 法是方法 门是门禁 八万四千种是形容他多 许许多多的方法 无量的方法 诸位必须要晓得 他的目标是一个 都是的定 参禅 目的是的定 念佛 目的是的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就是禅定 持咒是要得三密相应 三密相应也是禅定 学教要求大开元解 大开元解还是禅定 可见的方法虽然多 目标是一个 方向是一个 所谓 法门无量 殊途同归 都归到清静心 离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清静心就恢复了 由此可知 八十五十一心 所从哪里来的 从妄想 分别 执着里面 变现出来的 这叫 非心 我们用这个心 用妄想心 所以于一切法 我们不了解 我们不知道 完全迷了 假如我们用真心 用大元净智的心 我们跟诸佛如来一样 尽虚空 便法界一切众生的心念 我们都寥寥分明 理事皆如事 不可以不知道 三 须知凡夫心念 虽鬼神一知之 所谓 积心才动 早被神之 若为信念 则为菩萨 罗汉能知 佛则无不惜之也 须知凡夫心念 虽鬼神一知之 我们凡夫起心动念 鬼神之道 这个很要紧 有定功的人知道 现在这个世间有一些特异功能的人 他也知道 特异功能的人 知道并不详细 因为人起心动念 他们是以气功看人的气 颜色不一样 大小不一样 你是善心 他放出来的光 佛门讲光 他讲气 那个颜色是白色的 黄色的 金色的 如果是恶的心 他的光是红色的 蓝色的 青色的 灰色的 他能看到这个 他知道你心形善与不善 他从这里看 这是小者 鬼神根修定的人 有定功的人 因为你有念 他就有现象 譬如我们晚上睡觉 睡觉做梦 我们一般人 你在睡觉做梦 我们不晓得你做什么梦 如果有定功的人看到 你做梦那个相线前 他能看到你梦中的境界 他可以看到 你在梦里干些什么事情 你醒过来 他可以告诉你 因为他有相 做梦有相 我们打妄想也有相 鬼神看得出来 鬼神有无通 我们骗凡夫容易 骗这些糊里糊涂的人 骗他们容易 鬼神没有法子骗 所谓机心才动 早被神知 鬼神都知道 你修行 你是真修 是假修 你能够骗人 能够骗自己 你骗不了鬼神 鬼神都不能欺骗 何况佛菩萨 修行 修行 修行课时而言 就是你从早到晚 想的是什么 你念的是什么 这就是修行 修净土的人 其心动念念阿弥陀佛 想阿弥陀佛 真正念佛人 鬼神对你恭敬 鬼神保佑你 为什么 你所现的像是佛像 你心里面念佛 佛像现前 鬼神看到 你的头顶上是佛像 他怎么不尊敬你 如果你是贪心 你现的是鬼像 田惠心现的是地狱像 极度心现的是修罗像 不一样 其心动念都现香 他都能看到 都清清楚楚 你能骗谁 若为细念 则为菩萨罗汉能知 鬼神看到的还是粗念 粗香 但是比一些特异功能的人 那要强得多 但是为细念 为细香 鬼神就没有能力见到 譬如你深入禅定当中 定中进戒香 鬼神见不到 因为那个香为细 心细 心清净 月清净 超过他的心量 他见不到 你的心比他还要清净 他就见不到 佛是无不惜之 佛心最清净 等觉菩萨的心里面 还有一品身香无名霉段 比起佛心 他就不清净 佛心最极清净 等觉菩萨动一个维系的念头 佛也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所以是无不惜之 四 当知神通不可知 直知 轻则卖弄生害 众则着魔发狂 经其好意 人知恒情 唐大众看众此等事 既足为修行之障 且恐为法门之害 当知神通 不可知 这是佛在经上 常常教训学生的 而世间人往往 喜欢神通 喜欢感应 这个坏事 我们看多少 学佛的人着魔了 我们佛门叫着魔 世间医学里面讲精神分裂 疯狂了 学佛为什么会学成这个样子 喜欢神通 执着神通 搞这个东西 这个害人 神通不可知 直知 轻则卖弄生害 众则着魔发狂 这是我们在现前看到的 在国内 在国外 现在这个现象非常普遍 有不少受过高等教育 拿到博士学位 硕士学位 发心学佛很难得 学不到半年 一年 就发神经了 去助精神病院 追究其原因 都是喜欢神通 喜欢感应 不知道这就是着魔的因缘 真正念佛人 不求神通 不求感应 老实念就对了 不但神通感应不求 连一心不乱也不求 见佛 见瑞相 见莲花 这种念头都不能有 有这种念头都很容易着魔 偶尔见到 见到也当作没见到一样 不要见到了 就自以为了不起 向别人夸耀 这都是容易着魔的原因 要晓得魔来仗你的道 魔要来破坏你 现这种境界来诱惑你 这桩事情 冷言经 上讲的非常详细 冷言经 在末后三卷 佛为我们说出五十种阴魔 魔境界 你要是没有能力辨别 会把他当作佛境界 其实他是魔境界 绝对不是佛境界 所以没有智慧的人 不老实的人 往往就受骗 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这里话讲的没错 经其好意 人之恒情 中国 外国都不例外 所谓是好奇物怪 对于这些奇奇怪怪 非常有兴趣 拦都拦不住 这都是着魔的因缘 躺大众看重此等事 既足为修行之障 且恐为法门之害 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真的到处都有 我们现前道场里面 也不能避免 可是主持的人 要有正知正见 见怪不怪就没事了 像我们在法会当中 有很多人来照相 底片洗出来之后 看到有发光的 有险其他现象 照片我都看过 照得相不可思议 拿来给我看 我马上撕掉丢到自制楼去 不必给别人看 不要拿这个宣传 我们这里有感应 不是好事情 你要晓得 学佛 无量法门修的试定 什么试定 清静心 你看到这个现象 一生欢喜心 你的清静心被破坏 这不是魔是什么 每一个人看到之后 心还是清静的 若无其事 那行 那个可以 大家现在没有这个功夫 看到之后心就动了 这是魔来破坏道场 不可以不知道 这不是瑞相 如果主持道场的人 没有正知正见 拿这个来炫耀 我这个道场有感应 佛菩萨有灵验 连法门都破坏了 那就真可惜 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们知道有 不是假的 确实是有 但是要知道 它是怎么一回事情 我们要把它搞清楚 搞明白 不受其害 五 当之三明六通 是学佛人本分事 但修行时 不宜注意此事 恐走入魔道 无明尽时 神通自得 得之之后 亦不宜者与人之 恐为捏怪者所借口 后患甚多也 当之三明六通 是学佛人本分事 但修行时 不宜注意此事 恐走入魔道 六种神通 三明就是六通 通的能力达到圆满 称为三明 我们一般称阿罗汉 菩萨天眼通 但是在如来果地上 称为天眼明 那个能力达到圆满 这是我们本分的事情 也就是说三明六通 是我们的本能 有什么稀奇 但是我们现在本能 被烦恼 被妄想障碍住 不能现前 我们认真修学 这个能力一定会现前 可是不必去求 我们修的是清静心 我们求的是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事情大家要注意 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 得到一个结果 一心不乱的不得到 说老实话没有关系 不重要 重要在哪里 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个希求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希望 我们这个愿求重要 这是佛在经上一再告诉我们 能不能往生 在信愿之有无 可见得这个愿太重要了 你的一心 你往生的品位高 不得一心 往生品位低 但是要晓得 纵然念佛念到一心不乱 如果你求往生的念头不肯切 还是不能往生 那多可惜 所以我们一定把求往生 摆在第一位 这才是重要的事情 身心世界要统统放下 这样求生西方净土 你才有把握 往生有把握 谁有把握 谁能放下 谁就有把握 放不下 没把握 一定要放下 所以对于神通感应 甚至于一心 都不必放在心上 信愿持民老实念就好 我们求生净土的道路 才平平安安 稳稳当当 无名进食 神通自得 得之之后 亦不移者与人之 恐为捏怪者所借口 后患甚多也 这几句话说得很好 所以佛在经上 再再嘱咐弟子 弟子当中许许多多都是具足神通之人 不要说菩萨 阿罗汉六种神通都具足 就是连小城出果 虚陀环 虚陀环有天眼通 有天耳通 六种神通 他得了两个 我们凡夫看不到的 他能看到 我们肉眼看不到鬼神 要是正虚陀环果 他能看到鬼神 佛祖父 虽有神通 绝不以神通做佛事 什么叫以神通做佛事 绝不以神通来接引众生 来诱导众生 佛不许可弟子这样做法 为什么 这里面弊病很多 因为妖魔鬼怪都有神通 如果用神通做佛事 用神通来接引大众 那妖魔鬼怪也都变成佛菩萨 于是佛菩萨跟妖魔鬼怪 就没有办法辨别 现在我们佛门里面问题严重 拿这些神通感应来接引大众 这是犯了大戒 犯了大忌讳 佛门用什么方法来接引大众 用讲经说法 妖魔鬼怪不能讲经说法 他可以显神通 他不能讲经说法 道理在哪里 他心不清净 知见不正 诸佛菩萨心地清净 正知正见 所以用这个来红法立身 这是妖魔鬼怪没有办法仿茂的 如果用神通他们会仿茂 我们很难辨别 唯有清净心 正知正见 这是妖魔鬼怪所没有的 所以即使自己神通现前 也不用神通 也不显神通 有等于没有 不必向人炫耀 免得人家造口业 那个有后患 有后遗症 这个道理 事实 无论我们自己有没有通 都要了解 遵守佛的教会 六 说何 欲心念之流动 说杀 欲心念之繁密 说杀为何 欲心念从为而者 说何之杀 欲心念由总而别 由何杀而说到 世界国土众生 欲众生心念既流转不停 父交固不化 既细所无比 父持物无极 金云脱续 有任运而起 有施舍而成 所以言 若干种心 说何 说杀 这个地方 经文上用何杀来做比喻 说何 欲心念之流动 河水是流动的 说杀 欲心念之繁密 佛用恒河沙来做比喻 河 是比喻起心动念 沙 是比喻念头的复杂 念头之多 不可思议 所以用这个做比喻 说杀为何 欲心念从为而者 把恒河沙 每一粒沙变成一条恒河 那个沙很小 恒河很大 这世从微小到显著 从小到大 比喻里面含着这些生意 说何之沙 欲心念由总而别 何是总 沙是别 一条恒河 这世总 无量的沙是别 由何沙而说到世界国土众生 欲众生心念既流转不停 负交固不化 寄细所无比 负持物无极 经云脱续 持物无极 就是现在所讲的脱续 不守规矩 不守次第 有任运而起 有施设而成 所以言若干种心 任运而起的是细念 施设而成的是粗念 也就是你有心 有计划 有设计的去做 那个念头粗 这一段把比喻里面的意思都说出来 可见得对话里面的含义 真正是很深很广 佛所说的 实在讲不是说别人 正是说我们自己 我们冷静仔细想想 我们的心念确实如佛所说 七如上所言 凡有两重不一不一 外而山和大地 内而五蕴色深 是相智不一 而为众生心所献物 则不一也 又众生心念多智若干种 不一也 而皆为非心 则又不一 此皆发觉者 所应了之 如上所言 凡有两重不一不一 这要把它结归到总纲领上 才晓得任何一切法 都离不开 不一不一 的总纲领 无论是释法 佛法 前面说这个比喻 外而山和大地 我们讲的一报的世界 内而五蕴色深 是相智不一 而为众生心所献物 则不一也 这是一众的不一不一 从各个相状上来看不一 但是无论相状怎么样的复杂 怎么样的繁多 都是众生心念所变现之物 也就说这一切法从心想生 心想 这是不一 没有两样 不一就是一 不一就是一 结归到纲领 没错 不一不一 我们体会到了 又众生心念多至若干种 若干种 实在讲是无量无边 不一也 而皆为非心 则又不一 前面是从一阵相撞上说 我们看到不一不一 后面这一句是从众生心念上说 也是不一不一 此皆发觉者 所应了知 发觉是发菩提心觉悟的人 一个发菩提心 一个觉悟的人 应当要明了 应当要知道 这是事实真相 不可以不知道 知道跟不知道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 你能够知道 就是你觉悟 你才肯放下 知道就是看破了 你对于外面一切境界 前面说 外而山和大地 我们物质的生活环境 内而五蕴色深 你都能放得下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唯有看破 你才肯放下 你不看破 你怎么能放下 所以了知的关系 在此的 帮助你放下 这一放下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功夫就得利 成就容易了 8 总之 不一不一诛俱义 既显法 法皆如 即是显无有定法 另行人当于一切法上 活看活用 不申居直 顾佛时而说义 以显其不义 时而说义 以显其不义 时而一义据说 显其虽不义而不义 虽不义而不义 时而一义皆非 显其并不义不义 亦不可说也 无非为浅执情 令正义如尔 总之 不一不一诛俱义 诛俱就是前面一展开的 八步 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像这些句子 句子里面的义里 即显法法皆如 显是出没有意法 不是真如 没有意法不是自信 法法皆是真如自信 显这个意思 即是显无有定法 法法皆如是不一的意思 无有定法是不一的意思 另行人当于一切法上 活看活用 这也是我们在讲习当中 常常提起来勉励同学的 我们学佛要活学活用 要应用在生活上 佛才没有白学 学了真有用处 不生居直 居是居数 直是执着 大乘佛法 确实是活活泼泼的 特别与现代的社会 开放的社会 开放的思想 非常相应 开放社会当中 如果能学佛 所产生的效果 完全是正面的 美好的 的确是真善美慧的人生 如果不学佛 开放社会里面 容易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这个社会呈现出来的是污秽的 不是清净的 由此可知 大乘佛法 对于开放社会 是一副清凉剂 是能把它导入真善美慧的一个人生社会 于是才显示出佛法 对于现代人意义价值 特别至高 特别的殊胜 故佛时而说依 以显其不依 时而说依 以显其不依 时而一意据说 显其虽不依而不依 虽不依而不依 时而一意皆非 显其并不以不依 亦不可说也 这是四句 四句显示释迦牟尼佛 我一生四十九年为一切众生说法的一个原则 你明白这一个原则 你就可以细细观察一切经典 从小臣到大臣 现在我们集结成 大藏经 一部 大藏经 所说的 总离不开这四个原则 正所谓 一精通 一切精通 你把它的总纲领 总原则掌握到 才知道佛说的是什么 才懂得佛所讲的真实意 在开经济上讲 愿解如来真实意 你才能体会到 刚领 原则晓得 目的何在 后头这一句 无非为浅执情 令正义如耳 这一句是佛说法的目的 目的无非是帮助一切众生 破除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这叫执情 情是迷 佛说法不为别的 正是所谓帮助一切众生 破迷开悟 这一句是破迷 下面 令正义如 九世开悟 九 宗以明处处皆不可辙 无论是初世法 皆应依此一观 依此一行 义 是义理 佛所讲的这些道理 我们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遵守 对于世间法要用这个观点来观察 对初世间法也要用这个观点来观察 是初世间一切法 无时无虚 不依不易 无时无虚也是不依不易的意思 无时就是不易 无虚就是不易 一三七 结成破的 这是这一段的总结 总结成不可得 是初世间所有一切法 你要晓得都不可得 所以教你不要执着 执着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决定不是事实 所以这何 虚菩提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一 破的 即不可得 此说 非心 之所以然 心念既有三计 故未知千流 因其心念 刹那不停 故有 过去 现在 未来 破的 即不可得 就是不可得的意思 此说 非心之所以然 前面佛说的 讲众生 所有这些妄念 都是非心 不是真心 这一段要说明 为什么佛说这些心念都不是真心 真心是常住的 真心是不生不灭的 妄念这个念头的心是生灭的 所以有过去 有现在 有未来 心念既有三计 故未知千流 这就好像合理的水 是流动的 所谓后浪推前浪 前念灭了 后念就生 这是妄心 生灭心 因其心念 刹那不停 故有 过去 现在 未来 过去 现在 未来 是从什么地方发生的 是从妄念里面产生的幻象 假象 二 刻实而论 只有过去 未来 并无现在 不可得者 明其当下极空 刻实而论 只有过去 未来 并无现在 这个意思 几个人能懂 如果真的懂得这个意思 天下太平 真的什么事都没有了 却确实实 只有过去 跟未来 没有现在 为什么 说现在 现在过去了 哪里有现在 现在到底在哪里 我们今天讲的时间观念 现在是不是这一秒钟是现在 那一秒钟当中 佛还讲一坛指 再把它分成六十分之一 那叫一刹那 一刹那还可以分为九百分之一 佛讲那是维系的生灭念头 一坛指六十刹那 一刹那九百生灭 可见得这个念头生灭的快 找 现在 找不到 根本不存在 哪有现在 只有过去跟未来 并无现在 不可得 不可得者 明其当下极空 诸位要晓得 心是能打妄想的 能分别的 能执着的 能分别 执着的都不可得 所分别的执着在哪里 所分别 所执着的是一切万象 一切万象因缘生法 当体极空 也了不可得 这个地方给我们显示出 你能执着 所执着的 都是一场空 都不可得 你说你冤枉不冤枉 每天心里面想东想西 还这个设计 那个计划 全是一场空 全都在打妄想 觉悟人心中没有这些事情 迷惑颠倒人心里面有这些事 觉悟人心中没这个事 三 真心 则常住不动 非心 言非常住之真心 生灭心是望非真 故曰 是名为心 真心 则常住不动 非心 言非常住之真心 真心是清静心 真心里面没有念头 无念就没有生灭 不生不灭 不依不意是真心的样子 望心才有生灭的念头 什么时候正的真心 净土宗里面 讲念佛的功夫 所谓 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有是一心 有理一心 是一心不乱 是讲把望念扶住 望念不起来了 但是真心还没有现出来 也是功夫还不够深 能够把生灭的念头扶住 暂时不生灭 暂时止住 这个境界教室一心不乱 功夫再要提升 望念灭了 前面是望念扶住 扶住并没有消灭 等到望念消灭 没有了 真心现前了 那个时候叫理一心不乱 理一心不乱 就是常住真心现前 这个时候 带经里面称之为 法身大事 法身大事 就是说这个境界 华言经 上讲的41位 法身大事 真心现前了 他们生活 工作 处世带人接物 用真心 这就是佛菩萨 如果我们生活 处世带人接物 还是用生灭心 用这个念头生灭心 这是望心 这是凡夫 这跟佛菩萨不一样 佛菩萨用真心 真心没有生灭 真心没有念头 所以它是真实的 生灭心是望菩萨 故曰世明为心 世明 世假明 众生之见 以为这是心 其实这个不是的 四 执着者 必自以为我能取 不知己此能取之一念 三计千流 当下即空 念上不可得 上赫能取之有乎 三言 不可得 真乃追星之语 直令我见无力足处 执着者 必自以为我能取 他一定有这个妄念 有这么一个妄想 我们仔细观察 哪一个人没有这个妄想 我能得 我能怎样怎样 不知己此能取之一念 三计千流 当下即空 念上不可得 上赫能取之有乎 这一句经文 我们要常常去读诵他 常常读诵会提醒我们 帮助我们觉悟 帮助我们看破 帮助我们放下 换句话说 也就帮助我们 往生净土 往生净土 必须把这个世界 舍弃掉才行 我们在这个世界 住久了 所谓是感情很深 难分难舍 毛病在此地 这个经文多念几句 慢慢就觉悟 原来是一场空 原来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实的 这才真正肯放下 不再打妄想 三言不可得 不可得连着说了三句 真乃追星之语 直令我见无立足处 的确 我们无始结以来 就执着有个我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从我见里面在直相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这四句 将十法界 一正庄严 统统包括尽了 一定要晓得能 所都不可得 五 仁言经 曰 一切众生 从无始来 生死相续 皆由不知 常驻真心 性尽民体 用诸妄想 此相不真 故有轮转 此闻到 进三界轮回 之真相 人言经 这一段的经文 把三界六道轮回 里面的真实相 说尽了 我们一切凡夫 无始结到今天 在六道轮回里 打转 什么原因 细细读这一段经文 就知道了 前面这三句是 讲现象 一切众生从无始来 生死相续 死能死得了吗 死不了 佛在 地藏经 上讲得很清楚 人这一生死掉了 顶多七七四十九天 他又投胎去了 他又去找一个身体去了 由此可知 我们在六道里面的这个身体 正像穿衣服一样 舍身 瘦身就好像换衣服 衣服脏了 脱一件再换一件 身体坏了丢掉 再去找一个新的身体 每一次找的身体不一样 有好看的 有难看的 由不得自己选择 你说这个东西多麻烦 被业力支配 自己做不了主宰 自己能做主宰 当然选漂亮的衣服 自己做不了主宰 你说糟糕不糟糕 这是佛教给我们 应摩锁住 而升其心 身心要升善心 身清静心 那么你换这个身体 越换越舒胜 越换越庄严 千万不能生迷惑 颠倒的心 不能生造作罪恶的心 这个不可以 这是说明无量 节来 在六道里面生死相续 经上也常讲生死疲劳 做不了主 他的原因 皆由不知常住真心 把自己的常住真心迷失了 常住这个意思很明显 不是千流 真心 就不是忘心 刹那千流 就是刹那生灭的念头 那是忘心 那是无常的 一个念头生 一个念头灭 这个念头是无常的 跟真心不一样 真心是常住的 不是无常的 性静明体 真心是清静的 真心是光明的 这个意思要懂 清静心是真心 染污的心不是真心 我们的心被污染 被妄想污染 被分别污染 被烦恼污染 被情职污染 这不是真心 真心里面决定没有污染 丝毫的污染都没有 真心是清静心 是平等心 不平等也是污染 真心是清静 平等 明 是智慧 真心里面充满智慧 就像佛的大圆禁制一样 净虚空 辩法界 所有一切众生起心动念 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叫明 为一切万法之本体 所以叫做性静明体 我们把这个东西迷失了 这是我们的真心 如果见到性静明体 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星见性 你见到真性 见性就叫成佛 我们今天成不了佛 就是把自性真心迷失了 现在学佛 学佛为什么 要把迷失的真心再找回来 就这么一回事情 找回来就不叫凡夫 就叫成佛 这是说 我们迷了 迷了以后 用诸妄想 此想不争 故有轮转 我们今天搞六道轮回 原来是这么一桩事情 现在还继续不断用妄想 把妄想当作真心 平常我们人与人见面 你最近想什么 你有什么计划 佛菩萨听到全是妄想 觉悟的人见了面会问你 你这几天打什么妄想 全是妄想 不得了 妄想里面有善 有恶 善的还勉强 恶的就太可怕 善的 利益众生 利益社会 这些妄想善的 如果是求自私自利 甚至于损人利己 那这个妄想是恶的 非常可怕 果报不可思议 世间像是什么香 就是众生这些妄想 也因果报的相续香而已 你要是真的把它看穿了 毫无意义 人生还讲什么意义价值 都是一场空 哪有什么意义价值 如果用常住真心 有意义 那真有价值 如果用妄想 你想想看 哪里来的意义价值 觉悟的人 醒过来的人 看这个世界众生 就像酒醉的一样 迷惑颠倒自以为是 酒喝醉了颠颠倒到 还告诉人 我没喝醉 他还没喝醉 有什么法子 眼前云云众生 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佛菩萨 确实大慈大悲 看到众生 这个样子 还不舍弃 还是尽心尽力 来帮助他 来维持这个世界 所以这一段根 金刚经 上三星不可得 诸法应原生 合起来看 意思更透彻 更明显 把三界六道轮回的真相 为我们说出来 我们要是能够体会得到 能够明了 你对于三界六道 不会再留恋 你已经看清楚 凡是对三界六道 还有很浓厚的感情 有留恋的 没看破 不知道事实真相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八十三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 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八月三 请先开经本一九七页 六 若心不随乡而动 便除一切苦 所谓了生死出轮回 心了耳 心出耳 修行人第一步 便当明了此理 这是说到三星不可得的事实真相 通达之后你所得到的实际受用 凡夫不明事实真相 所以心随进转 就像前面的和沙比喻一样 烦恼重重 无量无边 因此长劫无法脱离轮回 其实解决这一桩事情并不难 难在没有智慧 看不到事实真相 若有智慧 这个心就不动了 不会为外面境界所转 所有一切苦都离开了 正如同 班若心经 里面所说的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一切苦恶包括三界里面的三苦八苦都没有了 只要你有智慧能够看出五蕴皆空 这个地方所讲的三心不可得 跟五蕴皆空意思是一样的 这就了生死出轮回了 了是明了 明了是把事实真相彻底看清楚 了也是了断 永远与三界生死轮回脱离了 由此可知 了是新了 除也是新除 新了 新除 我们这个生了不了 除不除 实在讲这个生没有关系 诸佛菩萨 乃至于阿罗汉 是现在三界六道度化众生 他有没有生死 有没有轮回 给诸位说 没有 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世间 八十岁入班涅盘 一般人就说 佛灭了 佛到底有没有灭 没有 无量寿经 上就讲得很明白 佛是现八相成道 是为中下根人所示现的 由此可知 上上根人他明了 佛出现在世间 也没有生 佛入班涅盘 也没有灭 正是不生不灭 与本经指去所说的 不依不依 完全相应 佛如是 菩萨如是 罗汉如是 我们在问 哪一个众生不如是 如果说众生不如是 诸法如意就讲不通 万法皆如 可惜我们凡夫被妄想 分别 执着障碍住 见不到事实的真相 我们见不到 诸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是说修行人 首先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 而后我们用功 真的才有下手之处 才有入门之处 不了解这个道理 实在讲怎么样 情修 都不得其门而入 七 分别执着 妄也 不分别执着 真也 真心无念 其念即妄 修正者无他 除妄是已 妄云何除 离念是已 离念则分别执着自无 真心自见 生死自了 分别执着 妄也 妄是虚妄 不分别执着 真也 离开一切分别执着 那是真心启用 分别执着是妄心在启用 妄心不是真心 这个要搞清楚 我们修行要断妄 要求真 可是真 实在讲不能求 有一个求真的念头 又是个妄想 忘去了之后就是真 真心无念 无念是决定 没有一切妄念 什么是妄念 妄想 分别执着 什么叫妄想 金刚经 上说的很具体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这些是妄想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这些是执着 真心里面没有 其念 即妄 修正者 无他 除妄 是已 修行人 没有别的 离一切妄念 妄想而已 千经万论 千经万论 不但是 世尊为我们 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乃至于十方 一切诸佛所说 无量经法 也不出这个原则 这是我们不能 不知道的 妄云何除 妄想 妄想怎么各除法 离念 是已 只要你把妄念念头 断掉了 就除了 这个诸位 不能不清楚 真心 离念 真心里面 没有念头 有念 都是妄念 离念 则分别 执着自无 念头 没有了 真心 就现前 妄想 分别 执着自 自然 然 没有了 真心 自见 生死自了 真如本性 当中 没有生死 所以 见性之后 两种生死 都了了 变异 分段 都了了 可是问题 摆在我们眼前 我们现在 知道 离念重要 也明白 佛教给我们 离念的方法 可是这个方法 用不上 怎么离 都离不了 也许诸位 会觉得 我不离 好像还没事 越离越多 妄念越多 这是无始 节来的习气 已经养成习惯 这也显示出大乘法中 里可以顿悟 古人讲 事须 见除 慢慢的除 我们今天的人来看这个事 简直是无法除 不是见除 是没办法除 这才幸亏 有一个念佛法门 这个法门 真的是救了我们 念佛法门的好处 就是不要断念 不必要离念 把念头换一换 换成阿弥陀佛 这一念就行了 换念头容易 离念难 这是静宗法门的殊胜 就是教你把所有的念头都换成阿弥陀佛 八 一切众生 所以认望未真 由于不知其事不可得 不便其事生住一灭 刹那相续 时不可得 直之何谓 且自以为能值 而时无可值 徒增妄想业力而已 真于吃可怜也 此理为佛之之说之 修行以及觉悟也 一切众生 所以认望未真 由于不知其事不可得 不便其事生住一灭 刹那相续 这两句讲的是 实法界一正庄严的真相 我们今天讲宇宙万有的真相 众生不知道 不可得 我们学佛的人 虽然天天读经 读归读 行归行 是两桩式 它不相应 心经 几乎每天都读 心经 到最后最重要的一句 无知一无的 此的跟你讲 三心不可得 你偏偏以为 这也可以得到 那也可以占有 这就错了 所以说经典 读归读 行归行 不相应 如果说读了之后 你觉悟了 知道一切法不可得 你在万法当中 西求的心就断掉了 西求是妄想 是烦恼 所以说西求 忧虑 牵挂这些心 全部都舍掉了 纵然不能恢复圆满的清净心 我想一半以上决定恢复了 这就是说 在念佛人来讲 理一心不能证的 是一心是没有问题的 确实可以证的的 证的是一心不乱 往生净土就生死自在了 不知道真相是一法都不可得 包括自己的身体 身体都不可得 何况身外之物 不便其事生住一灭 刹那相续 这是讲所有一切形相 色相 总不外生住一灭 这就是说的 无常 现相怎么会存在 那是刹那相续 并不是真的存在 一刹那有九百个生灭的念头 相续相 实不可得 直知何谓 你为什么要执着 实实在在不可得 身心世界都是刹那相续相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为什么在这里面打妄想 为什么在这里面造罪业 学佛 听经 念佛 参禅 如果不开悟 对于这个事实真相不能够彻底的明了 不能彻底放下 没用处 我们从无量节前 就听经 念佛 修行搞到今天 今天还是这个地步 还是照样打妄想 还是照样要造业障 你要问这什么原因 没有看破 没有放下 原因就在此 由此可知 若不看破 放下 决定不能解决问题 六道轮回还要继续去干 还要继续去受报 且自以为能值 而时无可值 徒增妄想业力而已 真于吃可怜也 佛说一切众生 可怜悯者 这一句话讲得很好 为什么一切众生可怜悯 道理就在此地 他自己以为能执着 自己以为能分别 自己以为能得到 其实他什么也得不到 当体积空 乐不可得 只是在那个地方打妄想 妄想从来不间断 妄想就造业 业力就改变这个相续相 刹那相续相 业力在那里变 法相宗所说的 为时所变 变好 变坏 也是我们常讲变苦受 变乐受 就在你妄想里面的善恶 一念善的妄想 变得境界是乐受 一念谜的妄想 变出来就是苦受 佛门常说 菩萨未因 众生未果 众生迷惑颠倒 善恶不能辨别 这是非常非常之苦 有很多人 出钱出力 以为自己做了好事 殊不知他造了恶业 有能力辨别善恶 有能力辨别厉害 得失 说实在讲 需要相当的智慧 如果能辨别邪阵 能辨别争望 那更要高度的智慧 谁造业 谁叫人造业 迷惑 愚痴 愚痴就叫你造业 愚痴就促使你造业 学佛最要紧的就是开智慧 我们举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 大家都能觉察到 现代的社会变了 人心变了 如果与三十年前的社会做一个比较 你一定会感觉到 三十年前的人心醇厚 人与人之间相处真诚 比现在人诚实 这个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 一世不如一世 我们中国人讲 三十年是一世 世界那个 是 是三个十 这里面的因素 佛经上讲的透彻 讲的明了 迷惘的发展 就像癌细胞一样 到扩散的时候不可收拾 太可怕了 所以古圣先贤建立一个国家 维持社会的安定 繁荣 用什么方法 教学 中国 礼记 里面所说 建国军民 教学位先 要办教育 学佛的人 为什么比较善良 因为接受佛陀的教会 起心动念 自己知道约束 现代这个世间 学校里教的是什么 教的是科学技术 这个不是教育 中国古代的教育 它是教人怎样做人 换句话说 教你了解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大众的关系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人与天地的关系 让你了解这些 实在讲就是佛法里面说的 教你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然后你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自然就有规律 自然于情 于理 于法就相应 所以社会和谐 现代我们把这种教育舍掉了 于是人与人之间相处 只知道有利害 这还得了 没有道义了 这是今天整个社会动乱的根源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 就是在于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能够辨别真旺 能够辨别邪正 能够辨别是非 这是人之可贵处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现象 无限的感慨 不能责备任何一个人 这里面的因素太复杂了 如何挽救 实在讲 唯一有效而快速的 只有推行佛陀的教育 这真正能够救世间 这些理论与事实 正是此的所说 此理为佛之之说之 修行以及觉悟也 实在这个太难太难了 似是而非的东西太多了 让我们真假莫辩 行善 现在大家都知道 善行里面常常为诸佛菩萨所赞叹的是 法布施 金刚经上有不少次的比较 一切大乘经里面较量功德 我们看到的太多太多了 才布施 大千世界七宝布施 都不如为人眼说 金刚经上的四句祭 才晓得佛法超过一切世间法 法布施里面又以什么为最甚 无过于避佛佛会命 弘法力深 这是无比的殊胜 你想转业力 最快最快的 过去我们在学讲经时 老师很慈悲 看到学生命香很薄 我们俗话讲短命香 真的能看得出来 一看就看出来了 而老师劝这些人 发心出来学讲经红法 那个转业最有效 最快速 真的能够延年益寿 变换体质 非常快速 发心红法力深 它的理在哪里 道理就是用愿力 把你的业力换过来 原本你这一生是受业力支配 发愿红法力深 这是愿力 愿力超过业力 就是成愿再来 所以能够延年益寿 这是道理 晓得这个功德第一大 连寿命都可以延长 何况其他的 身体有一点毛病 算不了什么 念头一转自然就好了 这都是真正的事实 说到红法 我们就想到伴佛学院 伴佛学院的功德第一 不是培养一个 二个 培养很多的红法人才 佛学院的课程 如果请很多老师 开很多课程 四年 五年 佛学院毕业出来了 学生得到什么东西 是不是真的能够担负起 诸佛菩萨弘法立身的事业 是不是真的能够续佛会命 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 这个做法就似是而非 你才晓得这个事情难 讲经 许许多多的人误会了 以为我多读经 多看注解 多听 这就会讲了 会讲 没错 是会讲 也能上台讲的天花乱坠 可是不管用 当时人听听得很好听 走出门外都忘得干干净净 这有什么用处 古时候 祖师大德们培养红法人才 跟现在不一样 诸位要是看看佛经 看看佛教的史传 古来没有一个法师办过佛学院的 没有 没有一个法师办过培训班的 也没听说过 他那个学生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是从听众当中选拔出来的 老法师天天讲经 坐在下面听经的 有兴趣学讲经的 老法师看看也很不错 让他出来赴讲 这样训练成功的 所以并没有佛学院 也没有培训班 全是讲小座出身的 讲小座是有来源的 来源是谁 我想诸位同修都知道 但是不给你提起 你怎么也想不到 阿南尊者 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 五百阿罗汉集结经葬 怎么集结法 请阿南出来 副讲 不就是讲小座 阿南副讲 底下同学给他记录 以后整理出来就变成经本 所以讲小座是从哪里开端的 集结经 阿南开端的 于是代代相传 都用这个方法培养讲经说法的人才 而且这个方法非常有效 真正能够担负起弘法力生的使命 要修行功夫 功夫是什么 正受 佛家的名词叫三昧 讲班若经 如果没有正的班若三昧 班若经 怎么讲法 讲净土宗 如果没有的念佛三昧 你静宗经典怎么讲法 讲华言 要得华言三昧 讲法华 要得法华三昧 由此可知 古人跟经人不一样 诸位必须要知道 一门深入才能成就三昧 三昧是定 三昧是清静心 三昧也是此的讲的 真的看破 放下 我们这不经后面讲 不取余香 如如不动 这两句话简单讲 绝不会为外面境界所动摇 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诱惑 这叫 不取余香 这个花花世界 不被外面诱惑 内里面不起妄想 分别 执着 这事 如如不动 这就叫三昧 与哪个法门相应 就叫哪一种三昧 我们今天读 金刚经 研究 金刚经 这就是金刚三昧 我们研究 无量寿经 讲解 讨论 无量寿经 就是念佛三昧 先得三昧 然后经意没有不通达的 古来祖师大得这些注解 可以看看 看看什么 看看他们是怎么个讲法的 实在说 看也可以 不看也可以 为什么 你要是的三昧 你自己有见解 你一观察就通达了 你要不相信的话 六祖大师的 谈经 六祖为无尽藏比丘 你讲经 讲 涅槃经 六祖大师没有参考别人的注解 为法达禅师讲 法华经 他不但没有看 法华经 的注解 他连 法华经 都没有看过 而这个经里面这八首寄送 说明法相宗的经意 讲得妙绝了 他这个智慧 能力从哪来的 三昧来的 什么三昧 就是 金刚经 上这两句话 不取于香 如如不动 应摸锁住 而生其心 人家做到了 我们挂在口皮上说 没用 一定要做到 做到才管用 所以学习经教 一定要一门深入 一门 看那个样子 很笨 很捉 非常笨拙的方法 没错 开头是很笨 不起眼 看不出来 这个东西就像什么 像盖大楼 盖大楼先打地基 地基打在下头 看不见 不起眼 殊不知地基越坚固 将来大楼盖得越结实 就这么一个道理 一开头就要好看 那就坏了 永远不能成就 事出 世间法 都不外乎 这一个原理原则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能力 维系观察邪阵 是非 得失 自己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往往我们看到世间人 真是好心想修复 可是结果 他造的是罪业 我们看也就看了 也不能说一句话 他看不到 你给他说 他不承认 反而生起毁谤 也就造得更重 所以只好随他去 等到他哪一天果报现前 想回头了 这个时候可以点醒他 他还正在迷惑 正在自以为是 一句话都不能说 像这样的误会 像这样的迷失 几乎在在处处 我们都看到 所以这个事情 为佛之之说之 佛是在经上跟我们说 贵的是我们自己能够体会 能够觉悟 九 此事为凡甚之关键 本经虽离乡离念并说 实归重在离念 不过以离乡为离念之方便而 若离念 则见乡即见性 尽管随缘献相 广度众生 毫无障碍意 那就入到法身大事的境界 像《华言经》上所说的 李是无碍 是事无碍 那是无障碍的法界 这一段说得好 说得非常重要 这是凡甚关键之所在 死的凡甚 不是讲别人 是讲我们自己 学佛 修行 我们还是做凡夫 还是做佛菩萨 这是一个关口 能够突破 超凡入圣 不能突破 还要做迷惑颠倒的凡夫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理念 所以善知识 好老师教导我们 他教学的方针是什么 纵然不能达到理念 也要把妄念降低到最低的程度 这个老师就是高明的老师 好老师 不是一个好老师 他不懂这个道理 反而增长你的妄念 怕你妄念还不够多 天天加一些 怎么各加法 多读一点东西 多看一点东西 多研究一点东西 增加妄念 清凉大师在 华言经书抄 里面说得好 有界无形 行是什么 行是修订 行就是理念理想 没有理念理想的修行 天天在研究经教 把这个当作一个正式 那个后果 清凉说得很好 就是增长邪见 我们最初看 华言经书抄 看到这一句 它底下还有一句 有形无解 增长无明 它两个正相反 有解无形 增长邪见 我们看不懂这个意思 多少年来 自己修行 教学讲经 才真正把这两句话 搞懂了 真的明了了 它讲的一点都不错 佛法 佛法跟世法不同的地方 佛法要理念理想 世间法跟佛法恰恰相反 它不理念也不理想 它执着 妄想 分别 执着 这叫世间法 佛法是离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实在讲 这一个刚抓住了 纵然有错误 不至于有太大的错误 你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大方向没错 离乡 实在讲是理念的方便 这在初学 是尊制定许许多多的戒律 戒律里面特别是 指持 哪些事情不能做 规定的很严格 这都是理想 目的在哪里 目的是在理念 离乡只不过是一个手段而已 它不是目的 是帮助你理念的 念没有了 相防不妨碍 不妨碍 事事无碍 相哪有什么妨碍 不妨碍了 由此可知 持戒不是目的 持戒是手段 目的是得定 理念才能得定 不理念不能得定 定 实在讲还不是目的 还是一个手段 开智慧是目的 因定开会 那才达到佛法教学真正的目的 智慧一开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理念 念离了之后 为什么说相不障碍 因为见相就是见性 所谓是清凉在 华言 里面讲的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事相就是性得 尽管随缘献相 广度众生 毫无障碍 以 十 三心 时不可得 当下即空 应当相不可得 触观照气入 则战战计计 当下便是常住真心 正所谓狂心不歇 歇及菩提 三心 时不可得 当下即空 一切众生迷惑颠倒 迷在哪里 就在此地 以为三心 可得 不知道三心 不可得 如果知道三心 不可得 诸位想想 他这个妄念自然就离开了 不再打妄想了 为什么 不可得 世间人 哪一个不想想过去 再想想未来 这叫胡思妄想 过去已经过去了 想他干什么 未来的还没有来 不需要想他 但是他会想 就是以为真能够得到 真有所得 这一桩事情 若不是佛为我们说破 世间人没有能力得知事实真相 学般若 特别是学 金刚般若 要怎么样才能做到 无助身心 这个地方是一个好方法 用三心不可得 用诸法原生 来观察一切法 这个观察就是 心经 上所讲的 照见五蕴皆空 离念 念是心法 受 想 行 实事念 一切诸法是色法 色法原生的 底下一大段要讲 诸法原生 知道 诸法原生 了不可得 三心 了不可得 五蕴空了 五蕴皆空 所以这一段经文念了之后 你就晓得 观自在菩萨是怎样照见五蕴皆空的 我们知道了 知道了要照 不照不行 你要会照 那你跟观世音菩萨没有两样 观音菩萨那个方法 原理原则 就在这两段经文上 所以要晓得 应当像不可得处观照气入 我们心里起了妄想 或者起了贪心 或者起了甜慧心 起了极度心 观察这个心是 现在心 是 过去心 还是 未来心 想象 三心 都不可得 念头就没有了 贪甜吃就没有了 你要不这样想一想 贪甜吃继续发展 越来越严重 你能够这样唯密的去想 这就是观照 自自然然 它就放下 你所贪的对象是财 是色 是明 想象 诸法原生 因原生法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外源自然就放下了 身心是借句不可得 则战战记记的常驻真心 它就慢慢向外透了 常驻真心现前 就是宗门里面所讲的明心见性 正所谓 狂心不歇 歇吉菩提 这两句话是 冷言经 上的 是尊对妇楼那尊者所说的 狂 就是妄心 妄念 妄念不停 一个接着一个 这叫不歇 歇吉菩提 菩提就是真如本性 忘心息了 真心就现前 本性就现前 我们学佛目的在此地 我们在观察世间人学佛 目的在哪里 目的说老实话 在增长贪甜吃 学佛了 佛菩萨保佑我升官 保佑我发财 不是增长贪甜吃吗 他到佛门来 是学贪甜吃的 来求贪甜吃的 跟佛法完全被道而驰 佛门里面是断贪甜吃的 他到这个里面 还来增长贪甜吃 你说成什么话 但是今天这个社会 多少人把增长贪甜吃 当作真正的佛法 你说糟糕不糟糕 所以学佛学到最后的结果 大家都往生了 到哪里往生 恶鬼到往生 畜生到往生 地狱到往生 都往生了 都搞这个东西 不了解什么叫做佛法 这学佛学错了 十一 此节文意据两重不一不一 过限位三星 是位不一 皆不可得 是位不一 又千流星与常住星 不一也 知其不可得 而当下空计 则不一也 佛之委屈说 此四众 开示修观之方便也 此节文意据两重 不一不一 这是把它节归到 总纲领上来说 过限位三星 过去 现在 未来这三星 当然不一 皆不可得 这不一 这是一重不一不一 另外一重 又千流星与常住星 不一也 这三星是虚妄的 是动的 像水一样流动的 跟常住真心不一样 常住真心是不动的 诸位要晓得 真心是不动的 忘心是动的 般若智慧是不动的 无明是动的 也就是说 明是不动的 不动就放光明 动就是无明 假如诸位同修把这句话体会到了 我想你用功会得力 你有法子了 不动是智慧 动是无明 我们要去研究经 我们用思维 用想象 用这个 这是动 这是无明 用无明如何能解如来真实意 这很明显 怎样才能解得如来真实意 清静不动 读经也好 听经也好 绝不用分别 绝不用想象 绝对不执着 就开悟了 我们看到佛在经上所讲的 佛讲经还讲不到一半 听众当中有开悟的 以 《冷言经》 做例子 《冷言经》 十卷 我们中文的一本 是尊讲到三分之一 第三卷讲圆满的时候 阿南尊者开悟了 经讲到一半时 摩登家女正果了 正到三果 这是为什么 会听 金刚经 前面说过 一般大臣经上常讲的 地听 地听 什么叫 地听 离名字像 离言说像 离心原像 心原叫你想象 我听了要想这个经 什么意思 那是心原像 不能想 只管听 要用不动的心去听 会开悟 我们听经 听一辈子 都不会开悟 为什么 一面听 一面打妄想 随相流转 这个像是什么 阴声 阴声是香 是六成的香 随着说法的阴声 在打妄想 那怎么能成功 这就是听 一辈子 经不能开悟 原因在此地 我在初学 实在讲老师慈悲 老师高明 这是李炳南老居士 我们学奖金的这些学生 那个时候我没有出家 还是在家 我们学奖金的学生 是坐在第一排 二十多个人 在奖金的时候 我们坐第一排 外面来的听众 从第二排以后 他们坐的 第一排都有桌子 我们学奖金 有的时候听老师奖金 要做一点笔记 我那个时候也写笔记 被老师看到了 我的目标很显著 我坐第一个位子 所以他一眼就看到了 我在那里写笔记 大概到了第三天的样子 他讲完经之后 把我叫到房间里面去 我去见老师 他老人家问我 他说 你听金是不是在写笔记 我说 是 他说 你写这个干什么 我说 怕忘记 留着以后要做参考 他摇摇头说 没有用 他说 你想想 你过了一年之后 你的境界就不同了 你记得这个东西还有什么用处 我听这个话 也蛮有道理 境界一进步 这个东西的确没用处 你何必浪费这个精神 所以他就叫我听法 专心听 不要记笔记 所以我就听他的话 我在台中听他讲 今十年 没有写过笔记 这他教给我的 不要写笔记 用清静心 真诚心 专心去听 这里面的的确 却就有误触 所以我学的东西 学的比较活泼 道理在此地 老师教我们这一批学生 也是因人而已 坐在我隔壁的同学 笔记写得好勤快 一本一本写了几十本 老师没有给他说话 没有阻止他 由此可知 他对于每一个学生的根性 他了解 他明了 他不让我写笔记 个人根性不相同 这个方法的确是好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根性不行 我记忆的能力也很强 我不要写笔记 听老师讲 听他讲一个终点 到第二天我来赴讲 大概差不多也能达到一个终点 我有这个能力 可以把他的东西 不能讲到百分之百 应该可以讲到百分之九十五 我有这个能力 所以学经学得很快 一个月学一步 进度很快 学习的情绪也很高 一般人讲有成就感 那学得很快 这是千流心与常住心不一 知其不可得 而当下空计 则不一也 这里面是两重不一不一 佛之委屈说此四众 开示修观之方便也 我们不晓得修观 其实诸位要知道 说修观 八万四千法门 统统都是修观 说参禅 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参禅 说念佛 八万四千法门 统统是念佛 这个诸位要懂 你听了感觉到奇怪 为什么感觉到奇怪 你不懂不一不一 如果你懂得不一不一 我讲的这个话 你就会点头了 其实 这个话不是 我在此的说的 佛在经上早就讲过 确实如此 一定要通达不一不一 你修观 用功 就有门路 就有入处 功夫自然就能够得利 十二 由不一观不一 一念不深 而实相生矣 由不一入不一 除分别执着 一己无我 代至一念不深 忍我法我 上父赫存乎 真无我之妙法也 此为开佛正知 开佛正觉也 由不一观不一 看一切法 法相不一样 在这里面 观他相同的地方 观他的体性 体性是空气的 一念不深 而实相生矣 形形色色不同当中 看到他相同的 看出来之后 因为不义是各空相 佛法里面常讲 万法皆空 空是同的相 就是不一之相 万法是不一 皆空是不一 这个样子 我们的妄念 我们的希求 我们的得失 这些妄念 自自然然就降低了 虽然不能完全断境 但薄了 也就是说 一切法当中 我们自自然然看得淡了 不会像从前那样 坚固的执着 看淡了几分 也能够放下几分 这就是很大的进步 这在修持上 也就是生活上 你得到受用 你的心清净 清净心生智慧 所以 一念不深 而实相生矣 由不一入不一 前面是讲 观 这个地方是讲 入 入笔观深了一层 观 是看法 你的看法正确了 智慧现前了 入 那的受用了 为什么 妄想 分别 执着放下了 观 是看破 入是放下 越放下 越自在 越放下 越真实 除分别执着 以及无我 虽然没有的无我法 但是 却确实实是 向着无我法 这个方向 向着无我法 这个目标在进步 正的无我法 就成佛了 什么时候正的 原教初驻菩萨 就正的 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法身是无我法 代至一念不深 忍我法我 忍我 法我两种执着 忍我执 法我执 上父赫存乎 这个境界 讲到最低层的 原教初驻菩萨 两种执着都破了 真无我之妙法也 这是教给我们初学的人 就是教我们 我们如何能够正的无我法 如何能够见到法无我 你就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真的有效 只要你会用 用得恰当 进步就非常快速 你在一切万法里面去观察 不一就是万法 是出世间一切法 你去观察不一 也就是说 从相上 万象上 你去观察它的体性 这个说法 你要是不容易理解 经上所讲 你在一切是出世间法里面 观它怨深 这个比较踏实一点 你观它是重缘和和而深的 观察它没有自体 就是没有自信 当体即空 这样能深智慧 智慧开了之后 所以叫看破 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看清楚了 你还会分别吗 你还会执着吗 自自然然就不会了 不分别 不执着 就放下了 入境去了 入佛之鉴 法华经 上所讲 开佛之鉴 悟佛之鉴 入佛之鉴 佛为我们开示 我们觉悟了 观世悟入 悟佛之鉴 离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入佛之鉴 而佛之鉴 前面说得很清楚 法无我 无我法 一切法无我 是看破 入无我法 是放下 一个是看破 一个是放下 圆满的自信 完全现前了 所以这个方法 真正是无我的妙法 无论是解悟 证悟 这个方法妙诀了 此为开佛阵之 开佛阵诀也 开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开悟 这是开悟的妙法 十三 下诸法原生一大段 亦附如是开之觉之 而仪式向心形上开诀 仪式向诸法上开诀 双方并静 则心静皆亡 我法俱空 无我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离一切诸相 则明诸佛已 下诸法原生一大段 三心不可得到这个地方 这一段是结束了 底下一大段要说 诸法原生 三心是讲我们能执着的 诸法是我们所执着的 能执着的不可得 再看看所执着的 所执着的也不可得 亦附如是开之觉之 而仪式向心形上开诀 前面讲的三心不可得 是从心形 就是从念头上 让你了解事实的真相 仪式向诸法上开诀 这事向外面境界上 说明外面境界事实真相 双方并静 则心静皆亡 心里面的妄念 外面的分别 执着 统统会失掉 却确实实与 金刚般若 金提完全相应 我法俱空 无我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离一切诸相 则明诸佛已 一切诸相都离了 没有法字称呼他 不得已假设一个名词 叫做诸佛 成佛就佛了 为什么叫诸佛 诸位要晓得 虽然离相离念 离相离念的功夫不等 统统是离相离念 没错 里面功夫不一样 他有差等 这就是 华严经 上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为什么会有四十一个位次 这四十一个人统统都是离相离念 心境皆亡 因为功夫浅身不一样 把他分作识柱 识行 识回向 识地 等觉 是从他功夫上分的 这种分法 诸位必须要晓得 是佛为我们分的 对我们这样讲的 对那些法身大士而言 人家已经离相离念 还有什么实柱 实行 实回向 实的 没有这些 佛要遇到你 绝对不会说 你是凡夫 我是佛 他要有这个念头 他是凡夫 为什么 他还有念 他还这香 他没有了 所以佛见一切众生都是佛 他的心是清净的 是平等的 决定没有一个分别的念头 说菩萨的 说菩萨的位次 这是随顺众生说的 前面讲 佛是一二地说法 这是一俗地说的 所以有这个等差 同样一个道理 这个不能不晓得 不晓得会产生许多误会 念佛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怕自己的品位很低 听说下下品往生 要十二节才花开见佛 以为太长了 常常有人来问我 这真的还是假的 这些都不懂得不依不依的原理 有这么多虚妄 分别 执着在 你要闲长 你就认真努力 何必要下品下身 你上品上身不好吗 多用功 不要打妄想 其实问这些话的人 天天虽然念 无量受精 没懂 无量受精 的意思 经上跟你讲得很清楚 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 不管你品位高下 到那边全是阿维悦至菩萨 那是佛力加持的 平等法界 观经 尚为什么要这样说 观经 尚不论加持 没有讲佛力加持 是你自己念佛往生的 那就是那个样子 到那里去蒙佛力一加持就提升 大家都平等了 所以三经要合起来看 才能看得圆满 才能看得究竟 把你的疑惑 障碍统统破除掉 我们念佛 心也踏实了 不再有疑惑 不再有妄想 金刚经 上所讲的诸佛 是从原教出注菩萨讲起 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就称之为诸佛 十四 教下名言甚多 无此直结了当 宗门棒喝交池 无此彰显明白 愿共免之 教下名言甚多 无此直结了当 除禅宗之外 其他九个宗派都叫做教下 名词术语 非常的繁杂 繁杂我们就感到困难 不但难修 解都难 可是要跟金刚经来比 实在说没有比 金刚经 更直结了当 金刚经 不长 全经只有五千八百多个字 一个字的废话都没有 字字句句都是从如来果地上流露出来的 直结了当 宗门棒喝交池 无此彰显明白 前面两句显示 这不禁在教下第一 回过头来再看宗门 禅宗 禅宗教学用棒喝 棒喝不简单 祖师大德真正是明星见性的过来人 看到你功夫接近成熟 或者是用棒 或者是用喝 一声喝把你惊醒了 那个关口突破了 人就开悟了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真善知识 也要学祖师那个模样 说老实话 那个棒把人打死了都不开悟 冤枉死了 怎么会开悟 喝更没用处 所以 那种方法 在样子上是学不得的 没有用处 功夫不到 学了一点用处都没有 这是说明宗门这个方法 不像金刚经上这样清楚 这样明白的道出来 宗门里面悟 悟什么 就是词的讲的 无助身心 无时无虚 不依不易 法无我 无我法 就是这个 但是宗门里面不说破 教下是把它说出来 宗门不说出来 实际上真正入这样的境界 解这个境界 真正体会到 理解了 解悟 真正是做到 入了魔我 叫正悟 这叫正果 138 明诸法 原声约福报名 无信约法师明体空 这一大段 因为含义很多 所以在没有讲经文之前 不能不先交代 这说明 诸法原声 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 约福报名 无信 底下有两个中段 第一个中段里面 是旧福报说明 无信 无有体性 再分几个小段 第一小段 约法师 在布师当中 法布师第一 就法布师来说 也是当体即空 先把大义说明 然后再看经文 一 此一大段 含义甚多 须先说明 入文方义领会 二 上心行一段 誓约内心明义 此诸法一段 誓约外境明义 诸法多不胜数 经约福报 及法师明义 则可该设一切法义 上面心行一段 誓约内心明义 从内心说明这个道理 义是道理 说明三心不可得 比喻里面 用恒河沙来比喻 把和比喻 三心 千流不息 就有过去 现在 未来 把恒河里面的沙 比喻心的妄念之多 没有法子计算 这是和沙比喻 心行 此诸法一段 誓约外境明义 心行 里面 事实真相 我们明白了 外面的环境 外面环境的真相 是什么 不能不熟 诸法多不胜数 外面境界相知多 实在讲 跟心里面 妄念数量恰恰好相等 诸未明了吗 为什么会相等 一切法从心想生 怎么不相等 你要晓得妄念有多少 尽虚空 辩法界的诸法有多少 你的妄念就多少 多了 就不好讲了 还要用归纳的方法 这说法才方便 经约福报 及法师名义 则可该设一切法 以 举这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能够包括一切法 这一个例子明白了 于一切法中 你就能够推想 都能够联想 就都明白了 三 不师设六度 六度设万行 不师中以法师谓罪 法师之一名 则六度万行 皆可立之 法师是善行 善行之一名 非善行之事 亦可立之 所谓 举一余 而以三余反 佛给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用这个例子来推断 于一切法当中 都能够正确地理解 得到它的真相 四 因缘生法 为一切法之生 不外因缘 故法及因缘所生之果 无意言一切法 不外因果 故因果设一切法 尽 这是讨论诸法 观察诸法 首先的一个大前提 一定要懂得因缘果报 凡夫粗心大意 观察教一切法 其实一切法并不存在 一切法的现象是什么 是因果刹那生灭相续的幻想而已 哪有真实 所以这是一个大前提 这个大前提必须要搞清楚 要搞明白 下面我们再细细地来观察 来看 五 因缘生法 但有相而无性 可知一切法之当体 如幻如化 如空中花 如水中月 绝非实物 故标题曰体空 显其当体是空而 因缘生法 但有相而无性 性就是体性 所谓是本体 它有相 因为相没有性 所以这个相是假相 这个相是幻相 如梦幻泡影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性 因为它没有性 体 这个相 就是虚妄的 可知一切法之当体 如幻如化 如空中花 如水中月 绝非实物 所有一切的物质现象 都是这样的 没有一样东西 有实体 比喻也比得好 如幻如化 幻是什么 像变魔术 变现出来的 变化的 空中花 眼睛害过毛病的人 有这个经验 眼睛要是害病 看到空中出现一些花 好眼睛没有 病的眼睛会看到空中花 在 冷眼睛上 是遵用这个比喻 叫 木神 就是眼睛害病 看到空中花 看到灯上有圆影 好眼睛的人看不到 这是说明假的 不是真的 水中月 人人都能够看得见 水中的月影 没有字体 不是真实的 顾标题曰体空 显其当体是空 诸法体空 果然明白一切法体空 你对于一切法决定不执着 自自然然你会放下了 诸位要晓得 妄想 执着是造业 造业必定有苦报 虽然这个报也是当体极空 就像做梦一样 你做了个恶梦不好受 梦确实是假的 也当体极空 但是你要受 你真的在里面受罪 六道里面 一负如是 三恶道 地狱 恶鬼 畜生 真要受 虽然三恶道也是当体极空 你不能不受 那个受是非常的痛苦 这些现象 他的过失根源 是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产生了坚固的执着 不肯放下 这样才搞得深深事事六道轮回 佛在经上讲 头出头眉 凡是在六道里面的人 三善道虽然比较好一点 毕竟是在三善道的时间短暂 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久 你要问为什么 实实在在讲 这个答案不必问别人 自己一想就明白了 我们从早到晚 齐心动念 有几个念头是善 有几个念头是恶 这不就清楚了 只想一天的就够了 今天早晨到今天晚上 念念都是自私自利 念念都是贪甜吃慢 那就是三恶道 念念帮助别人 念念利益社会 那是三善道 你想想看 哪个念头多 于是就明了 我们在六道里面 哪个地方我们住得久 不就清楚了吗 贪心重的 你家在哪里 在恶鬼道 因为恶鬼道住的时间最长 那里是你的家 住的短的 到外面去旅游观光 住的短 极度 田慧心重的 你家在哪里 在地狱 邪阵不分 是非颠倒 于吃是处生道 我们只要很冷静的观察 造三恶道的业太多太多了 不知不觉统统在干这些事情 三善道的业 非常非常之稀有 这才知道佛在经上所讲的话 非常有道理 恶道的时间长 善道的时间短暂 叫 头出头眉 像苦海里面 头伸出水面 吸一口新鲜空气 比喻三善道 在一个经斗 又栽在海底下去了 那叫三恶道 说明尘在底下的时间长 出头的时间很短暂 这个比喻 比喻得很好 六 巨族身相 显无性意 法师 显体空意 由是可知 说原生 无意说不可得 说不可得 亦无意说原生 巨族身相 这是后缅经文上讲到的 显无性意 这个地方 佛现得这个身相是报身 现得是大身 法师 显体空意 由是可知 说原生 无意说不可得 说不可得 亦无意说原生 这话一点都不错 给你讲万法因原生 就是告诉你 原生性空 皆不可得 是说这个意思 我们何必要在这个世间 幻得幻师 那错了 不要说这个世间 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 不可得 佛门 佛法 也不可得 你学般若 你得了般若 哪有这个道理 没有这个道理 你学法相 你得了法相 无有意法可得 在一切法里面 实在讲 感应这是有的 所谓是众生有感 佛菩萨有应 我们心有感 法有应 感应道教 不可思议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当体积空 能得 所得皆空 都不可得 你要是能看破 能放下 你的清静心 现前了 你的真如本性 现前了 这个时候可以说 你一切法统统得到 你是真得到 没有见性 换句话说 你什么都得不到 见了性之后 你完全都得到了 没见性之前 佛告诉我们 尝了我尽 这四个假的 四念处理讲 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常乐我尽 巨不可得 可是你见了性 常乐我尽 四尽得 真的有了 法身有常乐我尽 般若有常乐我尽 解脱有常乐我尽 你要问为什么 因为你见到性 性是真的 不是虚妄的 你没有见性 你都试着在相上 相是虚妄的 你是用虚妄的心 前面讲三心 你用虚妄的心 执着虚妄的相 结果是统统不可得 见了性之后 虚妄的心舍了 虚妄的相舍了 你的的完全是真实 所以法身 般若 解脱 三得密藏 各具常乐我尽 四尽得 统统得到了 佛教给我们舍虚妄 取真实 但是 真实 不能有这个念 你有这个念 那还是一个虚妄 还是个妄想 还是个执着 连真实这个念头都没有 才叫真的真实 有这个念头都不行 这就是本经前面所讲的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八十四卷新加坡佛教居士 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八月四 请先开经本第二百页 七 众生处处执着 能执 无非妄想 所执 便是诸法 佛已成言告之曰 如以为有能执者耶 心形不可得 能执之意 当下即空 又告之曰 如以为有所执者耶 诸法原生 所执之法 当体是空 如此开示 正式将众生执见 从根本上推翻 这一段的开示非常重要 我们无始劫来的并根 就是妄想 执着 妄想 执着一天不除 轮回的业果就一天不息 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 如何能超越轮回 如何能一身清正佛果 这一段开示就重要了 现代西方的科学家 也相当的聪明 用数学的理论 用科学仪器的观察 对于大宇宙的太空 小宇宙的原子 电子 粒子 都能够观察入围 这相当不容易 但是在佛法的标准里 他们依然不能称为正觉 原因在哪里 他们没有离开能锁 换句话说 依旧是有能值 有所值 跟经上讲的完全相同 能执着的无非是妄想 这一句话前面说的很多 真心理念 不但真心理念 就连般若也讲 无智无的 心经 上最后的结论 无智亦无的 有此可知 有智就是妄想 有的就是执着 所执着的是诸法 佛在经上教诫我们 如以为有能值者耶 你以为有一个能够执着的吗 前面我们读过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心形不可得 能执着这个意识 当下极空 三心不可得 你用什么去执着 又说你以为有所执着的吗 你所执着的 无论是人 是事 是物 以为你能够得到 以为你能够拥有 这是错误的观念 真实的实相 是诸法原生 原生就没有自信 换句话说 没有自体 正如同现代科学家观察 构成宇宙万物基本的物质 它们叫粒子 而这种粒子 已经有许多科学家观察到 它只是一种波动的现象 换句话说 根本就没有物质的存在 这个说法越说越接近佛法 所以所执之法 当体即空 这样看来 能执 所执据不可得 这是事实真相 明了通达这个事实真相 这才叫正觉 佛说这个人真正觉悟了 佛这个开示 正是将众生无始结的并根 一下拔除了 这是众生执着我见 见能执 执就是所执 这个开示是从根本上推翻了 换句话说 能执 所执根本不存在 根本就不是事实 是众生迷惑颠倒 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看法 八 原生与不可得 皆明及空之意 妄念未成凡之由 将遇了生死 正圣果 必须断念 当之一切法 只是原生 本来是空 既以怨生 不无假象 故法与非法 皆不应取 以一切法 虽绝非真实 而是相俨然 行人即应觉悟 空有不着 离相理念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而 原生与不可得 不可得 是前面讲的三星 不可得 原生 是说诸法原生 皆明及空之意 都是说明当体及空 能所聚空 妄念未成凡之由 这句话要紧 凡是六道凡夫 你为什么会堕落在六道里面当凡夫 佛说正是因为你有妄念 妄念就是妄想 你天天打妄想 打妄想就堕六道 变成凡夫了 这是非常的可怕 将遇了生死 正圣果 必须断念 过去没有遇到佛法之前 迷惑颠倒 虽然知道六道很苦 从来没有动一个念头 想超越六道 当然更不知道 用什么方法超越六道轮回 一直到今天 我们遇到大成乐意的经典 才知道我们应当发心永托轮回 而佛教导我们 确实有超越六道轮回的理论与方法 这真正是稀有难逢 我们真想了生死 真想做佛 做菩萨 必须断念 妄念一定要断 这衣装饰我们总算是明白了 我们很想断念 可是妄念越断越多 好像不断还没那么多 越想断妄念越多 这是什么缘故 事实上 我们的妄念就非常多 没有注意它 不知道它的多 到想断念 想把心静下来 于是发现妄念是这么多 并不是说我们想断时它越来越多 不是的 本来就这么多 平常粗心大意没发现而已 这个时候真正发现了 才晓得有这么多的妄念 断妄念谈何容易 所以佛教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法门 妄念可以不要断 把念头转移过来也行 转念阿弥陀佛 这是无量法门里面最殊胜 最巧妙的一个方法 末法时期除这个方法之外 要断妄念非常困难 当之一切法 只是缘身 本来是空 既以缘身 不无假象 故法与非法 皆不应取 以一切法 虽绝非真实 而是相俨然 行人即应觉悟 空有不着 离相离念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而 这些真实的道理 真实的世相 我们应当牢牢地记住 时时反复读诵经文 提醒自己的正念 妄念为什么断不了 正是因为我们无始劫来 习惯把这些虚妄的假相当作真实 而无法放下 虽然听了佛的真实教会 可是我们的习气太重 观念依旧转不过来 但是比一般是人没有闻到佛法的 还不晓得事实真相 那要好得太多 因此 必须遵依经文 实时提醒自己的觉悟 这对我们修持会很有帮助 一切法是无量因缘所生 只要是原生就没有自信 就是当体即空 虽然他体无自信 但是他有相 这个相是假相 幻相 我们看到这些幻相 实际上是他的相续相 一刹那当中有九百生灭的叶因果报的相续相 佛为我们这样说 实实在在讲 是粗说 是略说 如果是真实说 恐怕我们怀疑 恐怕我们不能接受 只说一个粗相而已 至于维系的相 等待有一天我们的心清静了 自自然然就见到 然后才能体会到佛说法的善巧方便 寻寻善有 因为他有这个现象 有假相 法就是假相 非法就是空性 空与有两边都不可以执着 这个地方的取就是执着 为什么不能执着 因为两边都不是真实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觉悟 空有不着 离相 离念 离相是离执着 离念是离妄想 妄想 执着都不能有 在日常生活当中 学诸佛菩萨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这个生活就自在 就真正的幸福 这两句实在说 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 往里面的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我们再把它说浅一点 说白一点 大家更容易体会 那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 无论是工作 处事 待人皆物 真正要做到 于人无真 于事无求 要真正做到 那就是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为什么于人无真 于事无求 你所真 所求的 都是妄想执着 都是了不可得 那你又何必要真 又何必要求 无真无求 心就定了 心就清净 信心清净 则生石香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就生智慧 智慧生出来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就愈来愈清楚 愈来愈明白 这个时候 你会体会到法系充满 九 若不离念 既且未能 遑论呼召 故学人于此行门 必须空有不着 而于关门 则须一空到底 此理不可不知也 若不离念 既且未能 遑论呼召 真实的功夫就在记召 可是若不离念 既达不到 既是清净心 就是真心 照 是真心起作用 像 班若心经 里面所讲 照见五蕴皆空 通常讲 就以本经所说的五眼 照最低限度 也是慧眼 法眼 它才有照的作用 故学人于此行门 必须空有不着 而于关门 则须一空到底 此理不可不知也 行事生活 事事相 也就是说我们对人 对事 对物 一定要做到空有两边不着 你就自在 关门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见解与思想 也就是说 你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 看法 一定要一空到底 正如慧能大师所说 本来无一物 本来无一物 就是一空到底 这个道理必须要晓得 才能够永远保持清净心 永远保持心里面没有一个妄念 我们初学下手的方法 还是用一句佛号 换句话说 我们空 空不了 一定有念头 就把念头集中在阿弥陀佛名号上 用这一念把所有一切妄念都打掉 这个方法一般人都可以做到的 十 用功当以离念为主 念佛即是离念 离一切妄念 离一切三界轮回念 待至往生见佛 自然原离 用功当以离念为主 念佛即是离念 我们用这个方法 念阿弥陀佛就是离念 离一切妄念 离一切三界轮回念 这个不能不知道 除了一句阿弥陀佛之外 所有一切的念头都是三界轮回念 换句话说 如果不念佛 一天到晚起心动念 都在那里造轮回夜 我们想脱离六道轮回 但是轮回心 轮回夜永远不断 你想想看 你怎么能超越轮回 所以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念佛 把所有一切的念头 统统转变成阿弥陀佛 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 眼见种种色相 要有能力把它变成阿弥陀佛的香 听种种音声 也有能力都把它变成阿弥陀佛声 这样渐渐在境界里 就能做得了主宰 这话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确实也有困难 真正难在哪里 还是难在世间名闻力养 五欲六成放不下 所以一个修道人 必须要把名利看清 看淡 知道这个东西是烦恼 是欺负 深深事事修行 没有成就 就被这个害了 这一生如果不能放下 如果不能摆脱掉 必然还是要搞生死轮回 那就非常可惜了 代智往生见佛 自然原理已 我们现在要看淡 要看清 换句话说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 只要衣服能穿的暖 饮食不缺乏 有一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 足够了 不必要奢求 如果希望把自己的生活品 平直提升 这个念头就是依然留恋六道 生死轮回 所以为什么古时候修道人 无论出家 在家 从前出家人不必说了 所谓 一波千家饭 孤身万里游 过着行云流水的生活 其实在家居士学道 他也能够把他的家业 亲人舍掉 在山上住茅棚 在寺院挂丹修行 比比皆是 这个样子能成就 也就是说 他对于世间名利 五欲真的放下 真的看破了 这样功夫才能得力 一直到往生见佛 就是圆满永远的舍离 十一 真心不但真空 且是真友 真空 黎明觉相顾 真友 常恒不变故 空又易如 真心不但真空 且是真友 真友跟真空是一桩事情 是一体 我们常讲一体两面 哪来的两面 如果说一体两面 他还没有能够完全弃入 没有能够完全明了事实真相 前面我们讨论到无时无需 不依不易 万法易如 真空 真友就是显示这个意思 真空 黎明觉相顾 真友 常恒不变故 空又易如 这段话的意思很深 一定要细心的去体会 真心所现的境界教义真法界 华言经 上皮卢遮那佛所现的境界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所现的境界 都是真友 与此相对的 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实法界 实法界叫假有 不叫真友 真假怎么分法 佛门里面有一个简单的定义 凡事会变的就是假的 凡事不变的 我们就叫他做真的 由此可知 真友不变 西方极乐世界的佛 与所有往生的大众 他们的身相永远不变 他们的生活环境永恒不变 那叫一真 一真实在讲 就是华言经上所说 为心所现 那个心是真心 所现的一真法界 所以那是真友 假有则是 为实所变 把一真法界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 无量无边不好讲 所以佛把它归纳为实大类 叫实法界 实法界是为实所变 那是假象 诸位从这个地方 去细心体会 这一段文的意思 体会是 空有意如 十二 一切原生之法 本模是物 但假现相而已 乃是真空 假有也 空有相待 故约同时 前面给你讲的是真空 真友 这个地方讲真空 假有 假有是指实法界 真友是讲义真法界 差别的意思在此地 空有相待 故约同时 十三 或约 心外无法 心身则种种法身 此心只望心而言 然则佛菩萨既无妄念 而能现种种净香 不知何由而成 底下一段 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这些话都是大成经上的 心外无法 心身则种种法身 心灭则种种法灭 心外无法 这个心是真心 心身 这个心是望心 两个同样是心 意思完全不相同 佛经难读也在此地 无法 是无实法界一正庄严之法 实法界一正庄严都是虚妄的 它从哪里来的 望心变现出来的 望心就是实 为实所变 佛与大菩萨 一般说原教初驻菩萨就转十成智 转八十成四智 他没有望念 不再用望心 这个地方我想许多同修们都知道 初驻菩萨破一品无名 见一分真性 真性就是真心 从此以后不再用望心 也就是不再用心心锁 八十五十一心锁 初驻以前的菩萨 包括二圣 凡夫 我们起心动念 都是用八十五十一心锁 在百把 二十四个不相应形里面 称之为 一身性 依旧是不一样 跟佛用的心不一样 佛用真心 我们用望心 原教初驻菩萨 别教初的菩萨 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真性 就叫做 同身性 他们用的心跟诸佛如来相同 佛的决心圆满 他们是决心 是真心 但是不圆满 里面还掺杂着无名 但是他却确实实是用真心 不再用望心 佛菩萨既无望念 这是指缘初驻 别初的以上的 他们也能够现实法界 他也到六道里面现应身 化身度化众身 正如同 普门品里面所说 应以佛身而得度 他就现佛身 乃至于应以同男 同女身而得度 他就现同男 同女身 应以宰观 居室身得度 他就现宰观 居室身来教化众身 他能现种种相 这些种种相是望心变现出来的 他们已经没有望念 怎么会现相 怎么可以是同凡夫 答案在下面一段 十四 佛菩萨时无有念 种种静香 乃流或润身 一时由心而现 此则由于应地发大悲愿 随缘度重 故正果后 虽不起念 而急速习悲愿 熏习之力 便能随机感缘 现诸镜像 西方净土 亦弥陀因地大悲愿力所现者也 佛菩萨时无有念 真的 他没有妄念 种种静香 乃流或润身 一时由心而现 这真是慈悲到了极处 我们通常称佛菩萨叫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的意思就在此地 他有能力把烦恼断尽 他不是没有能力 真有能力 虽有能力断 他不断 不忍心去断 不断就是把烦恼留住 他确实有能力断 不是像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断 转烦恼为菩提 他把烦恼转成菩提 转身死为涅槃 实际上讲 诸佛如来所现的种种香 大多数是菩萨香 如果最后一品身香无名断了 他就超越十法界 不可能再回到十法界来 不可能再来 他留那一品身香无名不断 这叫流或润身 润 好像滋润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教化众生 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 不肯把最后一品无名断掉 他在六道 十法界里面 献种种香 献种种生 一时由心而献 这个心是妄心 那一品身香无名不断 这个心就是妄心 他要把妄心留住 真心他正的 妄心可以保留住 此则 由于因地发大悲愿 随缘度重 这就是说明为什么他不断 是在因地里曾经发过大愿 哪一位菩萨 甚至于哪一位同修 没有发过四红誓愿 四红誓愿第一条 众生无边誓愿度 我们发过这个愿 成了佛哪有不度众生的道理 成佛 成菩萨 过去发的愿都要兑现 故正果后 虽不起念 而急速习悲愿 熏习之力 便能随机感缘 现诸镜像 这个道理就在此地 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都发度众生的大愿 这个愿力熏习的力量 也是不可思议 能令诸佛菩萨不忘众生 众生有感 他就有应 感应到交 我们晓得 正得法身的菩萨就是成佛 这是佛门当中常说的明星见性 见性成佛 原初驻菩萨破一品无名 见一分真性 他也成佛 他就有能力 在我们这个世间是现八相成道 如果这个世间众生缘成熟 应以佛生而得度者 他就现八相成道 他正得法身 法身便一切处 像我们现在所讲的电子一样 无线电的电波便满一切处 我们有各收音机摆在此的频道一波 全世界的节目我们统统都能够收得到 原因在哪里 因为电波摩索不在 诸佛菩萨的法身便满法界 哪里有感 哪里就有印 印身现前 那佛有没有来 佛是不来而来 实在讲是无来无去 这个法身 法身是体 从法身就现印化身 体是一个 净虚空 便法界 印身无量无边 哪个地方有感 哪个地方就有印 感印道交不可思议 这是说他能现境界 能现象 西方净土 亦弥陀因地大悲愿力所现者也 这是我们在 无量寿经里面读到 西方极乐世界 确实是阿弥陀佛悲愿所现的 十五 我等修因时 必须悲愿具足 身观诸法 原身之意 使熏习成种 乃能于大定中随愿事现而 这一段事教导我们 我们应当要学佛 要学佛真实慈悲 真实发愿 我们为什么强调 真实 两个字 这两个字根文上 具足 意思相同 一定要做到 发的愿要做不到 这个愿是虚愿 空愿 发了一定要做到 虽然发大慈悲度众生的大愿 这是好事 可是世间事 自古以来中国 外国都不例外 所谓 好事多磨 磨是什么 是障碍 你想做一桩好事 你的障碍就非常多 障碍从哪里来 因为你妨碍了许许多多人 他们的名利 他们认为名利是他现前真实的利益 你要做好事 一定对他的名利有妨碍 于是这些人想尽方法来阻碍你 来障碍你 来破坏你 这是免不了的事情 因此 必须要有耐心 必须要有智慧 克服种种魔障 使你的愿心能够落实 能令一切众生得到真实的利益 这个地方就叫给我们 如何坚定悲愿 消除障碍 身关诸法原生之意 使熏悉成种 这就是与诸佛如来没有两样 虽然通达明了诸法原生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但是度众生的宏愿 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的愿心 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反而能够坚固 熏悉在阿赖耶实里面变成了种子 于是才能够在大定之中随缘视线 什么叫大定 是不是你每天盘腿面壁去做禅 这叫大定 那就错了 因为你盘腿面壁去修禅定 你对于一切众生什么忙都不能帮 那不是大定 大定是什么 佛在本经上有两句话 不取于香 如如不动 这是大定 冷言经 上所谓守冷言大定 就是金刚经 上这两句话的形容 什么叫做不取于香 我们六根源六成境界 不会被色 生 香 畏 触 法 所诱惑 不为外境所诱惑 这叫禅 如如不动 内里面不起心 不动念 这是定 所以大定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行住坐卧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之时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不分别 不执着就是不取于香 不起心 不动念就是如如不动 我把这两句说成四句 大家好懂 这叫大定 这样才能够随原视线 就如释迦牟尼佛在本经开端发起的那个样子一样 世尊世现住世八十年 为我们讲经说法四十九年三百余会 他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实在讲就是金刚经上这两句 他真的做到不取于香如如不动 也就是我所讲的 于一切静缘 静是物质环境 缘是人事环境 一切人事 物质环境当中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他做出这个样子给我们看 这就叫空有两边不着 这就是无助身心 身心无助 大定是无助 随原视线是身心 虽然随原视线 还在大定当中 正是所谓 那家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他的行住坐卧都在定中 这是我们要知道 要学习的 十六 开佛之见一大段 实为全经最要部分 前后所说 无非开佛之见 性者性词 解者解词 修者修词 证者证词 和性解行证 方将开字功夫做了 性是初开 而解 而行 而证 乃就静开也 开佛之见一大段 这是一大段经文 实为全经最要部分 这是一部 金刚经最重要的一部分 前后所说 无非开佛之见 佛的之见前面已经把他总括起来说 就是 诸法如意 经文上就是这一句 如来者 诸法如意 世尊在为我们加以解释 诸法如意 怎么讲 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法无实无虚 不依不义 跟我们讲八部 八部的意思就是诸法如意 这是佛之佛见 性者性此 我们对于大乘佛法 对于般若经典 你性了 性什么 就是性 诸法如意 就是性 无实无虚 就是性 不依不义 就是性 原生 与 不可得 解者解词 修者修词 证者证词 和性解行证 方将开字功夫做了 开佛之见 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开悟了 某人开悟了 金刚经 读到这个地方 有多少位同修已经开悟了 这个地方把开悟讲得这么清楚 这么明白 悟了之后 这是讲性 性是初开 我想初开 大概我们人人都有分 这是初开 而解 而行 而正 乃就近开也 这是需要功夫 可能我们现在功夫还不到这个境界 但是性这个初开 是一定可以得到 但是我们一定要进步 要向解行上下功夫 我们的物处才有真实的受用 才能把它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138 明福得明福得因缘 虚菩提 于亦云和 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 以用不施 世人以是因缘 得福多不 下面是虚菩提尊者的答复 如是 世尊 此人以是因缘 得福甚多 这是已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不施 一 此事总明缘生之意 从不施因缘说到福得 不施因也 福得果也 因缘所生因果无尽 不施等 等为佛门大事 尚不离缘生 不离因果 则其余一切法可知已 此事总明缘生之意 从不施因缘说到福得 不施因也 福得果也 因缘所生因果无尽 不施等 等就是等其他的五度 这一个字里面包括了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为佛门大事 尚不离缘生 不离因果 则其余一切法可知已 说明是初世间一切法皆是缘生 都不离因果 他这个意思在此的 让我们了解 因缘所生 因果无尽 正因为这一个事实真相 所以佛教给我们 应魔所助 而生其心 道理在此地 为什么要无助 因为能执着的 三心不可得 所执着的诸法原生 当体即空 所以你不能执着 你执着都是属于妄想 那是完全错误了 为什么叫你生心 因为因果无尽 你生的善心 现的是善果 你生的是不善心 现的是不善果 因缘果报丝毫不爽 这是佛提醒我们一定要生心 要生清净心 要生善心 所现的业果 自然就善 自然就清净 这个意思在此地 二 前半步中 长老达词 多言 不也 后半步为开佛之见中 达 如是 最多 表诸法 一如 一切皆是之意 世民荣相会性 前半步中 长老达词 多言 不也 他那个 不也 也不是否定的 这前面都说过了 不是否定 但他也不是肯定 意思是说不能这么说法 后半步的达言 后半步为开佛之见中 在开佛之见这一大段经文里面 达如是最多 像此的的经文 他答复的也是 如是世尊 达 如是 表诸法 一如 一切皆是之意 世民荣相会性 性相亦如 性相不耳 必须要开佛之见之后 这个答复就有意思 就正确而没有错误 这个人的的福是多 139 明媛会则生 这一段课题上说 明媛会则生 由此可知 福德是因缘所生法 因缘所生法当然也是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所以开佛之见之后 对于这些道理 事实真相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虚菩提 若福德有时 如来不说的福德多 以福德无故 如来说的福德多 一 因为 福德 是原生法 一切众生 但能不失六度 生殖因缘 则因缘聚会 福德便生已 这是答复福德多的意思 由此可知 他的重点不是在果 是在修因 这也正是大臣经常说的 众生为果 菩萨为因 众生恶的果报现前 害怕了 害怕实在讲也没有用处 也没有办法避免 菩萨跟我们心态不一样 菩萨对于噪音非常谨慎 也就是说其心动念 所作所为 他非常谨慎 必定是断恶修善 积功内德 他在这里下功夫 这就是他能修不失六度 生殖善因 这个因缘是善因缘 可是修福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如果没有善根 如果没有福 没有智慧 往往错修了 勒凡四训 尚讲得好 我们讲善与恶 正如中风禅师所说 善根恶有真有假 有偏有缘 有伴有满 如果你没有智慧辨别 把假善当作真善 把真恶当作假恶 那你就全都搞错了 你所修的因 问题就多了 所以一定要有智慧 要能够辨别真旺 邪正 是非 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断恶修善 积功内德 生殖因缘 因缘聚会 静得在这一身 远得在来身 在后身 诸佛菩萨教给我们一桩事情 福德一定要给众生去想 自己不要去享福 佛跟菩萨他们修福不享福 这是做出一个榜样来给我们看 指种善因 善果让一切众生共享 这里面的意义非常的深远 显示出佛菩萨无尽的悲心 利益众生 二 表面说福德 实事说不失 若不修不失之因 那来福德之果 顾如来不说的福德多 正因福德当体极空而无实 乃是因缘生法 顾欲的果者 但修其因 若勤修不失 则福德自制已 顾如来说的福德多 由此可知 经文里面的意思 句句都有深意 从理体上讲 如来不说的福德多 从事相上 因果上讲 如来说的福德多 这一句经文里面 面面俱到 讲得非常的圆满 信箱因果统统都说到 正是我们学习之处 无论是在六道 在六道 当然更重要 除了三界六道 做菩萨 做佛 还是要修福德之因 为什么 无福不能度众生 无福不能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诸佛如来 没有一个不修福的 佛尚且修福 何况菩萨 生文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三 法法莫非因缘所生 福德不失亦是原生 福德之因缘为不失 不失之因缘 发心事也 欲不失不着相 必先于福德不着相 不失之所以这相 无非为贪求福德 则大物以 其所得者 不出三界 终是苦因 故依如意不说的福德多也 法法莫非因缘所生 法法是指世间法 与初世间法 都是因缘所生 福德不失亦是原生 无论从因从果上 也都是原生 福德之因缘为不失 不失之因缘 发心事也 你为什么肯不失 因为你明了事实真相 明了法界众生 与自己是一体 因此你的施舍 是出于真心 你的施舍 是出于无条件 这是真因 必定感真实的果报 心是无尽的 虽然失物不多 但是所感的果报 也是无尽的 欲不失不着相 必先于福德不着相 不失之所以这相 无非为贪求福德 则大物已 这一点很要紧 自古以来 在佛门里面修福的人 很多很多 他不知道这个道理 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 也就是说他没有智慧 他所修的有没有福 当然有福 福报不大不广 所谓是有漏的小福报而已 如果是有智慧的人 了解事实真相 他能把小福报 变成无尽的福报 怎么变法 不分别 不着相 这个福报就无有穷尽 所以不可以贪求福德 修一切福德之因 决定不贪求福德的果报 诸位要知道 你有一个贪心在 你怎么能出得了三界 三界是怎么来的 贪、甜、吃变现出来的 所以只要有一丝毫的贪心没断 贪、甜、吃、慢、疑 所谓是地狱五条根 一、说老实话 我们今天对于念佛成佛 往生净土这个法门生起疑惑 那就完了 他这一生没有超越六道轮回的指望 所以今天这个一字 我们要这样讲法 唯有生性净土法门 发愿求生净土 他才有希望在这一生当中 永托轮回 永托轮回超越三界 贪、甜、吃、慢 一这五种烦恼 有一丝毫没有断干净 就出不了三界 也就没有法子往生 往生虽然是代业 经上讲得很清楚 它是代业因 代业习的种子 不代现行 不代现行是你现前不能有 你念佛的时候不可以有 那个 有 念佛里面还夹着贪甜吃慢疑 这个不能往生 在念佛的时候 烦恼的习气念头决定是断掉了 这一句阿弥陀佛取而代之 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 而没有贪甜吃慢疑 那叫功夫 功夫得利 有这些东西掺杂在其中 念佛念得再多 念得再好 一天念十万身 也不算功夫 功夫不得利 得利不得利 就看里面有没有夹杂 所以我常讲敬念 敬就是不怀疑 不夹杂 不怀疑 没有 疑 不夹杂就是不夹杂 贪甜吃慢 这个很重要 贪求福得的贪字坏了 那就大悟了 其所得者 不出三界 终是苦因 他所得的 的确的人天福报 可是人一享福就迷惑 诸佛菩萨的福报大 太大了 我们看华藏世界 看极乐世界 那个富贵 不要说我们人间不能比 天上的大饭天王也比不少 可是诸佛菩萨 视线到我们这个人间来 为什么不享福 为什么视线的那么辛苦 道理在哪里 道理就在我们的烦恼习气 没断 一享福就迷了 所以佛菩萨视线 虽有福德 不享福 还是三一一波 每天去起石脱波 还是去干这个 以身教做样子给我们看 不能享福 六道里面众生 有一点福报就糊涂了 他心里天天在增长贪甜吃 你说那怎么得了 增长贪甜吃 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 念佛也不能往生 何况修其他法门 这就大错大错了 他来生那一点福报响尽了 又要剁三图 福报越大剁得越苦 所以说 终是苦因 这一桩事情 诸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屡次地告诫我们 故依如意不说的福德多也 不说的福德多 他也有理论的依据 依据诸法一如 而说 四 观一切法空 无福德之念 但为利益众生 修理相知三谈 则是福会双修 卑至巨足 必得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 无边功德 故依如意说其的福德多也哉 这一段是说明诸佛菩萨 为什么要修福德之音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观一切法空 你心里面自自然然没有受福的这个念头 贪心就不会起来了 贪心虽然不断 他真的被扶住 被你的定会扶住 定会就是 不取于乡 如如不动 为什么要修阴 修阴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诸位想想 我们现前这个世界 现代由于交通便捷 科技的发达 资讯的发达 几乎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的状况 我们都能了解 现在世间人想的什么 他说的是什么 他做的是什么 我们把它总归纳起来 真的是五个字 贪 甜 吃 慢 疑 全世界的人都干这个 这样的世界 这样的因果 这个世界还能建立吗 焉有不坏之理 为什么这个世界还不坏 就是因为有佛菩萨在修坛 在修布施 在修阴 我们在造罪业 所有众生都在造罪业 造罪业 这个世界要坏 佛菩萨要挽救这个世界 使他不至于崩溃 他们在修福德 在修财布施 法布施 无谓布施 三谈是三种布施 谈是谈那 福慧双修 卑至俱足 必得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 无边功德 这个功德不是佛菩萨自己受用 而是为一切苦难的众生 给他们受用 众生虽然受用 并不知道 这是俗话说 不知道佛菩萨明明之中 在保佑我们 造这样极重的罪业 这个世界还不坏 道理在此地 我们把这些话说给大众听 大众反过来还笑话我们迷信 他不能接受 他不能相信 虽然不接受 不相信 佛菩萨还是保佑他 还是加持他 还是修福来供养他 这叫 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彻底显露无疑 佛菩萨 这样做 佛菩萨也教导我们 勉励我们也要这样做 故一如一说其的福德多以哉 五 佛经所说因果道理 彻底圆满 及其精为 广大圆妙 事出事法 所莫能外 然后使之因果可谓 使之佛法为人人所必须 这段话讲得非常之好 因果的道理 世间圣贤如同科学家 哲学家 宗教家也都明了 中国 外国 自古至今 说的人非常之多 但是没有佛说的这么彻底 没有佛法讲的这样圆满 这是事实 尤其佛在大成经 所讲因果之理 因果事实的真相 却确实实像此的所讲的 及其精为 广大圆妙 事出事间法都不能超越因果之外 如果对于这个道理 这个事实 能够稍稍体会到一些 你就会得很大的受用 这个受用是什么 你真的知道因果可谓 你才真正知道 人 众生 为什么会做错事 为什么会作恶 实实在在讲 他不明因果可谓 他对于因果的理事没搞清楚 所以其心动念 言语造作 他不在乎 菩萨看在眼里非常可怕 单单就这一点 我们就晓得佛法 却确实实为一切众生所必须 因为只要能够深深体会到 因果的理论与事实 这个人决定会断恶修善 决定能积功内得 他的前途是一片光明 他的果报正如同经上所说 已是因缘 得福甚多 这是必然的 六 欲真明了是间法 不能不鲜明佛理 然后使之离乡离念 关系重大 绝不至末世 绝不敢为难 乃能发大心 修大行 正大果也 欲真明了是间法 不能不鲜明佛理 这个话说得很正确 为什么说明了是间法 要鲜明佛理 诸位要知道 所谓佛法就是解释是间法 我们在认识佛教里面 一开端就把这个意思说出来 佛所讲的一切经 内容是什么 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 人生就是我们自己本人 宇宙是我们生活环境 这里面包括人事环境与物质环境 世尊说法49年没有说别的 就是把事实真相跟我们说明而已 岂不是 欲真明了是间法 不能不鲜明佛理 然后使之离乡离念 关系重大 这从因果上说 离乡离念是因 明心见性是果 离乡离念是因 成佛 成菩萨永托轮回是果 还是一个因果 这个关系太大了 如果不能离乡离念 换句话说 永远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 你想这关系多大 所以清楚 明白了 绝不致末世 绝不敢为难 乃能发大心 修大行 正大果也 由此可知 修行人应寻苟且 也就是不肯认真用功 把修学看作自己生活当中不太重要的一部分 这就是末世 这就是无知 迷惑 如果把这些因果道理搞清楚 事实真相搞清楚 他绝不敢轻视 会把修行这桩事情 当作自己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桩大事来看待 他会非常认真 绝不敢为难 他要认真努力 这样才真正能够发大心 什么是大心 了生死 出三界 念佛往生 不退成佛 这是大心 他发的是这个心 修大行 什么是大行 空有两边不住是大行 信愿持名是大行 往生不退是 正大果 七 总之 佛说因果 能令人成世间善人 贤人 圣人 乃至成菩萨 成佛 其广大圆妙至极已 总之 佛说因果 能令人成世间善人 贤人 圣人 这是佛说法的小利益者 那些心量狭小之人 他来学佛 目的是什么 目的求人天福报 没有出三界的念头 我们也是有所闻 学佛希望来生还的人生 来生富贵比这一生还要殊胜 求这个 这是眼光浅的人 稍微大一点的人 知道人寿命短促 纵有富贵享受也不久 听说天上的福报大 天人寿命长 学佛目的在升天 佛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一定满众生的愿望 你想的人生 来生一定得人生 想生天想天福的 来生一定能生天想天福 满你的愿 所以 能令人成世间善人 贤人 圣人 能够成就 如果真正觉悟 真正明了 不但六道不能住 实法界也非究竟 这个人可以算是彻底觉悟 真正明了了 不但是要超越六道 还要超越实法界 佛也能满他的愿 也能帮助他 满足他的大愿 乃至成菩萨 成佛 总而言之 是出世间一切法 都不出因果定律 其广大愿妙至极已 这是真的 世间无论什么人 讲因缘果报 说实在话 都不出世间 不超越世间 纵然有一些宗教家们 他们有真实的禅定功夫 在定中的境界 他们看到六道的状况 于是说的因果 比世间一般人要讲的高明 可是他们终究出不了三界六道 唯独佛法所讲的因果 的确是广大圆妙 达到极处 它能够达到成就近圆满佛的因果 这才是真实就近 真实的圆满 达到极处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般若研习报告第八十五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八月五 请先开经本第二零四面 一四零 明报声明色身非性 须菩提 余意云合 佛可以聚足色身见不 不也 世尊 如来不应以色身见 何以故 如来说聚足色身 即非聚足色身 是明聚足色身 这一段是从佛的报声来说 一 聚足 圆满之意 只功行圆满 万得庄严之报声 色身 名为聚足者 正应其诸相聚足 故色身为所庄严 诸相未能庄严 分而说之 亦在显其有能有所 正是圆身法而 不但本经字字句句 含无量意 即使小柱也不例外 里面一丝非常的深远广大 不仅是诸佛菩萨的报声 即使六道众生 像我们凡夫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容貌 都与自己的心形有密切关系 体质的健康与否 容貌的圆满与否 世间人常讲 相随心转 而佛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 一切法从心响生 我们的身体 乃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所有一切的受用 无不与心形有密切的关系 经上 聚足 是圆满的意思 是说他的烦恼断尽 夜席断尽 功德圆满了 也就是说清静心完全恢复 因此身相亦丝毫的欠缺都没有 这是表面的意思 更深一层的意思 虽然文字上没有 但是文字里面 却确实实含设在其中 正如是尊在 华言 里面所说的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得香 这一切众生 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我们有圆满的智慧 有圆满的得香 就是像经典里面赞 佛万德庄严的身香 我们本来有 本来有那么好 那么圆满的色身 相貌 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要知道 圆满的色相是我们本来具足 是我们本有的 是自己本能 现在在六道里面 得得这个烦恼有漏之身 这是错误的 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迷失了自信 迷失了本心 真正是相随心转 我们一天到晚打妄想 一天到晚生烦恼 这个色身 容貌怎么会圆满 这是我们读这段经文 细细地去观察 它确实包含这个意思在 我们要想恢复圆满的报身 一定要断恶修缮 一定要离念离香 功德才真正圆满 诸相聚足 这个香通常我们讲三十二相 八十众好都显现在身体上 所以说色身为所庄严 三十二相 八十众好是能庄严 把相好跟色身分开来讲 它的用意是告诉我们 有能庄严 有所庄严 有能 有所那就是原生之法 所谓因原生法 既是因原生法 它必然也是无有自信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这是前面把这些道理 事实的真相 一再为我们显示 二 不也 活聚 为意可 意不可 法身报身 不依不依 若会归不依之信 则可见 若执着不依之相 则不可见也 上言 不也 下言 不应 意显无所谓可不可 但不应而 虚菩提尊者答复的言词里面 第一句是 不也 这个 不也 跟前面的答复意思是相同 它是个活句 为意可 意不可 或者说 不能这个讲法 它不是一个否定的词 法身报身 不依不依 不依不依 是般若里面的精髓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前面我们费了许多的时间 说这四个字的意思 这四个字 如果真正能够通达明了 则是尊二十二年所讲般若的义趣 你就能够掌握到 换句话说 般若的受用 多少你也能得几分 不依跟不依是一桩事情 若会归不依之信 则可见 若执着不依之相 则不可见也 上言不也 下言不应 亦显无所谓可不可 但不应而 也就是不应该这样说 不但不应该这样说 实在说连这种念头都不应该有 那是为什么 如果有这个念头在 我们的心就不清静 像六祖所说 本来无一物 你怎么还有一个可见 不可见 怎么还有这个杂念在其中 所以它的含义很深很深 三 何以故 下 明不应之意 毕生解缘生道理 而两边不着 然后性相缘容而不易 则见相便是见性 其所见者 乃是无相无不相 亦即如时空 如时不空之权性 何以故下 后面这一小段 明不应之意 为什么不应该这么说 为什么不应该有这个念头 那就是 极非是名 这样的句子 我们在前面读过很多 它的精意 它的精华 我们多少也能够体会到一些 这是 金刚经 讲到这个地方已经超过一半 毕生解缘生道理 而两边不着 然后性相缘容而不易 则见相便是见性 这就是可见的意思 但是它有条件 见了性的人可以这个说法 没有见性的人不行 为什么 不是它的境界 所以对于 所以对于万法原生的道理 万法原生的真相 一定要深刻的了解 透彻的了解 那个了解的样子是什么 底下一句说 两边不着 我们现在还是执着 为什么你会执着 你对于原生的道理 根是实真相 没有真正透彻 如果真正透彻 你一定是两边不住 凡夫者像 这有 二胜者空 全教菩萨是一有一空 我们讲的就是中道 它住在中道上 其实中道能不能住 也不能住 空 有是两边 把空有合在一边 中道又是一边 还是怨生之法 所以真正显示这个事实真相 只可以说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仿佛把这个样子透出一点点 但是心形触灭也住不得 也不能有这个念头 心形触灭尚且不可得 诸位细细想想言语道断 硬不应该说 不硬 这句话就正确 深解缘深的道理 两边不着 然后性相就圆融 这个时候见相就是见性 中国古代禅宗大德 测验见性的学生 问答的言词都记载在禅宗 语录之中 我们称作疾风化 一般人听到他们的问答 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好像是所问非所答 所答非所问 那个见了性的人听起来就很有味道 所以境界不相同 其所见者 他见的是什么 跟我们果然不一样 他见的是 无相无不相 在一切境界相里面 他见的是这个 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一下子会不过来 我们可以举一个浅显的例子 诸位从这个比喻例子当中去体会 譬如新加坡最近建了不少的大楼 工程都还没有完工 我们一般外行人看到 看这个楼很大 一看多少层 很壮观 我们看的是这个 折香 不见性 建筑师 工程师到那儿一看 跟我们看法不一样 他看的是什么 他看的是个图样 结构合不合理 这栋建筑里面需要多少钢筋 需要多少水泥 需要多少工作日 他看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看不出来的 外行人看不出来的 懂得建筑结构 他看法跟我们不一样 这个大家好懂 见性跟不见性 也仿佛是这样 见了性的人 六根接触外面六成境界 他看的是无相无不相 他看的是不一不一 他看的是无时无虚 哪里是我们的境界 因为他看出这样 所以他空有两边不住 我们看不出来 看到这些六成境界都是有 实实在在有 有里面又起了贪甜吃 我们干这个 这跟见性的人就完全不相同 所以见性的人 他所见的是 如实空 如实不空之权性 他见到的真的是具足圆满 圆满的一丝像 大方广佛华言经 里所讲的体 像 作用 面面俱到 面面清楚 他看的是这个 我们虽然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听佛在经上讲讲也好 知道我们跟诸佛菩萨在思想上 见解上 生活上 究竟差别在哪里 大臣经特别是 金刚般若 给我们透露了不少的消息 四 心有所取 尤其动念 欲意无所取 唯有理念 理念不能 则为只持弥陀名号 一心称念 而离一切杂念 以弥陀名号 能导入真实暴徒故也 心有所取 尤其动念 这个念头及其维系 就是讲着有 着空 或者是两边不着 你们想想他着了没有 两边不着 他着了两边不着 他还是着了 可见得真是很维系 这是什么 心有所取 他心动了 动心 这地方讲动念 动念跟动心是一个意思 心动了 就有所取 有所取一定就动心 实在讲也是一而二 二而一 欲意无所取 唯有理念 欲无所取是正确的 不但你取世间五欲六成错了 你取佛法也错 本经前面世尊跟我们讲过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法 是佛法 佛教给我们恢复自信 佛教导我们明心见性 怎样才能明心见性 一定要一无所取 金刚经 尚所说的境界 就是你自家的限量境界 一无所取重要 我们在初学常常提起两句话 但是要做到 于人无真 于事无求 常常记住这两句话 要把这两句话认真 努力的去做到 这两句话做到之后 那就是一无所取 道一无所取 就是本经佛教给我们离乡离念 你才真做得到 离念不能 则为直持弥陀名号 一心称念 而离一切杂念 这个话说起来容易 不要说一无所取的离念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于人无真 于事无求 都做不到 离四项 四见 当然是更不必谈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如何能够脱离三界六道 如何能够了生死 成佛道 唯有一条路 那就是念佛 所以是 离念不能 诸位要知道 佛法里面 无论是哪一个宗派 无论是哪一个法门 所谓无量无边的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尽管修学的方法门 尽不相同 但是它的方向 目标是相同 都是离乡离念 如果做不到离乡离念 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 这是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看到 佛说像我们这些众生 都是无量劫来 深深世事都在那里学佛 都在那里修 修积善根 福德 所以你能够到这个地方来 听两个终点 金刚经 不简单 新加坡三百多万人口 为什么他们不到此的来 你到这个地方来 这是佛讲你们过去身中 深深世事修积善根 福德 因缘无量无边 这样殊胜的福德 因缘 为什么你还在搞六道轮回 过去我们不知道原因所在 现在晓得 没有离乡 没有离念 我们的毛病就发生在这里 这才晓得一切法门修学的难处 难再不容易离乡理念 这一次我们的元书圣 正如弥陀经上所说的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 因缘的深彼国 我们这一生当中善根 福德成熟了 诸佛菩萨把因缘为我们促成 我们知道佛门里面 有一个净土法门 只要具足信愿 持明就能往生 不需要离乡 也不需要离念 只要老实念佛就行 这是真实不可思议 无比殊胜的法门 这个地方也交给我们 唯有支持弥陀明号 念佛的人很多 往生的人并不多 这个毛病又出在哪里 出在他的信 愿持明没有达到一心 也就是说 他相信净土 对于是出世间一切法 他还放不下 他愿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他也不愿意舍掉现前的环境 于是他念佛里面夹杂 这个念不叫净念 大士智菩萨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我们今天念佛没有收设六根 六根还是向外面六成境界上攀圆 六根没有收设 念不清净 一面念佛一面还打妄想 这样念佛不能往生 只可以跟西方极乐世界种一点善根 这一生当中决定不能往生 要想这一生往生 记住这几句话 一心称念 而离一切杂念 离一切杂念就是不夹杂 一心称念是不怀疑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那就决定的身 以弥陀名号 能导入真实暴土故也 这一句话是讲果报 念佛人的果报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实暴土 暴土是暴身所居 所以身到西方极乐世界 果报不可思议 无量寿经 里面讲得很详细 诸位常常读诵自然明了 5. 佛说诸法原生之宗旨 在令人体会极假极空 极空极假道理 知一切法本无可知 亦不必知 以弥陀而 佛说诸法原生之宗旨 在令人体会极假极空 极空极假道理 诸法原生 班若经 里面讲得最多 法相经典里面讲的也不少 由此可知 这桩事情 却确实实是世尊为一切众生开示的主要的一个命题 它的用意何在 众生无始节以来 深深世事都迷在境缘之中 坚固的执着 以为原生之法是真实的 以为原生之法是可取的 是可以得到的 这是我们深深世事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 不能够脱离的原因 佛为我们说原生的宗旨 就是叫我们了解这一桩事实真相 你不了解 佛单单劝你放下 劝你舍弃 你不会甘心情愿 纵然听佛说的道理说得很好 说得很圆满 很有道理 可是自己还是不肯放下 佛晓得 虽然佛说了很多 你的观念依旧转不过来 佛不怪我们转不过来 不怪我们 他知道我们的病根之所在 他没把我们治好 他像医生一样 我们是病人 吃了他的药 并还没见效 所以佛继续不断来为我们治疗 这就是说法四十九年 为什么不是短短时间就完成 要那么长的时间 不仅是四十九年 说真的深深世事 佛法当中常说 佛是门中 不舍一人 无论我们沦落到哪一道 诸佛菩萨总是跟着我们 总是找机会开导我们 这是大慈大悲 总希望我们早一天觉悟 真正明了体会到了 是初世间一切法空有同时 即假即空 假是说相 空是说体 体是法性 像是患有 假有 是刹那九百生灭的 叶因果报的相续相而已 实实在在像 冷言经 上所说 当处出生 当处灭尽 随众身心 应所知量 他却确实实施了不可得 本经说的透彻 说的好 不但诸法不可得 就是说到我们能执着的心 三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这就说明我们凡夫起心动念 以为有能执着的心 以为有所执着的法 哪里晓得能执 所执据不可得 这是把诸法原生的宗旨彻底显露出来 知一切法本无可执 亦不必执 以离念而 离念的功夫是以这个为基础 知道一切法 是出世间一切法不可得 不可得当然就不可以执着 也没有必要执着 执着就错了 不执着这才能离念 这个心自自然然就平下来 心像水一样 没有进戒风去吹它 自自然然心水就平静 恢复到清静 平等 清静 平等是真心 是本性 六 修离念之因 必或无念之果 人不外乎原生法也 无念者 所谓佛制也 真如也 修离念之因 必或无念之果 佛法的修学 归根结底总离不开因果的定律 六道有六道的因果 十法界有十法界的因果 成佛也有成佛的因果 我们修究竟圆满的 离念之因 必定会得 无念之果 人不外乎原生法也 古德叛佛陀一代的经教 就是以一成圆满的代经 华言 法华 都离不开因果 华言经 里面五周因果 法华经 里面一成因果 所以这里说人不外乎原生之法 无念者 所谓佛制也 真如也 我们为什么要得无念之果 无念之果是什么 无念之果就是如来智慧得香 无念之果是真正究竟圆满 无有丝毫欠缺 我们常讲圆满的佛果 圆满的佛果是无念 正如同佛在 班若经 上讲 究竟圆满的班若是无知 我们晓得 金刚经 是 班若经 的精华 班若经 的刚要 这在开经时 经体里面就向诸位报告过了 除了 金刚经 之外 还有更精彩的 刚要与精华 那是什么 班若心经 我相信每一位同修都会念 班若心经 是 金刚经 的刚要 是 金刚经 的精华 而归结到最后 达到顶点 像宝塔到了尖端上 尖端上说的是什么 无知亦无的 这是班若的顶尖 班若无知 魔所不知 班若无的 魔所不得 这才是真正的大圆满 所以此的讲的无念之果 就是 心经 上讲的 无知亦无的 达到这个境界 就是一般说的 你已经证的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无知亦无的 这是佛志 这是真如 这是本性 我们宗门里面讲明心见性 就是见的这个 见到无知 无得 见到无念之果 在净土宗里面 这个境界称之为 理义心不乱 名字尽管不同 境界是一样的 是一个境界 这是理念的功德利益 我们知道了 七 事出事法 莫非怨生 及莫非因果 无智慧者 以恶因招恶果 以善因招善果 以小因招小果 以有漏因招有漏果 若开佛之见 则能以书胜因招书胜果 为正无念真如之果也 事出事法 莫非怨生 即莫非因果 这个不可以不知道 无智慧者 以恶因招恶果 以善因招善果 以小因招小果 以有漏因招有漏果 这几句都是讲凡夫 凡夫没有智慧 凡夫有聪明 聪明不是智慧 智慧的定义是什么 智慧的定义是烦恼的对面 换句话说 烦恼没有了 智慧就生 烦恼跟班若就像明与暗一样 明生了 暗就没有 消失了 暗要是生了 明就消失了 明 暗不能对立 佛门里面讲有智 无智 就像这个比喻 有智是明 无智是暗 有智慧的人 他怎么会造恶 我们再举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 无智的人 人者四相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无智慧的人 身四见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无智 没有智慧 有智的人怎么样 有智的人 没有四相 有智的人也不生四见 用 金刚经 这两句话来解释有智 无智 就很清楚 很明白 想想我们自己是属于哪一边 属于有智那一边 还是属于无智慧者 再想想大概都是属于无智慧这一边 不是有智慧的那一边 有智慧的人决定没有四见 四相 再说的粗浅一点 因为这句意思太重要了 对我们修学有没有成就关系太大 有智慧的人起心动念都想着一切众生 无智慧的人起心动念都想着自己 这个大家好懂 起心动念什么都想自己 都想着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好处 这个人没有智慧 你再问 想自己有什么不好 怎么会没有智慧 你想想经上讲的我见 我相 天天想自己 这是我见在增长 天天想怎么样利益自己 那是我相在增长 真实的智慧是破四见 破四相 你不但不破 天天在增长四见 增长四相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辨别得出来 绝根迷 有智慧就是觉悟 没有智慧就是迷惑 所以其心动念为自己着想是迷惑 这一句话说出来 大家听着好像能懂 实际上不懂 看得好像懂 真正讲起来你没有懂 同样这句话 可能要听几百遍 听几千遍 听几十年 忽然懂了 我讲的都是真的 古人开悟是这个悟法 我自己也是这样 这几句话在经上常常看到 常常听这些大师 大德们讲经说法 常常听到 听了几十年现在才懂 你们没有听几十年 我说说你就懂了 没那回事情 不简单的 我是过来人 这里面的情况我很清楚 所以总得听几千遍 听个几万遍 真正还得要一点修学的功夫 如果没有功夫的话 一辈子都不会懂 听了一辈子也没听懂 这个都是实话 没懂的人还是 以恶因招恶果 恶因是自私自利 损人利己 这个要招恶果报 以善因招恶果 念念想利益众生 念念心里面想做好事 想做好人 这好不好 在我们一般人看 好 这个很难得 在佛法里 在佛法里讲不好 在佛法里讲不好 为什么不好 他这香 他没有离香 没有离念 好人好事 善因善果 还是在六道 没能出六道 那好在哪里 佛法的标准 超越六道轮回 才算是真的善 没有离开六道 不能算是真善 以小因招小果 为什么因小 心量小 我们想帮助众生 帮助我们这一个都市的众生 帮助我们这一个国家的众生 乃至于帮助我们整个地球的众生 这个心量如何 还是小 小因还是招小果报 什么叫大因 四红誓愿里面讲 众生无边是愿度 那个无边是真的 尽虚空 变法界 那是无边计 所以说一个大千世界 十万一个大千世界 它还是有边界 还不算大 大所谓是大而无外 那就真正叫大 以有漏因招有漏果 什么叫有漏 你在修因当中 漏是烦恼的代名词 你烦恼没断 换句话说 你的剑丝或没断 你所造的善因 在善的因都是属于有漏 即使在佛门里面 种的善因 也还是有漏 不要以为在佛门里面 做一点善事 这真实的功德 那你就想错了 古时候大家晓得 有个梁武帝 是佛门的大护法 他以国王的身份 以国家的财富 护持佛法 为佛教建了480座道场 寺庙 大大小小 度出家人 就是供养出家人几十万人 他自己以为 自古以来修福报的人 修福报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 这在世相上讲 梁武帝之前 没有人能超过他 梁武帝之后 也没有人能超过他 达摩祖师到中国来 他们是同时代 跟梁武帝见了面 梁武帝也相当傲慢 值得骄傲 他做了这么多好事 向达摩祖师邀功 我对佛教的护持 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他问达摩 我的功德大不大 哪里晓得达摩祖师不会做人 虽不会做人 达摩很老实 说了一句老实话 并无功德 梁武帝听了很生气 不护他的法 达摩在中国就相当苦 没人护持他 跑到少林寺去念壁 如果那个时候 他要是会说话的话 对梁武帝说 功德很大很大 那梁武帝马上请他做国师 那还得了 其实达摩讲的是真话 不是假话 并无功德 为什么 他是以有漏因招有漏果 他那个傲慢的习气 自以为是的习气 换句话说 充分表现贪甜吃慢 哪有功德 所以梁武帝所修的是有漏的善因 他将来果报当然有 的有漏的善果 不能出三界 讲到梁武帝 我们联想到梁黄颤 梁黄就是梁武帝 梁黄颤的来源 我想你们每一位同修都知道 这个地方拜梁黄颤的风气 也挺胜的 这个超度佛式的起源 梁武帝的皇后死了以后 堕在恶道 托梦给梁武帝说她很苦 求梁武帝请高森大德做佛式来超度她 当时的高森首推宝志弓 宝志弓到以后我们晓得 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 宝志弓就是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来超度她 宋经念咒来超度她 这个超度的仪归以后留下来 就称作梁黄颤 观世音菩萨是西方世界的三圣之一 并没有能够把梁武帝的皇后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 仅仅是从三恶道里面帮助她伸刀利天 这个事情我们要清楚 要明白 超度的力量 必须要真正的高森大德 有修 有正 她才有这个能力 而超度人最高只能超度到刀利天 刀利天再往上去 那个能力就不够 什么原因 因为四王天跟刀利天可以平福德 因缘宝送上去 夜摩天以上必须要自己修持的功夫 也就是要有定功 你自己没有真正修行 全凭别人的福德来加持 那是达不到的 自己没有修持功夫 凭别人的福德加持 最高可以到刀利天 这是我们不可以不明了 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才知道 现前修行非常重要 活的时候不修行 死的时候求人超度 你就是遇到观音菩萨 大慈大悲超度 你也只能到刀利天 这个事情难 所以有漏应招有漏果 若开佛之鉴 则能以书圣应招书圣果 那就完全不一样 开佛之鉴 开悟了 佛的之鉴是什么 金刚经上所说的 都是佛的之鉴 你如果真的明白 真的通达 读金刚经 就开佛之鉴 从金刚经 上开佛之鉴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可以说是一个代表的人物 他是听 金刚经 开悟 我们平常讲开悟 就是开佛之鉴 佛之鉴一开 不一样了 不但是离四乡 四鉴也没有 也就是说真正能够契入离象 离念的境界 他的因书圣 无论修什么因 样样都书圣 而所得的果报 自然不可思议 得书圣之果 为正无念真如之果也 他这个书圣的果报是成佛 成菩萨 是这样的果报 八 此经难讲 前后不易 前之难 难再要亦多再后闻 讲诗往往犯下 只能为灯取淫 不能畅所言 后知难 难再理生尽细 言语不易形容 且处处要顾到黎明绝项 虽可畅所欲言 却不可说煞一字 塞人物门也 红轩此经应之 此经难讲 前后不易 这是自古以来 讲 金刚经 的人都有这个感触 金刚经 的确不好讲 难在什么地方 前之难 金刚经 有钱 后两部 昭明太子将本经分位 三十二分 三十二分 究竟妥不妥当 我们不去论他 三十二分的本子流通很广 这是事实 说起三十二分 大家的印象很深刻 前面十六分是前半部 后面十六分是后半部 我们用这个来说前 后两部 大家一定印象比较深刻 讲前半部的难处 是本经的精益 精华的部分在后面 如果讲前半部就把后半部的经文 我们常常提出来 讲到后头没的讲 这是犯下 这是难处 只能为灯取淫 不能畅所言 这是前面难处 只能够略略的提一提 不能详细说 详细说到后头没的讲 经文在后面 像我们讲前面这段 引用到后面重要的经文 像不取鱼香 如如不动 我们只能把经文拿来念一念 不能细说 细说到后头怎么办 一切有畏法 如梦幻泡影 也可以念念 不可以细讲 经文在后头 这就是 维灯取淫 没有办法很痛快的来说这个意思 后面的难处 难在理深境细 这是真的 讲这一段 我相信同修们都能够体会到一些 道理太深 境界太维系 言语虽然很平常 但是听得似懂非懂 这是实实在在 言语不易形容 且处处要顾到黎明绝项 虽可畅所欲言 却不可说煞一字 塞人物门也 红轩词经应知 金刚经 的确是难讲 自古以来讲经的法师都不愿意讲 金刚经 道理在此地 金刚经 句句话不可以落实 落实就把人物门堵死 那个不但没有功德 还有过失 如果有意 那是罪过 无意的也不好 也有过失 因为这不经字字句句 是要诱导人开悟 所以这是难处 真的叫听这不经的人 听到觉悟 开悟 讲 金刚般若 的目的就达到 如果这一座金 讲下来 一个开悟的都没有 这就等于老师教学生 教了一个学期 也很辛苦认真教学 可是学生一考试 没有一个及格的 糟糕不糟糕 这个难就难在此的 没有一个及格的 开悟算及格 没开悟都不及格 所以这不经我们晓得 自古以来 这些法师们 不太愿意讲 这不经 有他的道理 141 明相好非信 须菩提 于亦云和 如来可以聚足诸相见 不 不也 世尊 如来不应 以聚足诸相见 何以故 如来说诸相剧足 即非剧足 是明诸相剧足 这个句子跟前面一段经文 非常类似 好像只换了几个字 前面是讲色深 色深非信 这个地方是讲相好 讲诸相 所以那个文好像只换了一 两个字 但是它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一 自经初至此 举身相问答以三次 而每次所明之意不同 一层生一层也 一 初次 一九节 问 可以身相见如来不 是指一切身相 非专指佛身 如来指自信 二 六九节 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不 是专指佛之应身 三 此次 一四零 一四一节 问曰 具足色深 具足诸相 是曰佛之报身 自经初至此 举身相问答以三次 而每次所明之意不同 一层生一层也 这是读 金刚经 听 金刚经 不能不清楚的 这三次我们在这里都列出来 初次 一九节 这一次我们印的这个经本 完全采取将为农居士的讲义 将居士将本经分科 细科我们按经文算 总共是把经文分成一百八十四段 所以我们每一个科 都用一个数字标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查经方便 查 讲义 的援助方便 所以我们都把它标一个数字 这是第一四一节经文 初次在第一九节 佛问 可以身相见如来不 这个地方所讲的身相 是指一切身相 非专指佛身 如来指自信 这是前面曾经说过 第二次在六九节 佛问 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不 这个地方讲三十二相 那就不是一般身相 三十二相是佛印身所具足的 这是专指佛之印身 第三次就是第一四零节 一四一节这个地方一段经文 前面一段问 具足色身 这一段问 具足诸相 是曰佛之报身 可见得虽然讲色身相好 这三次不一样 非常明显的不相同 二 前曰身相即非身相 险相皆虚望 故不印住 又即非是明并说 险曰性则非 曰相则是 两边不住 此节又即非是明双举 以险怨身之法 空有同时之意 前曰身相即非身相 这是前面的一段 这个意思是 险相皆虚望 故不印住 住就是执着 凡所有相 皆是虚望 所以对于一切相不应该执着 刚才说过 也没有必要执着 这个一定要晓得 因为相即非相 你执着就生妄想 就生烦恼 妄想是无名 烦恼是六道轮回的第一个因素 你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 就是你有烦恼 见思烦恼是六道轮回的夜音 见思烦恼断了 就超越六道轮回 小陈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 这是超越六道轮回 所以我们晓得 妄想 执着麻烦 有妄想不能出十法界 有执着不能出六道轮回 所以不应该住 又极非是明并说 这样的句子 在 金刚经 前 后两半部都很多 显约性则非 约相则是 两边不住 凡是这样的句子 都是提醒我们 让我们观察一切法 无论是世间法 或者是初世间法 你要看得仔细 你要看得圆满 换句话说 你必须面面俱到 不能只看一面 这个意思就是说明 信 相两边都要看到 过去我在台中求学 李老师教给我们 我们学佛看任何人 事 物 至少要看八面 这才能把这个事情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八面从哪里来的 第一 看这桩事物的体 相 用 体非有 相跟作用非空 这就是 金刚经 讲的 极非是明 的意思 必须要这样的观察 那你学佛跟不学佛的人不一样了 第二 要看这桩事情的因 原 果 看它的因果 第三 从事上你要看理 从理上你要看事 所以任何一法 事出事间 把它都具足体 像 用 因 原 果 事 理 看八面 此的经上省略 只说了一个信 一个乡 细讲把它扩大一点 就是八面 一切法总离不开因果 就是因 缘 果 相 用事事 体事理 对任何一法 你都能够顾到八面 你不会迷惑 你不会颠倒 换句话说 你有一点智慧 你看的东西比别人清楚 比别人深刻 这是 金刚经 尚为什么会有 即非是明 并说 都是交给我们这些 约姓 则非 讲 则非 都是从姓上说 说 是明 都是从乡上说 真正的目的是 叫我们了解事实真相 而能够达到两边不住 此节 就是这节经文 又即非是明双举 我们又看到这个句子 以显怨生之法 空有同时之义 还是这个意思 让我们了解空有同时 性相同时 理事同时 因果同时 所以说一切皆是 三 不住 位于乡上即见其非乡 便是不住 便能见性 非为坏乡而后见也 身相如此 诸相皆然 佛举他的报身做例子 这个意思非常之深 佛的报身尚且如此 何况其他的诸相 这是佛为什么不举色身 不举应身 而举报身 道理之所在 佛在此的交给我们 就在乡上要见飞乡 这就在世上见道理 在乡上见道性 我们为什么见不到 我们试着乡 执着乡就见不到性 执着是就见不到理 世俗有所谓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两个人打官司 为什么要打官司 迷 两个都迷 请法官来判断 法官是什么 法官是局外人 旁观者清 他不迷 就这个道理 当局者执着这个是相 看不到理 旁观的人 这个事情与我不相干 与我没有利害关系 他就看得比较清楚 你为什么有利害 执着就有利害 不执着的人就有智慧 执着的人没有智慧 这个理容易明了 所以要紧的是不住 两边都不住 空有两边都不住 性相两边也不住 然后见相就是见性 见性就是见相 必须两边不住 这个境界才会现前 因此不必要坏相 把相破掉之后再见性 没这个道理 诸位必须要晓得 相是不能破坏的 换句话说 相是永远不会消灭 为什么不会消灭 因为相就是性 相要是灭掉了 性就没有了 哪有这种道理 这个意思诸位一下体会不过来 我们再举个比喻 古人所讲 以经做弃 弃弃皆经 我们将黄金造一尊佛像 这个大家好懂 经就是相 相就是经 不需要把相破坏 我才得到经 哪有这个道理 你把相破坏 实在讲相没有破坏 相改变了 佛像我不要 我把黄金融化成一团 它有一团的相 它还是有相 把它变成方块 它有方块的相 它还是有相 不管你怎么变法 它都有个相在 所以相会变 不会消灭 我们在六道 是这个相 在实法界还有相 将来成佛也有相 我们的相也是会变 不会消灭 你那个相会消灭 没有这个道理 相灭了 性也没有 就好像刚才讲的经一样 相没有了 经就没有了 有经决定就有相 性相永远分不开 正因为这个关系 佛在经上交给我们 应摩锁住 而生其心 何必要而生其心 就是因为相不会灭 所以交给你要生心 你生善心就献善相 你生佛心就献佛相 诸位果然把这个道理参透 也就是真的搞明白 你对于念佛绝对不怀疑 为什么 像是心变出来的 我们是间人算命看相的人 常讲 相随心转 你相不相信 你要不相信 马上可以试验 你喜欢的时候 那个相很好看 你不高兴的时候 那个相好难看 相不随心转吗 马上就可以试验 相真的是随心转 既然晓得相是心变现出来 我念佛的心当然便念佛的相 这个道理不难懂 念佛成佛 念菩萨成菩萨 念什么就变现什么 一切法从心想身 这是佛在经上说的 所以这个道理搞清楚 搞明白 我们对于念佛往生不退成佛 完全肯定 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了 我要想我的相好 我的相貌一天比一天好 一年比一年好 念佛 为什么 佛的相貌是最圆满 菩萨比佛还差一等 不如佛 佛的相貌最好 你要想相好 要想身体健康 最正确的方法就是念佛 不要相信世间没智慧的人所说的话 没有智慧的人在骗你 怎么健康 天天叫你吃不要 叫你用什么方法 那都是假的 你要不用还好 越用越糟糕 它里面产生副作用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 晓得从心里面转变 心清静了 什么毛病都不会生 毛病从哪里生 从妄想生的 从烦恼生的 从忧虑 牵挂里面生的 你要能够离开一切忧虑 牵挂 离开一切妄想 执着 那怎么会生病 没有生病的理由 在佛法讲因缘 没有生病的因缘 没有衰老的因缘 没这个因缘 没有因缘 哪来的果报 事出世间法都离不开因果 这是经上讲的这么清楚 善因一定敢善果 什么是善因 身心清静是善因 没有比这个更善 你心不清静 所以你才会有毛病 工作 有不少同修工作很累 常常来跟我说 我这个工作好忙 好累 我也知道他累 他自己不晓得他什么原因累 以为工作就累了 这是个错误观念 什么累了他 妄想 执着累了他 假如他妄想 执着没有了 工作量再多也不累 行愿品 里面 愿愿到最后 无有疲厌 疲是疲劳 厌是厌倦 没有 没有疲劳 没有厌倦 为什么 心清静 心清静做再多的工作 做而无做 无做而做 他做跟无做是一不是二 我们凡夫为什么做一点点就会累 他做 他执着做 他做了 他做不是无做 他做跟无做是两桩事情 所以他累了 做也累 不做也累 你说不做怎么会累 因为他执着不做 他也累 他也厌倦 这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 有智慧跟没有智慧不一样 可是这些道理很深 这些道理一般人不容易接受 我们看到这些人也不能不照顾 不照顾这说不过去 在佛法讲没有慈悲心 跟他讲 他听不进去 他也听不懂 所以只有用一个方便法 我教人当你累了 他说 我很忙 我叫他休息 很忙 没有办法休息 我怎么教他 休息五分钟 五分钟的时间都没有 休息三分钟 三分钟的时间都没有 休息一分钟 可以吧 这一分钟怎么休息法 确实它有效果 一分钟当中 你把所有一切妄念放下 就是什么都不想 让你心空下来 我们今天讲脑都空空的 什么都不要想 整个身体放松 整个身体放松 你坐在那里好 站着也好 躺着也好 一分钟 你的精神体力就恢复 如果能够有三分钟 或者有五分钟最好 这个对于工作很忙的人 他随时都可以休息 最重要的是没有念头 要把所有一切念头统统放下 都不想 身体放轻松 就很容易恢复 特别是对一个工作量多的人 早晚很重要 晚上睡觉之前 这样的放松五分钟 早晨起来也放松五分钟 对于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这是对于不懂般若的人 只好用这个方法来帮助他 如果真正通达教理的 那就不一样 他所得的利益之殊胜 真的是不可思议 四 黎明言香 为应知性非明言之所及 非谓无名字 无言说 无香也 但于明言之假香 心不取着 即是如来 本经跟马明菩萨在 大臣起信论 里面 都是教导我们佛法的入门 要离名字相 离言说相 离心原相 实在讲离这三相 就是此经所说的理念 这是功夫精纯到极处 这个地方这段的解释很清楚 名言 名是名词 名字 言是言说 它的意思是交给我们 应当要晓得真如本性没有名字 我们今天不得已 把它叫做真如本性 其实它也不叫真如 它也不叫本性 是我们为了表达这个意思 方便起见 不得已假设的名词 你可不能当真 你要当真 你就迷了 你就错了 这是举一个例子 所有一切相都没有名字 名字只不过是彼此之间沟通的一个工具而已 千万不能执着 执着你就错了 你就迷了 真相就见不到 所以 性非名言之所及 不但性非名言之所及 相也非名言之所及 我们中国从前老子 老子 这本书第一句话 名可名 非常名 他懂得名是假名 无有名那叫常名 常是不变的意思 名会变 你喜欢给他取什么名字 他就可以叫什么名字 非为无名字 无言说 无相也 名字可以有 假设的 言说也可以有 相状也可以有 名字 言说 色相他都会变 我们佛法讲真的 假的 真的不会变 假的会变 譬如我们刚才举的比喻 我们用黄金做一个香 香会变 但是他的金不会变 你用一金重的黄金 你做个佛像 他还是一金重 他还是一金的黄金 你不要佛像 把他造一个菩萨像 香变了 那个黄金没变 还是那么重 我什么香都不要 我把黄金捏成一团 一团的香 打成一个方块 一个方块的香 金不变 香会变 会变的是假的 不变的是真的 所以你要晓得 名字会变 不是真的 言说会变 不是真的 香会变 不是真的 性不变 性是真的 离香不是说这些言说 名字香都不要 不是的 是离我们心里执着的 那个香 只要你心里面一切不执着 就叫离香 佛菩萨离一切香 是这个意思 这个不可以不知道 但于明言之 假香 心不取着 即是如来 取是什么 攀缘 不攀缘 不执着 这叫离香 前面讲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这叫离香 离香就是如来 离香就见性 离香就成佛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言习报告 第八卷新加坡佛教居士 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八月六 请先开经本 二零七面 五 佛 与 巨族色身 同说 明因果非虚 如来 与 巨族诸相 同说 明信相亦如 这是从经文里面看到 文字是很简单 词句不多 可是它含的意思 非常的深广 佛 是从香上说的 如来 是从信上说的 佛语句足色身 这里面就显示出 果报是真实的 佛 是觉的意思 圆满的觉悟 圆觉是因 所感的的色身 就是果报 前面曾经跟诸位同修说过 我们希望有好的身体 健康的身体 有好的容貌 有好的精神 这些真正的因缘都是清净心 清净心就是决心 所以感的巨族色身 巨族色身的意思 就是没有一丝毫缺陷 圆满的色身 如是因感如是果 因果不虚 如来与巨族诸相同说 这个意思是显示 信相亦如 如来是信 巨族诸相 以我们一般的讲法 佛有三十二相八十重好 相好光明是世相 如来是本性 所以显示出信相亦如 信相不二 显这个意思 六 言 是明 令其不可执意 言 即非 令其不可执意 不执意意 是未原见 见原则知意正 知正则见意原 若知一切法莫非愿生 则见一切法不依不义 不义不妨不乏不依 故本意如也 而愿生诸法 不依不爱不义 故虽诸法也 而皆是意如 言是明 令其不可执意 言即非 令其不可执意 不依不义 这是 班若经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学班若的人 不能不知道 不能没有 如果没有这个概念 换句话说 纵然是修学班若 也得不到班若的受用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也不能够开智慧 你要真正开智慧 要懂得 不依不义 得道理 说 是明 是从相上讲 即非 是从性上说 从体上说 但是都不能够执着 为什么 是出世间法 包括佛法 都是因缘所生 因缘所生之法 当体即空 罗不可得 所以不但相不可执着 性也不能执着 执着就错了 不值一意 是为原件 原 是圆满 没有缺陷 诸位 仔细去思维 去体会 为什么一切不执着 就叫原件 原件就是如来五言原名 凡夫 二圣 全叫菩萨 虽然说心清净 还不是究竟的清净 凡夫执着有 也就是执着香 二圣执着空 也就是偏重在性上 全叫菩萨 执着在中道 两边不立 他有个中道 所以都不是究竟 就是他心里还有念头 念头无论是粗念 无论是细念 无论是维系念头 都是障碍 所以你见性不原 你的知见就不原 必须要统统舍得干干净净 心里面丝毫的执着都没有 这个时候你的知见就圆满了 见原则知一正 知正则见一元 正 就是经上常讲的正知正见 你所看的完全是正确的 没有丝毫错误 这叫正见 由此可知 正见跟原见的意思很接近 原是圆满 正是正确 若知一切法莫非怨生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则见一切法不依不依 见到一切法原生 不依不依就见到了 不依不依是诸法实相 也就是说 一切法的真实相 我们讲真相 不依 是从相上说的 这一点我们还要重负的提一提 才知道什么叫不依 眼前我们所见的一切色相 我们举这一个例子来说 其实我们讲相 一定要包括六根 六成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 像眼前我们看到的一朵花 我们注目仔细去观察 似乎这个境界存在 真的存在我们面前 其实是实不是如是的 今天科学家所说的 比我们佛经讲的还要维系 我们佛经里面说的 一刹那九百生灭 我们所观察的 乃是现象生灭的相续相 诸位要知道 一切法它是个生灭相 生灭相哪里会有依 我们看这朵花 这朵花已经是无数个现象在相续 我们看的是相续相 这个意思如果一下体会不到 我们另外举一个例子 像我们看电影 荧幕里面也有动作的 也有静态的 荧幕里面的人都会走动 荧幕里面场地好像不动 房屋好像没有动 其实那些房屋跟人物是同样都在动 为什么 放映机后面的底片 那个镜头是在开盒 开一次放一张胶片 关起来再开 放第二张 因为它放的速度太快 实在讲也不算太快 一秒钟二十四张 换句话说 一秒钟二十四个连续的相 我们已经没有法子感觉它是假的 好像是真的 一秒钟二十四个相续相 所以你要知道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相都是相续相 生灭相续相 不是真的 包括我们的身体 也是生灭的相续相 这个现相 一秒钟不止二十四个相续 照佛经 佛经是随顺众生说 世尊这个话是随顺俗弟而说的 就是随顺我们众生之见来说的 一坛指六十刹那 一刹那九百生灭 照这个说法 那一秒钟应该是两个十万八千次 也就是二十一万六千次的生灭相续相 所以我们以为一切的境界相都是真的 冷言经上虽然说 当处出生 当处灭境 当处我们体会不到 到我们稍稍明白了 我们听到佛这两句话 点头了 一点都不错 却确实实 当处出生 当处灭境 当处 实在讲无法形容 我们今天讲 时空 极短的时空 这是让我们了解 不一 绝对不是一个像 我们坐在这里看任何东西 不要说看一分钟 看一秒钟 不是一个像 是许许多多的生灭相续相 要明了这个道理 要知道这个事实 如果你明白了 你肯定了 你对于所有一切万象 自然就放下了 自然就不深执着 为什么不深执着 因为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不但不执着 想都不去想它 想它叫打妄想 不可以执 也没有必要去执 不可以想 也没有必要去想 人的心才清净 它才真的看破 虽然一切相 现象 是一个生灭相续的现象 但是能现现象的体是真的 不变的自信 真性 那个东西不变 这就是一切相也 不易 不但体性不易 实实在在说 变成现象最基本的东西也不易 现代的科学发展 两个趋向 一个是向无限大的太空去发展 这是往大的地方去 无限大 另外一个方向 往小的发展 研究基本的物质是什么 一切万物基本的物质是什么 找这个东西 从分子找到原子 原子找到电子 电子找到中子 质子 现在知道质子 中子还可以分 它们称之为叫基本粒子 基本粒子是不是还能分 科学家都认为 如果科学技术再进步 大概它还是可以分的 这是讲最小的 但是现在分到基本粒子 已经观察到了 所以有一派科学家认为 它是一种波动的现象 这个跟佛法讲的 越来越接近了 佛告诉我们 这一切万法从什么地方来的 一面不觉 而有无明 这么来的 法乡宗里面讲的 无明不觉身三系 无明就是波动 非常维系的念头在动念 那一种维系的念头在那里动 我们凡夫决定觉察不到 佛经里面讲 到什么时候 你才能觉察到 阿赖耶实里动的状况 佛给我们讲 八的菩萨很深的定宫 在那么深的定宫里面 观察到阿赖耶实在动 那就是无明 那就是不觉 七的以前都没有见到 都没有发现 听说而已 像我们现在听佛在经上讲的而已 自己没有能够觉察到 我们能觉察到的 心里面其心动念 很粗很粗 粗心大意 我们能觉察 维系的念头 自己不能觉察 但是它的体是真性 不易 最初一念才动 维系的动 那个也不易 所有一切法 都是无明变现的 三细相 无明叶相 能见相 转相 境界相 境界相就变成物质 物质就现前了 用现代话来说 转相也叫见分 是精神的一部分 我们今天把一切生物 分作精神部分跟物质部分 境界相 就是相分 相分是物质的部分 见相同源 同一个本体 这个体叫自正分 自正分就是此的讲的真如本性 这是同的 这是不易 说 不易不易 才把事实真相 完全说清楚了 完全都说出来了 这是般若的精华 这是真实的智慧 你不能够通达 不能够深深的体会 你当然放不下 我们今天所谓看不破 放不下 原因在哪里 事实真相没搞清楚 事实真相果然搞清楚 哪有放不下的 自然放下 不需要人劝 世尊当年在世 用二十二年的时间来讲般若 有他的道理在 从二十二年谈般若 我们也能深深体会 众生放下不容易 所以佛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让你了解事实真相 你才甘心情愿肯放下 放下之后 心里面没事了 这才能入法华的境界 法华是一成因果 所谓 成佛的法华 才入这个境界 不易不防不一 不一跟不一 也就是性相没有妨碍 性不妨碍献相 相决定不妨碍真性 清凉在华言上跟我们讲 无障碍的法界 理无碍 是无碍 理是无碍 是是无碍 这就是 不易不防不一 故本意如也 而原生诸法 不一不爱不一 故虽诸法也 而皆是亦如 这也是解释前面经文上所说的 如来者 诸法如意 诸位同修 如果从本经一开端 你就来听 你没有中断 我相信你能够体会到 金刚经 后面的确是很深 前面听起来 好像还能够懂 后面是真难懂 字字句句里面 含得很深的意思在 但是很有趣味 一定要很冷静去体会 体会 体会少分都有用处 对我们修学有一定的帮助 帮助我们看破 帮助我们放下 实在讲 帮助我们破迷开悟 帮助我们离苦得乐 帮助我们现前的生活更幸福 更美满 更快乐 这个一点都不假 7 佛说原生之要义 令知事出事法 一切皆空 唯因果不空 所以因果可畏 种善因 必得善果 佛说原生之要义 要 是重要 是精要 是精华 令知事出事法 一切皆空 唯因果不空 是出事法 却确实实是原生之法 当体即空 为什么说因果不空 一切法空 因果当然也是空的 因果确实实不空 刚才说过 体性它会现相 所现的相刹那生灭 所以这个相是空的 当体即空 所现的这个相 它不是一个相 相会变 它会变成实法界的相 为什么会变实法界的相 因缘在支配它 因缘在主宰它 实法界的相是果 现的相是果 由此可知 因果的确不空 果上现的相是空的 因果这个势力不空 所以因果可畏 种善因 必得善果 这是佛在本经前面 恶果的恶果 由此可知 不但是六道 连实法界的主人公 是自己 其他宗教里面讲 造物主 造物主是谁 造物主是自己 就是自己的念头 你一个善念限善境界 一个恶念限恶境界 实法界一正庄严 从心想身 这个道理讲得很透彻 很清楚 因此我们对于念佛法门 深信不疑 有人说 我们修静宗的同学 念一本经不会成就 念一句阿弥陀佛不行 你听了怎么样 如果你没有智慧 听他们一说 觉得蛮有道理 如果你有智慧 听了之后 则哈哈大笑 为什么 一切法 从心想身 我心里想佛 就成佛了 那一部经 怎么不行 一句阿弥陀佛怎么不行 不但行 决定行 念佛成佛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念菩萨成菩萨 所以不会念的 念的很多 念的很乱 结果他什么都成不了 因为太乱了 不能敢一个纯正之果 他念的太杂 念的太乱 这是我们常讲的 功夫不得力 要想功夫得力 要一门深入 菩萨修学六大纲领 六波罗蜜当中的 精进 精进是什么意思 精是精纯 精一 一才精 二就不精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精一 心才得定 后免是禅定 这个不可以不知道 禅定 不是每天盘腿面壁 每天盘腿面壁的禅定没用处 禅定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禅定是在我们自己每天工作之中 禅定也在我们生活应酬当中 外部着相 内部动心 那就是禅定 不起心 不动念是定 不分别 不执着是会 定会在哪里学 在哪里修 在哪里完成 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不可以不知道 决定不能误会 知道因果不空 他决定是断恶修善 不单不做恶事 他一个恶念也不会生 这就是所谓 菩萨为应 众生为果 八 一切法即空即假 以即假故 所以应必有果 应胜果必胜 以及空故 所以应果虽胜 一行魔所事 此之未生明因果 一切法即空即假 以及假故 所以应必有果 应胜果必胜 天台大师讲 天台讲 三观 一切法当中 即空即假即中 他讲空 假中三地 空是讲体性 体是空气的 假是讲相 假相 相是假的 为什么说相是假的 佛法对于真假 它有一个简单的定义 佛为我们说 凡事会变得就是假的 不会变得是真的 这个简单的定义 我们用它来观察一切法 就会开智慧 一切动物有生老病死 它会变 植物有生住易灭 矿物有沉住坏空 所有一切法不外乎 这三大类 这三大类的法都是有变化的 都不是不变的 所以这是假 相都是假相 空不变 空因为没有相 它不变 所以空是真的 性空是真的 性是真的 相是假的 假相是从真性里面变现出来的 所以相就是性 性就是相 性相不二 要明白这个道理 就像前面举比喻 以经做弃 弃弃皆经 经就是弃 弃就是经 一样的道理 所以明白人见相就是见性 他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因为有假相 性会献相 所以因必有果 相为什么现实法界的相 为什么现种种不同的相 这就是因缘果报 因胜果必胜 胜是殊胜 最殊胜的因 无过于念佛 念佛之因 无过于念阿弥陀佛 这是世尊在 无量寿经 上跟我们介绍的 阿弥陀佛是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所以念佛没有超过念阿弥陀佛的 一般人虽然天天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不灵 不灵的原因是口里面念阿弥陀佛 心里面胡思乱想 所以才不灵 也就是说精进 他不经 每天几千身 几万身 像是有进步 但他不经 他那个佛号里面 掺杂着许许多多的妄念 这是他念佛不灵了 如果他能专一的去念 念阿弥陀佛 什么都不想 那个功夫不得了 我们在 《网生传》里面看到 有的人念一天 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有的人念两天 三天 阿弥陀佛念来了 为什么那么灵 没有杂念 专心念 感应就快速 感应真实 杂心就坏了 绝明妙行菩萨所讲的 念佛最忌讳的就是夹杂 不但是法不能夹杂 是法是明文立养 是非人我 这个东西不能夹杂 佛法也不能夹杂 我不夹杂 是法 掺一点佛法行不行 不行 佛法也不能夹杂 佛法也不能夹杂 念阿弥陀佛 专念阿弥陀佛 里面还夹杂着 观音菩萨就坏了 观音菩萨夹杂不得 夹杂怎么样 你二心 你不是一心 又想阿弥陀佛 又舍不得观音菩萨 这个东西麻烦大了 有人顾忌还很多 我念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不念 观音菩萨会怪我 我有难 观音菩萨不来救我 他打这个妄想 你说糟糕不糟糕 其实我们一定要 晓得一个道理 一切诸佛菩萨心 是清净的 平等的 没有分别 只要你功夫得力 没有一尊菩萨不照顾你 你不找他 他也要照顾你 为什么 感应道交 彼此都清净心 平等心 大慈悲心 他就感应了 理根事都要清楚 所以应胜果就胜 我在讲经曾经说过 说了有一些人不相信 我讲上上根人一身是依靠一部经 我不说别的 咱们修净土的 一身一一部经 一无量寿经 行 一阿弥陀经 也行 净土有五经一论 随便依哪一部都行 为什么 一部经是经经 如果你说一部经太少了 恐怕还不够 再多找几部 好 那是静宗的五经一论 六种 你依六种 六种 说老实话是中根 中等根性 不是上上根人 你的成就决定不如上上根 你学六样东西决定比不上学一样的 诸位要仔细去想想 学一样的他专精 学六样他心已经分掉了 他的力量已经分散了 怎么能跟那个人比 如果说六样还太少 要学各十样 二十样的 静宗东西还有 印光大师文超 分量不少 连池大师全集 偶艺大师全集 分量都很可观 那叫下等根气 往生有没有把握 不一定 中等人往生可以说有把握 如果搞成十几样 二十几样 可以说往生没有把握 要看你临终时候的缘分 为什么 心太杂 心太乱 如果说是超越净土宗之外的其他教下 都想涉猎 往生没希望了 他要做佛学家 要做大通家 那个果报是继续不断搞六道轮回 就这样子 这个亏吃大了 今天不但是我们学教要专精 红法力生同样一个道理 也要专精 需不需要建大道场 不需要 道场建大了 开销大 那么大的开销 你一天到晚就被这个道场累赘 被道场拖垮 你不得不拉信徒 不得不想方法找钱维护这个道场 你这个心已经散乱 你心里面佛菩萨统统没有了 今天想这个信徒 明天想那个人有钱 搞这个 哪里还会想佛菩萨 都不想了 你想的是什么 贪甜吃 道场越大 贪甜吃越严重 将来果报到哪里 到阿比地狱去了 我讲的都是实话 都是事实 虽然很不好听 今天科技发达 我们利用科学技术来做弘法立身的事业 我们把经教 佛法 送到每一个人家里面去 这个多自在 所以今天到场 有很多人问我 我只要有一间小房间就够了 录像机往前面一架 听众两个 三个就行了 录影带传播到全世界 现代科技日新月异 国际电脑网络 最近一些同修来告诉我 他们把我的一些资料 也送到网络上去了 来告诉我 全世界有五千万个单位 可以收得到 我们在家里讲两个终点 全世界有五千万个单位 可以收得到 我何必要这个讲堂 以前是没有办法 听众多了 没有讲堂不行 现在不要了 干这个事情累赘 劳民伤财 自己还要去烦心 有智慧的聪明人不干 一间房间就可以把佛法 红遍到全世界 不向听众收一分钱 你说这个多痛快 多自在 这个说明因果不空 因胜果必胜 以及空故 所以因果虽胜 异形魔所示 因果虽然不空 但是因果所显示出来的香 还是当体积空 乐不可得 佛菩萨是要照做 天天要做 讲经说法天天要讲 念佛修行天天要干 因果不空 虽然天天干 心里面干干净净 若无其事 这就对了 与 金刚经 上所说的离香 离念完全相应 这就是空有两边不着 这就是 生明因果 真正明了因果 不是波无因果 九 佛说一切法原生 亦在明其本不生也 若二六时中 是法亦随缘作 出世法 正随缘起 却一眼去向一切法本不深处 看之 看 即决意 照意 寥寥明白也 亦不自以为能看 但于是出世法 正随缘时 正如是看 正看时 正如是随缘 可许他是个灵力汉 内三寂心不可得 外一切法本不深 真意了百了 天下太平 佛说一切法原生 亦在明其本不生也 这个意思更深了 确实这是八的以上的境界 这个话很难懂 但是我们听得耳熟 回向记里面常念 花开见佛物无身 无身 就是一切法本来不深 佛说一切法原生 原生跟本来不深有什么关系 其实关系太密切了 我们是粗心大意 没听懂佛的意思 原生就是无身 原生是幻有 幻有非有 真空不空 这个话我们曾经听过 幻有非有 妙有非有 妙有就是幻有 就是假有 真空不空 这两句话是一桩事情 心经里我们常常念到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是有 就是幻有 妙有 原生的 空是自信 性相不二 性相亦如 性本不深 相哪里会真有 你真正了解一切法原生 你就能明了 无身法人 的意思 什么叫正的无身法人 也就是说 真正了解一切法原生的人 就正的无身法人 肯定一切法无 有身灭 这是见到一切法的真实相 在人王经里面 人王经里面 佛告诉我们 这是七的菩萨以上的境界 无身人的菩萨 七地是下品 八地是中品 九地是上品 这三个位次的菩萨正无身法人 正无身法人 真正明了一切法原生的理与事 理论与事实 若二六时中 事法一随原作 出事法正随原起 却一眼去向一切法本不深处 看之 看 即决意 照意 了了明白也 这一句的意思 事法跟出事法是意不事而 如果是二 不一不意 就讲不通 如果是二 诸法如意 也讲不通 事法跟出事法是意 事法跟佛法是意 为什么要说是法 要说出事法 实在讲 这里面消息很明显 绝了就叫佛法 就是出事法 迷了就是事法 法是一个 就是绝迷 穿衣绝了 穿衣是佛法 是出事法 迷了 穿衣是世间法 是六道轮回法 就是一个绝迷 吃饭 绝了是佛法 是出事法 迷了 就是轮回法 六道法 就在绝迷 这个不能不知道 二六时钟 就是一天到晚 二十四小时 是肩法 随缘做 注意随缘 不要攀缘 随缘 是一切都能够 横顺众生 一切能够 随顺环境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随缘 没有选择的 没有挑剔的 如果在里面 有选择 有挑剔 有好物 那就错了 那是攀缘 不是随缘 随缘讲的圆满一点 就是我们在一切 是法之中 生活也好 工作也好 待人接物也好 真正能够做到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就是随缘 金刚经 后面交给我们 不取余香 如如不动 这是随缘 由此可知 随缘其不就是出世间法吗 一切法里面无助身心 一切法里面 不取余香 如如不动 这哪里是世间法 不但超越六道 而且超越十法界 可见得世法就是出世间法 出世法随缘其 这个地方 你会掩开了 法掩开了 所谓是你看破了 怎么看破 一切法不生不灭 一切法本来如是 就像佛在法华经上说 是法柱法位 是尖相常柱 这是 无身法人 的境界 所以这个地方的 看 不是叫你眼看 不是用眼识去看 不是分别 不是思维想象 这个 看 视觉 用这一个字做代表 六根接触外面六成境界 一接触就叫 照 就明了 接触就明了 明了是什么 明了 不依不易 明了 缘其性空 明了 因果不虚 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果然有这样绝照的功夫 你再要肯念佛求生净土 决定的身 不但的身 你的品位还相当高 绝对不在中下品 无量受精 上讲的上辈往身有分 绝 觉得香 亦不自以为能看 如果觉得我觉悟了 我明白了 可惜这个人又糊涂了 为什么 他又起心动念了 又用 我剑 我剑 人剑 众生剑 受者剑 一个剑起来 四个剑都起来了 又者了 我香 四香四剑具足 还是六道凡夫 注解里面将为农居士讲得很好 前面我们读过 大而化之 若无其事 这两句很有味道 我们的心量要大而化之 对于任何人与世 不要去计较 没事 何必计较 这个人怎样 那个怎样 没事 不必去计较 心要大而化之 心里面若无其事 干干净净 虽然修行 虽然绝照 还是若无其事 这个人真的觉悟了 如果还要有计较 心里还有事放不下 这不行 我们无量节来过错 就在此的 希望这一生 不要再犯这过失 古人所谓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这两句话 有很深的哲学道理 确实没有事 是从哪里来的 都是你妄想 分别 执着来的 你要把妄想 分别 执着打掉 哪有事 没事 没事才自在 没事才真有福报 真有福气 随遇而安 天下动乱 他不乱 天下不安 他平安 这个多幸福 所以这几句文里面 意思很深 但于是出事法 正随缘时 正如是看 正看时 正如是随缘 可许他是个林立汉 林立汉 是中国古代禅宗赞叹上 根立志的人 也就是明心见性 这样的人才称作林立汉 也就是说 他在一切法里面 的大自在 他真的觉悟 的大自在 底下这几句话好 把他自在的样子 说出来了 把他自在的理由 说出来了 这正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那三计心不可得 外一切法本不深 真意了百了 天下太平 这句话讲得透彻 讲得彻底 讲得圆满 那三心不可得 能执不可得 不但说能执着的 能打妄想的东西不可得 你拿什么打妄想 能打妄想的东西不可得 那妄想当然不可得 能分别的不可得 能执着的不可得 能忧虑的不可得 能牵挂的也不可得 你还搞什么 你要晓得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一切能得的不可得 外面一切境界相 因缘生法 所谓 因缘生法 就是一切现相 都是刹那九百生灭的相续相而已 当体积空了 不可得 内外都不可得 你的个什么 没事 我在此的住一个小房子 是一位居士的 门坏了 今天找一个人来修门 他告诉我 门要修坚固一点 怕人来偷东西 我说这里没有东西 都是经书 都是结缘的 谁要谁拿去 没东西偷 没有东西 要知道一切不可得 的事实真相 心经 到末后说 无智亦无的 这是世尊二十二年班若的巅峰 班若像一个宝塔一样 这是宝塔的塔尖 世间人的大病就是这两个 一个求智 一个求得 俗人求得 世间雅人 高人求智 智也没有 的也没有 佛法里讲真实智慧 以学经这例子来讲 我讲的能听懂的人不多 听懂他就相信了 听了怀疑 听了否定 那他没听懂 我讲习都会提到 因为有不少同修发心研究 经教 好事情 经教要如何能得入 我告诉他一个原则 佛的经里面都没有意思 都没有意思 你就不能在里面求意思 你求意思就错了 我教给人求经教 怎么求 老实念 不要求解 这个怎么讲法 那一段什么意思 没意思 没讲法 你就老实念 念到你心清静 自然就开悟 开悟悟什么 悟个无至无的 帮助你入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移入之后 经不用的时候没意思 念的时候没意思 如果有人来问的话 意思就出来了 意思是人家问出来的 不问 没意思 一问 就有意思 一个人问一个意思 两个人问两个意思 无量人问无量意思 这个妙不可言 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错 所以班若无知 魔所不知 经没有意思 无量意 无量意你怎么能求他的意思 同样一部经 同样一句经文 有无量种的讲法 所以他是活的 他不是死的 一个意思 一种讲法 那是死的 你们看看每天报纸 杂志那个文章 死的 他就是那一个意思 决定不会有第二个意思 死的 不像佛法 佛法活的 怎么说都说得通 不一样的人 他有不一样的困难 同样一句经文 全都解决了 所以经有无量意 无量意是起作用 我们常讲 后的志 我们要求的 求 根本志 根本志是无志 这个道理很难懂 佛在经上 佛在经上也有举例子 曾经有人问 古那个肚子里面是怎么样的 空的 什么也没有 佛就跟那个人说 设立福那个心 就像古一样 什么也没有 大寇则大明 小寇则小明 不寇则不明 那就是起作用 经典没有意思 也像古一样 它起作用 人家怎么问 你就会怎么答 妙用无穷 所以我教人 我是个过来人 我对于一切众生非常爱护 希望你们都成就 你们都成就 我就审视 到处请讲经 你们都可以去讲 我就不要东奔西跑了 跑了这么多年也很累 很想休息休息 我也希望你们讲 我在下面听 听了我很欢喜 如何学 老实念 三个字 金刚经 上说的次数太多了 受持读诵 为人眼说 你就老实念 老实念还要老实去做 佛教我们无助 我们就无助 佛教我们身心 我们就身心 要照做 这才能开悟 才能开智慧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 无助身心 经上讲的很具体 不助色身相味处法 法 里面有世间法 有佛法 世法 佛法都不住 我可以用它 我不执着它 注是执着 无助就是不执着 也就是讲的若无其事 身心 身什么心 要身利益一切众生之心 佛在此的教我们 身不失 持戒 禅定 身这种心 身六度心 身利益一切众生之心 这就对了 这样做 果然这么做法 实在说真正肯这么做的 就是像 弥陀经 上所讲的 善根 福德 因缘成熟了 如果不成熟 它不可能这样做 经典 每一部经末后 都有 信寿奉行 做礼而去 信寿奉行 真正相信佛所讲的话 受 是接受 受持 真正把佛的教训去做到 这是信寿奉行 那就是善根 福德 因缘三个条件都具足了 这样的人 他才能得一切诸佛的护念 龙天善神的保佑 他得到 不求都得到 不念也得到 只要他功夫勤 这一生必定开悟 我们看古大德 高森传 居士传 里面 看到那些人开悟 他为什么开悟 我们为什么不开悟 他具备了开悟的条件 我们想想 我们没有具备开悟的条件 我们听了经 没有依教奉行 人家听了经 真的依教奉行 这就是开悟 证明他的善根 福德 因缘具足 我们善根 福德 因缘美具足 为什么 懈怠 懒惰不肯去干 这就是证明我们的善根 福德 因缘美具足 佛菩萨虽然慈悲加持 加不上 所以这不经真正有大利益 十 本师教我们这些超直路的法门 我们要直下承担 努力向前 普贤菩萨 谨重济云 适日已过 命亦随减 如少水鱼 思有何乐 若依旧脱泥带水 虽日日看经文法 晓得歇里路 有何益处 要防他所知障身 比烦恼障更坏也 本师教我们这些超直路的法门 金刚经 净土经 都是超直路 都是超进路 一生当中决定可以成就的 像这样的经典都不长 金刚经 经文不长 弥陀经 经文也不长 这些真是直截了当 无量寿经 虽然长一点 比起其他经典还不算长 我们要直下承担 佛传授给我们了 我们要肯接受 接受过来要把他当宝贝 这个重要 什么宝贝 救命的宝贝 是真的不是假的 无量劫来再生死轮回 苦不堪言 不能出去 今天的这个宝贝 就可以出三界 就可以永脱轮回 无量寿经 再加上 金刚经 那还得了 永明的话讲的有道理 有禅有净土 有如带脚虎 我们今天把这句话换一换 有 无量寿经 有 金刚经 那比带脚虎还厉害 这是真的 这两个法门合起来 却确实实力亦无边 广大无有穷迹 努力向前 普贤菩萨 谨重济云 适日已过 命亦随减 如少水鱼 思有何乐 这首祭 佛门寺院里面 每天的晚课都要念 每一个人对这首祭都很熟 提起来没有一个人不会念 虽念就像唱歌一样 唱过去了 里面什么意思 大概从来也没想一下 就这么唱过去 因此它不起作用 我们每天还是迷惑颠倒 一丝毫的警觉都没有 普贤菩萨 这四句话 对于我们是高度的警觉 一个人的寿命再长 活一百岁 活一百岁的人不多 一百岁有多少天 三万六千日 要是给你一个日历 一天撕一张 三万六千张 很快就撕完了 我们每天家里挂的日历 每天撕一张 命亦随减 有没有这个警觉心 撕掉一张 我们寿命少了一天 几个人有这个警觉 有这个警觉的人 这是觉悟的人 迷惑颠倒 颠倒在哪里 他麻木不仁 不觉悟 到死了 他还不晓得 还不知道 一定要提高警觉 要晓得人命无常 然后真正抓住短暂的光阴 放下假的 要修真的 真的是什么 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在 班若经 里面 开真实智慧 看破世间 放下万元 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这个人是真正觉悟的人 彻底觉悟的人 要想往生 事出世间法要统统放下 不要有一丝毫顾虑 一定要晓得 一切法即空即假 一切法了不可得 你为什么还要拼命在求 的 这就错了 那不求行吗 不求 我明天能有饭吃吗 明天还没有到 你想这些干什么 这打妄想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你想明天干什么 你命里面有的自然有 命里面没有的 怎么打妄想也求不到 你说你这不叫冤枉 但是几个人相信这个道理 几个人相信这个事实 这个太难了 佛在经上讲 他也点头 佛说的不敢不相信 可是他自己心里面 那个一团就是拔不掉 他就是不能接受 就是不能照做 还是拼命去求 一根再 也就是没有真正觉悟 没有彻底明了 我教初学的同修 你们想学佛 从哪里入门 从 了凡四训 入门 这不是佛经 我劝人先把 了凡四训 念三百遍 便数少了没用处 印象不深刻 观念转不过来 所以要念三百遍 你的印象深刻 你会慢慢体会到里面的道理 一饮一浊 莫非前顶 了凡四训 真的要是通达体会到了 你对于世间法不会求 患得患失的念头没有了 你的心会清净 清净心深智慧 命里有的 该有 我不要求 命里没有的 怎么求也枉然 那又何必去求 我自己学佛 实在讲是得利于 了凡四训 我初学佛 那个时候台湾的佛经 非常缺乏 很不容易找到 在台北 有一位诸敬咒老居士 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他找一些他的朋友 大家凑一点钱来 印经不失 组一个 台湾印经处 我是有一个朋友介绍 跟这个老居士认识 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 二十几岁 他看到我们非常爱护 他那里印的佛经 他都会送给我 他送我一本 了凡四训 交给我要好好的去读 我读了之后很受感动 我得利于 了凡四训 得利益太多了 真正了解这个因果 刚才我们念过 因果可谓 若依旧托尼带水 虽日日看经文法 晓得歇里路 有何益处 这些话都说到 我们学佛人 自己身上的病痛 我们就是犯这个毛病 对于生死大事 六道轮回毫无警觉 没把它当作一回事 这怎么得了 每天研究经教 研究经典有什么用处 不能断烦恼 不能开智慧 不能了生死 不能出三界 有什么用处 要防他所知障身 比烦恼障更坏也 这两句话 若不是过来人说不出 能说得出这两句话 高度的智慧 绝非普通人 所知仗是邪之邪剑 邪之邪剑之人 比贪甜吃还可怕 贪甜吃堕三徒 邪之邪剑所造的罪业 不但误自己 还误一切众生 那个果报在阿比地狱 我们不说别的 就以刚才这个例子来说 有一些人以为念一部 无量寿经 没有用处 念一句阿弥陀佛 不管是 劝你回头 要念许多经 拜许多佛 拜许多菩萨 那时所知障 邪之邪剑 你本来一门深入 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 他把你拉回来 送到阿比地狱 你说他的最多重 他是不是有益的 可能不是有益的 他还是好心的 为什么好心会做出这么坏的事情 知见错了 这个人认假不认真 信邪不信正 那就没法子 所以所知账的麻烦 超过烦恼账 142 约法师明体空明无法可说明文者信空明无法可得 约法师明体空 这里面分两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明无法可说 无法可说 这个意思我在前面都透出来了 前头讲 金刚经 难讲 他的精彩都在后头 后面拉到前面讲就犯下 无法可说 所以我讲 金没有意思 跟这个就很接近 金没有意思 你研究意思干什么 法无法可说 你有什么好说的 在分小段 明文者信空 明无法可得 这个经文的意思很深 所以没讲经文之前 先有一番交代 如果不详细交代明白 这个经文很不容易体会 前面一大段注解 这是交代的话 一 于福德圣报之后 皆说法师一大段文 正显一切法皆是原生 此一大段是约音说 已显示原生无穷 因果无尽之意也 于福德圣报之后 前面是讲财师 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不诗 你所得的福报无量无边 得福甚多 财不诗之后 佛再接着跟我们讲法师 诸位要晓得 财师是陪衬的话 重点是在法师 先用财师来做一个影子 然后接着法师 法师一大段文 正显一切法皆是原生 此一大段是约音说 已显示原生无穷 因果无尽之意也 所以这些话必须要在讲经文之前详细交代 你读这个经文 听这个经文 才懂得它的意思 才能够体会到它的味道 经文是从音上讲的 从音上讲 它的目的显示原生的一切法无有穷尽 我们以很浅显的比喻 这一部经 经是法 你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 经是一样的 一部 金刚经 释迦牟尼佛当年讲了 代代相传 传了两千多年 传到中国 传到外国 传到全世界 传到尽虚空 变法界 就这么一本经 但是你要晓得 虚空法界有多少种类的众生 众生无量无边 无有穷尽 对哪一类众生 是哪一类的讲法 讲的各个不一样 这里面就是无量意 无量意就是 原生无穷 因果无尽 无量意如何学法 学它里面的不变 不依不依 你学这个 这个东西掌握住 那就读通了 无穷的原生 无量的变换 都不出一心 都不出自信 所以大乘法里面最要紧的 是叫你明心见性 心现在不明 所以性见不到 心为什么不明 因为有二障障住 二障就是 烦恼障跟所知障 教你 应魔所住 而生其心 无助破烦恼障 而生其心破所知障 二障破了 心性就恢复光明 心性里面 无量的智慧 得能都现前了 除这个办法之外 没有第二个办法 能令人明心见性 班若经 是以明心见性为主 因此对于破二障 非常重视 离乡离念 离乡离念 是彻底除障的方法 我们今天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八十七卷新加坡佛教居士 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八月七 请先开经本二零八面 二 师者 受师 师悟 曰此三方面之因缘 以千差万别 说之无尽 何况三方面 躺步聚会于一时一处 仍无此一法师之事发生也 而聚会又非缘不可 由此可知 一切是莫非因缘所生者 世尊在华言经上告诉我们 是出世间一切法 大而世界 小而为成 无不是无量因缘 这桩事情实在讲 我们平常没有去留意它 没有细心去观察它 甚至于说 我们心念太粗 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回事情 不知道因缘是如此的复杂 它复杂的程度 可以说跟虚空法界是相等的 跟我们一个人八十心中妄想 分别是无异的 然后我们读这一段文 才能体会到它一点意思 师者 是不师的人 修不师的这个人 受师 是接受不师的人 我们修不师 诸位总得要记住 本经上所讲的不师 包括我们一生全部的生活 要懂得这个道理 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 失物 是你所不师之物 譬如家庭主妇 修不师波罗蜜 你早晨起来 把家里面打扫干净 准备早点 这就是不师 你用你的劳力在工作 你用你的头脑在思维 这个事情要怎么做 今天早点要准备些什么 你一家人是受师者 你是一个师者 你的家人是接受你不师者 有一个很清爽的环境 干净的环境 美好的点心 这就是你师物 所以不师包含着我们一生全部的生活 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是在做不师 世间人虽做 他并不知道 不知道不能说没有果报 不知道也有果报 总而言之 实法界一正庄严 都离不开因缘果报 佛在 法华经 跟我们讲的 实如是 实在讲就是解释 金刚经 上的一句话 诸法如意 诸法如意系说 就是实如是 在展开 天台大师说的百戒迁如 岂不是把实法界一正庄严 人统统包括在其中 不师如是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如不如是 法法皆如 无有意法不如 一切法都是我们一生生活的全部 诸位向这个地方去体会 向这个地方去理解 你才能够明了 佛在经上所说的一句 我们才会得到受用 这世通常把它归纳为这三方面 师者 受师 师物 这三方面的因缘 就很复杂很复杂 千差万别 说之无尽 真的 说不尽的 不但我们凡夫说不尽 诸佛菩萨统统来给我们解说 无量节中也说不尽 才晓得因缘不是偶然的 非常复杂 何况三方面 这三方面要不能在同时同处聚会 这个不失行为就不可能产生 必须这三方面一定在同时同处遇到 于是不失这个事 我们讲修不失行 这个行才能够发生 聚会绝非偶然 聚会是缘 人与人的聚会是缘分 人与一切物的聚会也是缘分 没有缘分不行 正因为这一个事实 所以佛才交给我们 无助后面要身心 身心才有这个缘分 要不身心 哪来的缘分 所以诸佛菩萨在因地里面 没有不发大愿的 发大愿度一切众生 这就与一切众生都有缘了 由此可知 一切事 是出世间法 没有一法 不是因缘所生的 我们看底下一段 因 有因 当然欲者愿就会结果 就有果 三 果复成因 因又成果 果因因果 自此以往 千差万别 永永无尽 可见是出世间 种种是乡 所谓诸法者 更无他物 只是不断知因果果因 于众生心目间显现变幻而已 生观其去 因是前因之果 果乃后果之因 既不固定 便非实在 刹那之间 皆成成积 然则苦苦分别 牢牢执着 岂非吃乎 果复成因 因又成果 果因因果 自此以往 千差万别 永永无尽 这装饰情往深处讲 很难懂 太深太广了 从浅处看 我们不难体会 譬如我们种瓜 瓜子是因 将来结成瓜是果 结的那个瓜 它又是因 里面的子又是果 所以因果是循环的 因不是永远是因 它会变成果 果也不是永远是果 它又会变成底下的一个因 因果循环 无有穷尽 因果果因的道理 因此 佛常说这一桩事情 把因与果两边都离开了 而讲它当中的一个条件 缘 佛法讲一切万法原生 它不讲因生 也不讲果生 它讲原生 它取因果当中的缘 为什么 没有缘 因也不会变成果 果也不会变成因 一定要靠缘 缘 我们今天讲就是条件 不是一个条件 很多条件 这个条件就非常复杂 譬如说 我们种瓜子 瓜子是因 结成瓜是果 这当中的缘 我们讲粗说 不能细说 细说 说不尽 这个瓜子一定要种在泥土里 如果这个瓜子放在玻璃杯里面 放一百年 它也不会结瓜 为什么 没有缘 缘断了 所以土壤是缘 有土壤还要有水分 如果没有水分 这个地是各干的 那个种子也不能够结瓜 一定要有水分 要有阳光 要有肥料 要有人工去照顾它 培养它 它才能长得好 这些都是缘 这个说法说得很粗 很浅 如果细说 每一样圆里面又有无量圆 以土壤来说 那就不简单了 科学家的眼光一看 那里面是无量的原子 电子 粒子 那个麻烦就大了 可见的绝不是一个单纯的 每一个粗的圆细分 都是无量因缘 才能凑合凑其他的变化 因变成果 果又变成因 所以说千差万别 永永无尽 可见是出世间 种种是相 所谓诸法者 更无他物 只是不断知因果果因 于众生心目间显现变幻而已 这一句的确把是出世间 或者我们讲实法界一正庄严的真相 一语道破 实法界一正庄严的真相是什么 就是这一句 我们平常讲 刹那九百生灭叶因果报的相续相 跟这个是一个意思 就是讲这个东西 所以哪里有真实的 哪里有实在的 在这一切万象当中 你还想执着 还想得到 那简直是妄想 没有这回事 真正要记住 能得的三心不可得 所得的诸法不可得 内外惧不可得 我们的心清净 万元放下 一个妄念都没有 身心清净 这才能入诸佛菩萨所正的境界 凡夫修行 不要说不能正果 开悟也没几个 再不必说开悟 功夫稍稍得利的就不多 原因在哪里 毛病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 不知道 实法界一正庄严的事实 以为这些假乡都是真有 在这里面起妄想 妄想是什么 贪甜吃慢 这是妄想 在见思烦恼里 是思祸 起了烦恼 烦恼是什么 患得患失 顺着自己意思的 一定想求得 不顺自己意思 一定要想把它踢开 这就生烦恼 烦恼是这么来的 哪里晓得全是一场空 诸佛菩萨眼睛里面 看到这些事实 说这些人叫可怜悯者 真可怜 如果是事实 那并不可怜 不是事实 全都在做梦 把梦境当作真的 这才叫可怜悯 这一句话说得非常之好 我们再念一遍 事出世间 种种是香 所谓诸法者 更无他物 只是不断知因果果因 不断 就是香续相 但是诸位要晓得 是刹那九百生灭的香续相 你了解这个事实 你才会放下 你才肯放下 于众身心目间显现变幻而已 这真的是实法界一正庄严的真相 身观其去 你往深处看 往细处看 往极为之处观察 你看它的意去 意是观察它的道理 去是去向 就是观察它的变化 观察它的因果 因是前因之果 前面一个因的果 果乃后果之因 既不固定 便非实在 因不是定因 果不是定果 因果也不是实在的 刹那之间 结成成绩 刹那就是平常经上讲的 一刹那九百生灭 刹那已经是极短的时间 极短的时间里面还可以分 佛为我们说的这个 一坛只六十刹那 一刹那九百生灭 实在讲是随顺 我们世间人说的 再说维系了 真的我们就不可思议 实际上的真相 是不是一坛只六十刹那 一刹那九百生灭 不止 比这个数量还要多 不晓得要多多少倍 佛讲到这些数字 都讲得很委屈 很婉转 要是真正说出来 怕我们听了迷惑 听了不能接受 不能相信 因此佛为我们说这些话 略略而说 概略而说 不详细地说 譬如我们常讲 凡夫修行成佛 要经过多少时间 如果佛要给你讲 无量无边大节 我们听了不学了 没指望了 太长了 这还能学吗 所以佛略略而说 三大阿僧止节 实际上三大阿僧止节 也很长了 听说三个不多 这个我们就点头可以接受了 所以给我们讲 一坛止六十刹那 一刹那九百生灭 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实际不止 还要细 还要短暂 这里说了 刹那之间 皆成成积 冷言经 上讲的 当处出生 当处灭境 那个当处 死的讲刹那 刹那已经相当长的时间 哪里是刹那 刹那早已经没有了 早已经不存在了 这是真相 不明真相的人 底下一句话就说明了 我们是奸云云众生 不明真相 苦苦分别 牢牢执着 这是我们是奸人 干的这个事情 岂非吃乎 愚痴 佛说我们愚痴 我们听了还很不高兴 我哪一点愚痴 觉得我很聪明 我不愚痴 我哪一点愚痴 我们在外面说 不学佛的人愚痴 人家会跟我们打架 这话说不得的 你赞叹他聪明很能干 他就很高兴 你说他愚痴那还得了 金刚经 讲到这个地方 跟你说愚痴 也许你不至于反对 虽然不高兴 但是他讲的有道理 不能反驳了 这是真相 事实的真相 四 一切法不过因因果果 四地演变 绚人心目 不能刹那停住 乃之未有时 这几句要用现代的科技来做比喻 很好懂 就像我们看电影 电视 电影 电视就是这个样子 电视的画面是怎么组成的 我想每天看电视的同修很多 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大概还不多 电视的画面是颗粒组成的 非常维系的颗粒排成线 由线组成面 如果你要懂的这个道理 你看电视就开智慧 不懂的人看电视的画面 懂得的人不是看电视的画面 是看电子光播在那里活动 不会看的人 画面是假箱 会看的人是电子波动的现象 那是真相 同样两个人在看电视 一个看的是真相 一个看的是幻象 假相 那怎么会一样 你懂得这个道理 怎么不生智慧 所以会看电视的人 修班若波罗蜜 不会看电视的人 在那里生烦恼 那个心随着画面动 喜怒哀悦都表现出来 烦恼现前 会看的人心里面 不取于香 如如不动 他在那里修班若波罗蜜 你说是哪有爱 真的是事事无碍 现在科学家也知道 所有一切物质现象 都是波动的现象 他不会停 他刹那刹那相续 从来不间断 把这个东西执着当作石油 自身缠附 不得自在 这是你看错 你想错 你被外面虚幻的假相欺骗了 就像我们看电视 看电影一样 被境界相欺骗了 其为吃觉 故不代言 这不但是愚痴 绝顶的愚痴 愚痴到极处了 这还要说吗 五 法虽非时 却是自无始来 欲缘即起 因果果因 刹那相续 曾不断绝 乃一味之空 不知随缘之理 脱圣缘 获圣果 正本非缘生之性 超然于一切缘生法之外 解禅腹之苦 得自在之乐 法虽非时 却是自无始来 欲缘即起 法 是指示出世间一切法 实法界一正庄严 所谓大而世界 小而为成 都包在这一个字里面 确实它不是实在的 它没有实体 都是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这是实实在在的 可是它从无始以来 并没有消逝过 所以诸位要记住 香永远不会灭 香不会灭 香会变 会改变 它为什么会变 欲缘就变 前面讲 因果果因当中 这个缘 缘能够改变它 因果果因 刹那相续 曾不断绝 这完全讲的是 事实真相 其实 佛在一切大乘经论里面 处处都说 我们听得也耳熟 虽听得耳熟 实在讲 佛所讲的真实意 我们并不能了解 班若经 里面讲的详细 讲的透彻 班若经 在整个佛经里面 不投最大 全部的 班若 是六百卷 金刚经 是六百卷里面的一卷 这是说刚要 细说有六百卷 这才讲得清楚 讲明白了 哪一位之空 不知随缘之理 前面说着有 前面这一条是指以为实 自身缠附 不得自在 六道理凡夫所干的 实在我们讲凡夫 也要说清楚 欲界 色界的凡夫指以为实 无色界的天人 他执着空 他就是一位执空 超越三界之外的 橡皮之佛 阿罗汉 他们也执着空 这都错了 这些人不知随缘之理 随缘这个道理 这个事实 他不清楚 普贤菩萨教给我们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可见得这些大菩萨 一切诸佛如来 知道随缘的道理 知道随喜的功德 脱圣缘或圣果 脱是依靠的意思 圣是殊胜 在佛法里面说 十法界里 四圣法界的缘 就是殊胜的圣缘 六道的缘 那就列 就差一等 四圣法界 跟法身大事相比 法身大事的缘殊胜 十法界的缘 就列 这是有差等的 由此可知 最殊胜的缘 无过于念佛求生净土 这个缘是无比的殊胜 我们要知道 文书 普贤士华藏世界 毗卢哲那佛的 补助菩萨 等觉菩萨 他们还要发愿求生西方净土 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体会到 西方净土的缘是无比的殊胜 平常我们劝人种善因 得善果 第一善就是念佛求生净土 这个缘是无比殊胜 正本非缘身之性 超然于一切缘身法之外 解禅腹之苦 得自在之乐 这几句话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 是无比殊胜的缘 我们凡夫要在一生当中正的 除了念佛往生净土之外 可以说绝对不可能 真如本性不是原生的 所有一切万法是原生的 原生性空 了不可得 性不是原生的 它不是空的 决定可以证得 这就是禅家讲的明心见性 我们念佛人讲的礼意心不乱 我们要证得这个 见了性之后 就超然于一切原生法之外 超越了 六道是原生法 十法界是原生法 不但超越六道 而且超越十法界 超越十法界到哪里去了 这不得已给它起个名字 叫一真法界 诸位要晓得 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但超越六道 超越十法界 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 末后这两句 离苦得乐 解禅妇之苦 这一句就是我们讲的 见思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这些苦统统都解除了 都解脱了 得自在之乐 这是大自在 像 班若心经 里面 我们赞叹观世音菩萨 观自在菩萨 就是观世音菩萨 的大自在 六 善学者 以原生之力 随机感原 是种种法 以拔众生之苦 与众生之乐 其不能者 势必堕落 何以故 恶取空故 善学者 以原生之力 随机感原 是种种法 以拔众生之苦 与众生之乐 般若关键就在 你会不会学 也就是此处讲的 善学不善学 果然善学 善是善巧方便 你真懂得 你的成就非常之快速 确实能够契入 华言境界 金刚经 讲的是原理原则 华言经 所讲的是我们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的细节 就是把 金刚般若 的理论如何应用在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那是 华言 华言 讲是 本经讲理 善学者 就是善才童子 他善学 善才童子 不是专指一个人 这个诸位要知道 凡是善学的人 都称之为善才童子 所以善才童子 包括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只要你善学 你能够把 金刚般若 的理论 方法应用在 你日常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处世代人 接物之中 你就是善才童子 如果你再能够老实念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是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不是专指 某一个人的 每个人都是普贤菩萨 那就修得普贤行 以原生之理 这就是说 时时刻刻 在在处处 我们六根源六成境界 能提起观照的功夫 怎么个体起法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的 这个时候 知道内里三星不可得 外面原生性空 了不可得 这就是原生之理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能锁接空 据不可得 不可得里面 这就是 金刚经 佛教给我们 应摩锁住 这一条你就做到 知道内外聚不可得 就摩锁住 虽然摩锁住 可是这个是 相限前 我的身体在 你们大家一切事都在 而生其心 生什么心 随机感原 生这个心 我再把它说明白一点 我明白了 我自在了 我放下了 看看这一切众生还在迷惑 他没有放下 他还执着 他对于事实真相还一无所知 我要想方法帮助他觉悟 要想方法让他知道事实真相 这就叫度众生 这就叫修不失 这里面 财不失 法不失 无谓不失 统统具足 是种种法 是事实现 不但我们要交给他 而且要做给他看 你不做给他看 他怎么会相信 要做给他看 做什么样子给他 做他心目当中最羡慕 最向往的大自在 这个自在 给诸位说 不是有钱 不是有势力 有钱 有势力 并不自在 一天到晚忙的那么苦 时时在在讲 为谁忙的 这就是迷惑 今天世间人忙的不得了 像眉头的苍蝇 你问他为谁忙的 他答不出来 糊里糊涂忙 生 糊里糊涂 死 也糊里糊涂 这个糟糕不糟糕 这个就错了 一个很清楚 很明白的人 生活的悠闲自在 快乐无比 这是真正的令人羡慕 表现在外面的 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不羡慕的 永远年轻 永远不老 这是连世间迷在富贵里面的人 他也羡慕 看看自己老了 自己病了 学佛的人不病不老 这就令人羡慕 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 一天到晚 一年到头 心中只生智慧 不生烦恼 你说这多快乐 你问他 他为什么不老 他为什么不病 就是因为他只生智慧 不生烦恼 人为什么会衰老 为什么会害病 烦恼太多了 是种种法 要学诸佛菩萨 这个我们也常说 佛菩萨给一切众生 做最好的生活榜样 我们学佛的人也要学佛菩萨 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样子 可见得佛法不消极 以拔众生之苦 与众生之乐 一切众生 无论它是什么身份 无论它是哪一个行业 无论它是怎样生活的方式 都能理苦得了 不必要改变它生活方式 不必要改变它的行业 就在它现前本分上 离一切苦的一切了 这是佛菩萨为我们实现的 佛菩萨教导我们的 这是真正善学的 会学的 其不能者 不能就是不善 学般若学偏差了 学走了样子 这样的人在现代佛教里 大有人在 所谓学邪了 正把他去修学 变成邪法了 邪法怎么样 依靠着佛法的修学 去搞明文立养去了 这就是 其不能者 势必堕落 何以故 恶取空故 他听了 班若经 上讲这些道理 一切法空 能所都不可得 他就以为没有因果 因果也是原生的 也是了不可得 于是随心所欲 无恶不作 前面说得很清楚 什么都是假的 都是空的 因果不空 你要造作恶业 将来必定要堕阿比地狱 阿比地狱是真的是假的 阿比地狱也是当体极空 虽然当体极空 最还得要受 就好比说做梦是假的 这大家都知道 做梦不是真的 你要是做一个噩梦 梦到老虎吃你 要赶你 你不是吓得一身冷汗吗 那种恐怖 你说你有没有 堕阿比地狱就是这样的 就等于做噩梦一样 你不好受 你没有智慧 在那里 这是假的 老虎也是假的 我让他吃吃也好 跟他结个缘 供养他一顿 那你就变成菩萨 你就是善学的了 你还要有恐怖 那你是不善 可见得 使法界 因因果果 都是那个 缘在变 但是 你的时候 很不容易 觉悟 你在梦中 遇到苦难的境界 你什么时候 能觉 我在做梦 梦是假的 你要有 这一念 那就觉悟 那个境界 完全就变过来了 所以地狱就变成天堂 这一念之间 但是那一念起不来 别人帮助你也没用 换句话说 迷得太深 迷得太重 换都换不行 这个道理在此地 古大德为什么不愿意讲 班若经 尤其是 金刚班若 怕讲这不经最大的一个因素 就是怕听众听了之后 恶取空 那个麻烦就大了 他要没有听到这个 还好一点 对因果还有点顾忌 听了之后 他错会了一丝 摩索顾忌 那个罪过就很重 七 二 圣人 但偏于空 虽能超出原生 而不能利用原生 则成空之计 成字了汉 世尊喝之曰 焦牙拜种 堕无畏坑 此两种植之病 虽苦乐不同 深沉窘别 然无智慧则依 这是说学班若 堕阿鼻地狱的 这个事 实在讲是很麻烦的 实在讲 我们不忍心去讲 要在诸位会听 你能够会的其中之意就好 你就能生智慧 学佛学走样子的人太多了 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 正如佛在 《冷言经》上所讲 邪师说法 如横和沙 把佛经讲错了 一物无量众生 眼前虽然的明文立养 这一口气不来 就到阿鼻地狱去了 这是很悲哀的一桩事情 二圣人是指声文 原觉 阿罗汉与辟之佛 这两种人 但偏于空 他们出了三界 断了剑丝烦恼 空有两边 有 放下了 但是他执着 空 他们的境界 虽能超出原生 原生是指六道 超越六道轮回 超越三界 而不能利用原生 他不像佛 不像菩萨 菩萨能够利用原生 度六道众生 他不离开六道 在六道里面游戏神通 做种种视线 利益众生 这是二圣人做不到的 佛菩萨是这么做的 于是他们 成空之际 这就是我们常讲 小陈阿罗汉正片 真涅槃 偏是偏在一边 真就是空 他住在真空里面 成空 佛用这个字来形容 就是他沉默于空际的性中 至 是滞留 停止在那个地方 不起作用 他是在一个很寂静的境界里面 他不动 这叫自了汉 自己虽然是烦恼 妄想 执着都断了 很清静 很自在了 不能利益众生 佛在经上常常喝赤这些人 焦牙败种 躲无畏坑 无畏就是空 他住在空里面 诸位要晓得 六道里面 四空天人住在空里面 阿罗汉也住在空里面 但是这个空 有一点不相同 一个是三界之内 一个是三界之外 这一点不一样 实在说 佛在冷言会上 把他们的境界给我们说出来了 在其他经上我们没看过 佛说二圣人所证的 的偏真涅槃 实际上是什么 由未法成分别影视 这个说得清楚 说得明白 这就是告诉我们 小成人的偏真涅槃 实际上它是定 它是很深的禅定 冷言经 上讲九次第定 这个定的功夫等级 它是第九等的 这么深的定 前面八定是世间定 叫四禅八定 八定是包括四禅 四禅天是四种禅定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再往上去是四空定 合起来八定 八定是世间禅定 没有超越世间 到第九定 功夫在增上 超越六道轮回 他们的功夫是第九定 佛说还是 法成分别影视 换句话说 小成人妄想并没有断 这就是说明 为什么要利用原生 广度众生 破妄想 分别 执着 要破得彻底 小成人不彻底 不究竟 此两种植之病 这就是学班若学偏差了 变成恶曲空 执着空 波无因果 他连因果报应都不相信 他认为没有这个东西 这是假的 这是执着空 二圣人也执着空 可是他们的果报苦乐不相同 声闻 原觉著 偏真涅槃 对自己是恶 恶曲空的人 错解般弱的人 跺阿鼻地狱 苦 这两种人 两种执着之病 那个结果不同 深沉窘别 一个是超越六道轮回 一个是跺到六道最底下的阿鼻地狱 讲他的因 无智慧择一 两种人都没有智慧 声闻 原觉没有智慧 错学班若跺阿鼻地狱的人 当然没有智慧 有智慧怎么会跺阿鼻地狱 有些同修听了这个话 阿罗汉 辟知佛怎么会没有智慧 真没有智慧 这是实实在在的 佛在大成经上讲 真如本性的三德密藏 三德是法身 班若解脱 小成人所证的的 只是这三种当中解脱里面的一小部分 法身 小成人没有见性 没有证得法身 班若 小成人没有 小成人所证的只是半个解脱而已 他不是真的解脱 三德里面他只得少分 一点点 这个我们必须要晓得 大成原教七性位的菩萨 论断症功夫 跟阿罗汉 辟知佛相等 都是断见思烦恼 相等的 但是智慧完全不相同 不能比 阿罗汉 辟知佛没智慧 原教七性位的菩萨 那个智慧就了不起 不相同 后面这一段 为我们做了一个总结 8. 佛说此一大段文 亦在使人动之原生事里 以免只有直空之病 佛说此一大段文 这一大段文我们还没有讲到 还在后面 这都是要讲这一大段文前面交代的话 这是啰里啰嗦说了这么多 亦在使人动之原生事里 动事彻底明白 真正把它搞清楚 对于一切法原生的事相 原生的道理 要搞清楚 为什么 清楚了 你就不执着 不执着就没事了 就怕执着 般若里面交给我们 空有两边都不能执着 执着就错了 以免只有直空之病 9. 不只有 则忍我空 不执空 则法我空 我法双空 便是动彻三空之般若正智 辨证空有同时之般若立体 故曰 通达无我法者 是真菩萨 不只有 则忍我空 不执空 则法我空 我法双空 便是动彻三空之般若正智 由此可知 是尊苦口婆心 在在的为我们宣说 真正是慈悲到了极处 为我们说明事实真相 劝导我们两边不着 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 又做给我们看 这叫三转法轮 是转 劝转 做正转 自己表现给我们看 表演给我们看 目的是教我们开悟 是教我们正果 是教我们明星见性 永托轮回 这个利益 是出世间法里面都没有能跟它比较的 为什么不能只有 执着有 就有六道轮回 你就出不了六道 你说这个多可怕 为什么不能执空 执空你就不能见性 不能明星见性 不能解决问题 不只有 人我空 破了我执 出了三界 不执空 法我空 破无名 破成杀 超越十法界 我法双空 便是动彻三空之般若正智 般若智慧的总纲领 就是人空 法空 空空 空也不能执着 空也要把它空去 般若讲三空 一空到底 这是般若智慧现前了 心才达到真正的清净 你心里面一个妄念都没有了 便正空有同时之般若理体 般若理体就是真如本性 你就明星见性 禅宗里面所谓 父母为生前本来面目 这就是本来面目 你就把本来面目找到了 这个境界也就是圆满成佛 真的成佛了 顾曰 通达无我法者 是真菩萨 不是假的 前面经文我们念过 若菩萨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即非菩萨 那是假的 那不是真菩萨 真菩萨无我 通达无我法者 通达无我法 一定要动辖三空 这个境界在圆教里面讲 初驻以上的菩萨 华严经 上称之为法身大事 从初驻到等觉四十一个位次 四十一位法身大事 这是他们的境界 如果我们能够空有两边不着 空也不着 就能够正入圆初驻的果位 这样的人念佛 教理一心不乱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时暴土往生 不是方便有余土 当然更不是同居土 是时暴土往生 时 不失 受失 失物 皆因缘生法 当体是空 顾名为三轮体空 我们要不要修不失 要 一定要身心修不失 我们整个的生活就是不失 从早到晚 一年到头 点点滴滴 与一切众生相处 全是不失 没有一样不是不失 但是不能够住相 不能够说 我不失了 那你就不空 三轮就不空 你这 我 你这 有 也不可以说 因缘生法 当体集空 算了 我什么都不要做了 那你就直空了 就变成二圣 你就这空了 知道当体集空 而又偏偏在做 做 不空 不执着是空 空有两边不着 这样做法 是要很认真努力去做 绝没有一丝毫的执着 做而无做 无做而做 天天在做 若无其事 天天在做 就在做里面去练功夫 练什么 练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练这个 就在生活里面 工作里面去锻炼 我们佛法叫修行 所以修行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里面 在日常应酬里面 这叫真修 由此可知 修行哪要什么道场 不需要 释迦牟尼佛过去在世 讲经说法都在大树底下 没有建道场 到后期才有一些国王 大乘护法 才有经舍 讲堂 以前没有 以前都是在树下 虽有讲堂 经舍 是尊心地 还是很清净 并不以为 我有了道场 我有了讲堂 没有这个念头 讲堂 经舍是施主的 所有权是他的 佛菩萨只有使用权而已 他不要所有权 他有使用权 这才真正的自在 由此可知 三轮体空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体现 前面交代的话说完了 下面要讲这一段经文 由此可知 这个经文意思很深 怕你误会 前面说了这么多 一四二 明无法可说 对积则说 是说法无念 虚菩提 如物为如来做事念 我当有所说法 莫做事念 这一大段说明 无法可说 这个意思很深很广 前面我们很婉转地透露了一些 我曾经跟同修们说 佛的经论没有意思 如果有意思 那佛就有法可说了 没有意思 正式透露出佛是无法可说 对积则说 经典虽然没有意思 对积意思就来了 积千差万别 于是他的意思也就无量无边 对什么人有怎么个说法 对什么时代的人 有什么时代的说法 活的 不是死的 所以佛经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难在他是活的 他不是死板板的 古来大德们的注解 我们可不可以看 可以看 可不可以用 可以用 但是你要记住 要活用不能死用 死用是死在注解之中 那就错了 那就不是般若 没有智慧 要懂得活用 这一部 金刚经 从印度传到中国来 早期在东晋时代 揪摩罗石大师翻译的 罗石大师那个时代 距离我们今天差不多是一千七百年 一千七百多年 代代相传 传到今天 经文还是一样 每一个朝代 那些大德们讲 金刚经 讲的不一样 我们可以从古人注解里面看到 那个注解讲法都不一样 这就说明经没有意思 对积在说 对汉朝时候那个鸡 有对那个鸡的说法 唐朝时候人的根基 跟汉朝人不一样 必须有新的说法 能够弃唐朝人的鸡 他们的利益了 这就是为什么唐人的注解 跟汉人的注解不一样 宋朝人的根性 跟唐朝人又不一样 时间不相同 我们应该能够体会得出来 古时候社会的变化 没有现在这么大 它是会变 变得很缓慢 农业时代 大概是几十年 一两百年就能够看出很大的变化 不像现在 现在三年 五年 变化就看出来了 现在的变化太大了 以建筑来说 中国那个时候古老的城市 几十年没有建 再去 没有什么大变的样子 现在新加坡 三年不来就不一样了 路也不认识了 环境在变 人心也在变 你的想法 看法都在变 现在变得幅度太大了 同样这一部 金刚经 我今年讲的跟去年讲的不会一样 为什么 变了 听的人还是这么多 没错 你的脑子想法变了 不一样 这才晓得经是活的 不是死的 无量寿经 我在新加坡讲了两遍 好像第一次是八九年 八九年我来 在红法团讲了一遍 第二次在这个地方讲了一遍 录音带都有 你们去听听看 不一样 同样是这个经文 同样的经本 内容完全不一样 这是什么 讲经的难处 学经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劝大家学经要开智慧 怎么开智慧 要放下 你不放下 你怎么能开智慧 智慧是你本有的 开智慧不难 难在你放不下 你果然身心世界像这样子空有两边都放下了 你不是马上就是法身大事了 法身大事智慧就圆满了 佛所有的一切经教 你都通达了 无量意你也都明了了 为什么 你先做到没有意思 你必须做到完全没有意思 起作用 对机的时候 自然生无量意 它就能生得出来 就是 金刚经上讲的 信心清净 则生十相 十相般若就生智慧 你心不清净 你没有智慧 心清净就生智慧 什么叫清净 统统放下就清净 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 世间法 出世间法 统统放下 这样才清净 才能够生智慧 第一段讲的是视线 做出样子给我们看 说法无念 有人向佛请法 佛就说法 虽说法 说而无说 说是说了 佛是不是听了别人问一个问题 想一想 这个问题我要怎么答复他 那就是有念了 别人提出问题 随问随答 佛没有考虑 没有想到我要怎么答复 我要怎么跟你讲 没有 对他自己来讲 无说 他没有起心动念 对别人来讲 有说 佛说法 四十九年 讲经三百余会 怎么没说 四十九年 讲经三百余会 释迦牟尼佛 却确实时没有动一个念头 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你要是明白这一个事实真相 你才晓得 佛经不能研究 你怎么可以研究 你这一研究是什么 全是你的意思 不是佛的意思 佛的意思 你怎么会懂 这是佛法跟世间法不同的地方 修学佛法最难的地方 我们无量解 我们无量解学佛 就是因为舍不得放下 难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别人修行正果那么容易 快速 人家肯放下 放下一分的一分利益 放下十分的十分利益 一 此下数节 正面是明如来说法之意 而古里却是交菩萨应如何理念 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这是佛法读经 听经的一个难处 难在什么地方 意在言外 我们读佛经 你要不懂这个道理 经典就不得其门而入 佛的意思在哪里 在文字之外 文字里面决定没有意思 文字之外 古人所讲的弦外之音 你要懂的弦外之音 说法译在言外 你要能够体会到言语以外的味道 那你就会懂 绝不在言语之中 绝不在文字之中 是在文字 言语之外 你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二 做事言念 其果何在 在做念我当四字 这个地方有 做事念 我当 这也是假设的一个问题 世尊告诉虚菩提 如物为 你不能够这样说法 不能有这个念头 如来做事念 这个地方不用佛 用如来 如来是讲自信 自信里面没有念头 事上可以 心上不可以 如来就是讲本性 真心 真心里面 真心里面没有念头 妄心就有念 所以念叫妄念 所以 不可以说如来 有这个念头 我当有所说法 我 不就执着我相 就升起我见 那是凡夫 哪里是佛 哪里是菩萨 凡夫才起心动念 才有我执 佛菩萨决定没有 劝他 莫做事念 不能有这个意思 不能有这个念头 有这个意思 有这个念头 错了 表面这样说 意思是教菩萨 教这些学生 要离念 要离乡 意思在这里 所以意在言外 下面解释 有念就是执着 143 是有念即直 何以故 若人言如来 有所说法 即为棒佛 不能解我所说故 这个经义很深很广 特别是学教 佛门里面的术语叫学教 现在的话叫学讲经 学教就是学讲经 学讲经的人不能不知道 重要的原理原则 一 有所说法 为心中存有所说之法 即作念我当之意 一说此言 其最盛大 即为棒佛 如来空记性中 那的有念 那父有我 凡作念我当如何 是妄想之我之凡夫 是如来同凡夫 非棒而合 有所说法 为心中存有所说之法 这是这一句话的意思 心里面讲 我要跟大家说法 我想说什么法 这就错了 无法可说 你有什么法好讲 一切法原生性空 了不可得 你说什么 这个 有所说法 跟前面的经文 作念我当 意思是相同的 一说 一说此言 其最盛大 实在讲 众生造作这个罪 并不晓得 不知道这是有罪 这有什么罪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说法 四十九年 不是这个样子的吗 我没说错 我们觉得没说错 诸佛菩萨眼睛看到 你犯了很大的错误 犯了什么错误 棒佛 毁棒三宝 借经里面讲 那个罪过是阿比地狱 不论你是有意 无意 你了不了解 因为说这个话影响别人 就是误导众生 从这个地方结罪 你误导众生 你错解了佛法 误导众生 这个罪就重 实在说佛菩萨不会怪你 你怎么样毁谤他 他不会怪你 那个结罪是误导众生 从这里结的 佛菩萨大慈大悲 绝对不会怪你 如来空寂信中 那的有念 那富有我 金刚经 上讲得很清楚 四项 四件都离了 这个地方的 如来 诸位要记住 原初驻菩萨都可以称如来 不一定指就静原满佛 大臣经上常讲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所以 金刚经 上讲的诸佛 就是从原教初驻菩萨讲起 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叫诸佛 原初驻的菩萨 他就有能力 应以佛身而得度者 极限佛身而未说法 他有这个能力 《冷言经》 上二十五元通 我们看到 观世音菩萨尔根元通章 里面 也讲到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印 那个观音菩萨是什么地位 原教初驻 原初驻的观音菩萨 所以观音菩萨 在释迦牧尼佛每一个法会里面 身份并不一样 在 《华严经》里面 善才童子参访观世音菩萨 那个观世音菩萨是第七回向位的观音菩萨 法华会上 《普门品》里面的观音菩萨是等觉的观音菩萨 观音三经 三经是三个不同的身份 一个是初驻菩萨 一个是第七回向菩萨 一个是等觉菩萨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不可以听说观音菩萨 就含糊笼统 这是太粗心了 由此可知 这个地方称如来 原初驻就可以称如来 因为他见性了 从那一分真性上说 就称之为如来 空济性中 原初驻菩萨就正的四象四见完全离开了 所以他没有念 他也不着想 凡作念我当如何 我要怎样怎样 是妄想知我知凡夫 这是凡夫 这不是佛 是如来同凡夫 非棒而合 你把佛当作凡夫来看待 这就是棒佛 这怎么不是棒佛 学佛的人 棒佛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你就晓得这都是事实 有一些同修来告诉我 法师 你叫我们念阿弥陀佛 你叫我们念 无量寿经 我过去念了好多经 念了好多佛菩萨 现在不念 那佛菩萨不怪我 你把佛菩萨当作什么人 棒佛 佛菩萨心多清净 清净 平等 慈悲 你还把他当作普通人 我得罪他 他要找我麻烦了 不但没有把佛菩萨当作好人 把他当作恶人 把他当作一个有报复心的 得罪他不得了 麻烦大了 把他当作这种人 现在我们讲当作黑社会的人 你说你这个罪过大不大 他起这种心 动这个念头 这还叫学佛 糟了 鬼神 你得罪他 他才会找麻烦 佛菩萨得罪他 不会找麻烦 但是你这种心 你把佛菩萨当作是个凡夫 还当作是个恶凡夫 还不是个善凡夫 这个罪很重 结罪是从这里结的 不是得罪佛菩萨 佛菩萨找你 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 如果你过去修行不如法 现在如法了 专门学一部经 专门念一尊佛 你过去拜的那些佛菩萨看到 欢喜得不得了 你这才算对了 喜欢都来不及了 怎么会找麻烦 这是世间一般人不懂的这个道理 不了解事实真相 产生这么大的误会 这个误会就造罪业 二 法身无念无说 报话有说而时无念 经文特举 如来 亦在显词 法身无念无说 法身就是真心 真心理念 就是清净心 平等心 无念无说 报身 化身有说而时无念 要记住这一句 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 在我们这个世界 视线八相成道 视线说法四十九年 它是有说无念 不但佛说法有说而无念 菩萨 罗汉说法也是说法而无念 再往下面看 许多祖师大德们说法也是有说而无念 我们学习要从这个地方学 那就正确 就没有错误 你能学到真的东西 真的东西是自信里面 不是心外求法 心外求法就错了 释迦牟尼佛讲这么多经典 我们依照这个求 行不行 我们要是真正答复 那就是须菩提的话 不也 是尊 这个 不也 不是否定词 也不是肯定词 不能这个说法 意思就是说 也可以 也不可以 怎么说也可以 展开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些经论 引发自己的自信般若 可以 那没错 譬如金刚精摆在我们面前 用释迦牟尼佛作员 把我们自信般若引发出来 那怎么不可以 是可以 我讲的金刚精 不是释迦牟尼佛的金刚精 是自信的金刚般若 这就是可以 假如说 死在这个文字当中 自己智慧没有现前 还是依照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经文来讲 又把他的意思讲错了 释迦牟尼佛没有意思 我们这里讲了好多意思 好多意思都是自己的意思 不是佛的意思 这就不可以 所以 亦可亦不可 是这么个道理 由此可知 特别是佛的大成经 大成经都是从石乡般若里面流露出来的 都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你怎么能讲 我们求学不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不能不懂得怎样去修学 所以 般若经 上交给我们的大原则 从哪里学 离乡理念 果然离乡理念 佛的一切经论 你自然通达 自然明了了 就像唐朝六祖会能大师一样 他心地清静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一切佛的经典 你念给他听 他就会给你讲 讲得非常妙 讲得能叫听的人都开悟 他有没有念 没有念 有说无念 我们举会能大师 大家都很熟悉 他跟诸佛菩萨一样 有说无念 可见得中国在历史上有这种人物 可以拿他来做证明 这不是假的 经文特举如来 意在显此 所以他不说佛 他说如来 这个诸位要记住 从原教出驻菩萨 只要明心见性 破一品无名 见一分真性 都可以称如来 就那一品性上 那就称如来 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般若研习报告第八十八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八月八 请先开经本二一一面 三 佛之说法 无非对积 法义愿生 愿生体空 故法本无法 说及无说 前面跟诸位说得很清楚 诸佛菩萨乃至于一些祖师大德们 讲经说法 确确实实是 有说而无念 说一定是对积 如果没有积感 积是能感 佛菩萨说法要能应 感应道交 如果没有众生这些积感 佛就无有法可说 纵然有感 有应 前面说过了 在乡上有说 实际上无念 无念也就是无说 因此我们晓得 既然是有能感 所感 那就是原生 所以说法也是因缘所生 不但是是尊为我们说一切法 即使十方三是一切诸佛为众生说法 也不违背这个原则 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凡是原生之法 都没有自体 当体即空 故法本无法 说即无说 无说即说 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 这才能够归到前面经文里面所说的一如 不一不一 才能够符合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要用现代人的话来讲 就是所谓真理 一定回归到这个真理 佛门里面 我们也常常听说 万法归一 那个一就是不一不一 也就是诸法如也 诸法亦如 就是这个意思 能够符合这个原则 这使证说 如果不符合这个原理 那就是邪说 法使证说 邪说 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这个地方 既然是原则 因此法也不能够执着 换句话说 也不能把它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就错了 心要清净 心要空济 心里面不能有一物 四 佛何以能不起念随缘说法 前修因时悲愿熏习之力是也 此理 金光明经 说之最详 金曰 佛摩试念 我经演说十二分教 利益有情 又曰 然有往昔慈善根立 与彼有情 随其根性 意乐 圣解 不起分别 任运嫉妒 世交利息 敬畏来寄 无有穷尽 佛何以能不起念随缘说法 很多人确实有这个疑问 我们也会有 我们要跟人家谈个问题 心里总要先有念头 没有念头怎么说得出来 尤其说得这么有条理 有层次 一点也不乱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个给我们解答了 前修英时悲愿熏习之力是也 总而言之 佛是过去身中在阴地里面 正如同我们现在一样 我们天天发愿 时时刻刻都发愿要度众生 要为众生说法 成佛之后这个愿力的力量很强大 我们知道 凡夫起心动念都为自己 从来没有想过佛法 没有想过为众生 深深事事不其念则已 其念 头一个是我 这是业力 无始节以来业力的熏习也了不起 地藏菩萨本愿经 里面所说 业力能敌须弥 可见得业力非常的强大 成了佛 业力消了 把业力转变成愿力 所以诸佛菩萨的愿力非常广大 此理 金光明经 说之最详 金光明经 也是属于班若不得 这个经理对于这个问题讲得很多 讲得很详细 底下引用一段 金光明经 里面说的 金曰 佛摩世念 我今演说十二分教 利益友情 诸位要知道 这个念头没有成佛有 像我们现前有这个念头 成佛之后 为什么没有这个念头 诸位要晓得 怎么成佛的 离乡离念才成佛的 如果这个念头还有 没离 那他是凡夫 他不是佛 佛决定是离乡离念 虽然离乡离念 但是无使节来生生世世这个愿力的熏悉 这个力量在 这个力量如果不预言 这个力量不起现行 不起作用了 佛确实没有这个念头 如果有一个众生要求佛 这个念头众生就有感 众生有这个念头 佛自自然然就有应 虽然不其念也有应 为什么不其念也有应 无使节愿力熏修的作用就其现行 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众生有感 佛有应 虽有应 却实无念 佛现身无念 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是现八乡成道 他有没有念 没有念 绝对不是说 这个地方众生机缘成熟了 应以佛生而得度之 我要到那里去投胎 去八乡成道现佛生 要是有这个念头 他就是凡夫 他就不是佛菩萨 却确实实没有念 是现八乡成道 注释八十年 没有念 没有这个意思 也没有说 我一定要在那里注释多少年 没有 来无念 去也无念 那为什么刚刚好注释八十年 不注释一百年 不注释六十年 这个问题都在一个 圆 字 机感相应 这个地方有众生的感 他就多注释 这个圆要是进了 他就灭度 他就不注释 佛注释 菩萨注释 乃至于真正有修行的善知识注释 完全是看这个地区的众生 还有没有的度之机 这样说法还是不太好懂 我们要说白一点 佛注释就是问一问这个地方 还有没有人相信佛的话 还有没有人听佛讲经说法 能依教奉行 如果有 佛决定注释 如果没有了 佛就不注释 所以佛注释不是为自己 是为这个地方有没有众生肯跟他学习 这个学习要真学 不是假学 假学没有用 我们很想听经 听了一句也做不到 那个没有用处 佛不注释 听了真干 真正改过自心 有这么一个人 佛都不会走 所谓是 佛是门中 不舍一人 一个人真正肯依教奉行 肯认真修行 佛都注释 由此可知 佛灭度 就说明那一个时代 那一个地区的众生 已经不肯依照佛的教训去修行 不肯依教奉行 佛注释毫无意义 释现斑涅槃 又曰 然有往昔慈善根力 与彼友情 随其根性 意乐 圣解 不起分别 任运嫉妒 释交利息 敬畏来寄 无有穷尽 这一段的意思 跟 华言经 普贤行愿品 完全相应 也是说明佛为什么不起念说法度身 从来不起念 燃油 是自自然然 一丝毫勉强都没有 自自然然是由过去身中 往昔是过去身中 慈悲善根之力 这个慈悲善根之力 过去身中 深深是是发愿度众生 向我们现在依照古佛的四红誓愿来发愿 第一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这是因中所发的慈悲大愿 成佛之后 不但是成佛 实实在在讲 从我们 金刚经 的教义来说 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这是原教出驻菩萨的地位 从这个时候起 就没有念了 金刚经 的标准 四项 四件断掉了 没有了 就正的原教出驻菩萨 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这样的菩萨 在十方法界 就跟如来果地上一样 感应到教 众生有感 菩萨就有应 众生心目当中 希望佛来教化他 应以佛身而得度者 他自自然然就献佛身 至于他献什么样的身份 像 普门品 里面讲的 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 三十二应身 没有念 不作义的 我要献个什么身 哪有这种念头 自自然然与一切众生感应到教 而众生那个感及其维系 这个我们要晓得 以释迦牟尼佛为例子 世尊当年出现在我们世间 视线成佛 夜赌明星 悟道成佛 他成佛了 人家看这么一个出家人 在菩提树下打坐 谁知道他成佛 谁去亲近他 请他来说法度深 没有人 没有人认识 在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人起请 佛立刻就入班涅盘 就走了 我们肉眼凡夫 不知道佛硬化在世间 由此可知 以后佛教化这么多众生 这都是机感 我们这个感 连自己都不晓得 就好像电波一样 太微弱了 自己都没有发现 可是佛那个地方就感动了 佛就有应 可是佛现身 还是要有人起请 世间没有人起请 有菩萨们帮忙 菩萨变化成近居天人 近居天就是四单 四禅很特别 四禅有九层天 除了正常的三层天之外 还有个外道天 叫五响天 修五响定到那里去往生的 这四层是凡夫天 除这四层之外 还有五层 叫五不海天 那里面是修行人 大小城统统都有 这些人他们知道 他们有很深的禅定 换句话说 极为细的感动 他发现了 这一观察 佛成佛了 这还得了 没有人起请 他们赶快就下来 变化成人身向佛请法 佛这就住下来 就步入班涅盘 静居天人 带我们起请 等到他一开口说法 我们这才知道 这个人了不起 这个人有学问 有道德 我们应当跟他学 这是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 所以感应的力量 在最初是相当薄弱 与比友情 这些友情就是有感的 也就是讲机缘成熟的 与佛有缘 我们大家与佛统统都有缘 缘的厚薄不一样 浅身不一样 缘浅的 这一接触佛法 听个几次经就不来了 这缘浅的 一部经听完了 欲罢不能 还想听的 这缘深的 机缘有浅身不同 这是一个说法 另外一种说法 缘深的 这一身当中就正果 缘稍微浅的 这一身当中开悟不能正果 缘再浅一点的 这一身当中 他能够行善 他能够修复 他不能开悟 这又是一种说法 总而言之 与佛的缘有浅身 厚薄不相同 与佛有情 随着他的 根性 随着他的 意乐 意乐是他喜欢 世尊当年在世 为什么说了这么多经 说了这么多的法门 是随众生的根性 随众生的爱好 这个意乐就是爱好 还得要随众生的 圣解 他能够理解的 有些经讲得很深 许多人不能懂 只有少数的人懂 少数的人 佛也不舍弃他 有些人智慧比较差一点 根性鲁钝 佛就跟他讲浅一点 这就说明 一切大小 浅身的根气遇到佛 佛为他说法都能得利益 佛说法随众生的根性 意乐 圣解 都是自然的 都是无念 不起分别 不起分别是无念 皆是无念 都是自自然然 任运嫉妒 既是旧妓 度是帮助他 帮助一切众生 世交利息 这一句是说 接受佛教导的这些众生 他们所得的利益 根气大的 圆身的 得大利益 根基浅的 圆薄的 得小利益 于是佛法就有五圣 人 天 身文 圆觉 菩萨 这是大分 细分太多太多了 交给众生 利是利益 使他的利益 使他得法喜 得欢喜 末后这两句 竟未来计 无有穷尽 从原初驻开始 一直到旧境果位 他们的硬化都是尽虚空 变法界 哪里有感 哪里就有印 感应到交不可思议 五 不起分别而自然合度 所谓任运事也 何故能如此耶 由于往昔在阴地时 悲怨俱足 升官原生 熏悉成种之力使然而 不起分别而自然合度 所谓任运事也 这是解释什么叫人运 任运事自自然然 决定没有分别 决定没有执着 决定没有起心动念 这个样子 众生有感 佛菩萨有印 叫人运 任运事这个意思 我们做不到 我们都是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的感应 很粗很粗 这个粗的感应 的确有 中国谚语所谓 母子连心 母亲这一生当中 时时刻刻都念着儿女 如果这个儿女很孝顺 无论在什么地方 无论在什么时候 也是念念想着母亲 彼此当中有感应 但是这种感应有念 那个感应的波就很大 幅度很大 佛菩萨跟一切众生的感应 那个波非常维系 甚至于我们自己都不晓得 但是确实有感 佛才会有印 这都是任运的 何故能如此耶 由于往昔在阴地时 悲怨俱足 升官原生 熏习成种之力使然而 这里面讲的意思 跟前面 金光明经 讲的是一样的 升官原生 这一句不能够忽略 这一句我们应当要学习 时时刻刻 一切时 一切处 我们对人 对事 对物 要把佛在 金刚经 上讲的这些道理 给我们说的这些事实真相 就要在生活当中 对人 对事 对物 要提起来 勘验一下 在佛法术语 就叫提起 观照的功夫 那个利益无边 利益是什么 开智慧 破迷开悟 自自然然 你也就放下了 这个放下就如同诸佛菩萨 渐渐在一切法里面 学习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跟一切众生往来 慢慢的也有一点 任运的味道了 任运好 非常自然 一丝毫都不勉强 心地清静 智慧增长 那个的确是有受用 这就是生观原生 熏悉成种的力量 在果地上 正道源出注 那就是真实的果报 就能够根须空法界一切众生感应道教 六 经约 依法如如 依如如智 能于自他利益之事 而得自在成就 依法如如 依如如智 而说种种佛法 乃至生文法 法如如 法为法性 如为真如 厚如智 为亦如也 是说法性真如而亦如 此根本智之以明也 如如智 如是亦如 厚如智 为真如 智为根本智 即真如根本智亦如 即厚的智之以明 根本智照真 厚的智照俗 经约 依法如如 依如如智 能于自他利益之事 而得自在成就 如如 就是讲的真如本性 为什么说两个如 第一个 如 是体 是真心的本体 第二个 如 是它起作用 起作用就现相 所谓 性如其相 相如其性 性相不二 性相如如 就是这个意思 由此可知 如如两个字 把虚空法界 所有一切法都说尽了 一个是性 一个是相 法如如 把体性说到了 依法相跟法性 在依 如如智 如如智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 也没有分别 也没有 也没有 动念 本性 里面本具的般若智慧 能于自他利益之事 而得自在成就 这个境界不是我们的境界 所以很难懂 是原初注以上的境界 也就是说 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是他们的境界 他能够的大自在 就是 普门品 讲的三十二印 三十二印就是大自在的落实 现身自在 身相自在 想现什么身相 就现什么身相 寿命自在 寿命长短自在 无有一样不自在 后面一段是讲到说法自在 依法如如 依如如智 只要我们读到这两句 就知道这是法身大事所依的 不像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依什么 我们依的是也 无量节以来所造的那些善恶业 我们依这个就很不自在 所以我们的身是夜暴身 果跟暴要搞清楚 我们这一生的人生是果 过去身中修五戒十善的因 修因你救的果 的这个身是果 这一个人生这一生的享受那叫暴 果是果 暴是暴 不是同样的 我们的人生 果是一样 暴不一样 有人富贵 有人贫贱 那个暴不一样 果是果的因 暴是暴的因 这个暴 佛跟我们讲修不失 三种不失 财不失 法不失 无谓不失 果则是修五戒十善 可见得果 暴各有因缘 因缘非常复杂 而说种种佛法 乃至深文法 这是举一个例子 深文是小成 说种种佛法 五圣佛法都说 法如如 法为法性 如为真如 后如字 为亦如也 性向 体用 一个意思 是说法性 真如而亦如 法性 就是所有一切万法的体性 我们称之为法性 这是笼统的说 分开来说 这是佛经上常讲的 有情众生叫佛性 无情众生叫法性 但是佛性不能包括法性 法性可以包括佛性 法性的范围大 这是情与无情的分法 真如就是自性的本体 法性就是一切法相的自性 它跟真心本体是亦不是二 叫亦如也 是说法性真如而亦如 此根本质之亦明也 如如质 如是亦如 后如字 为真如 质为根本质 即真如根本质亦如 即后的质之以明 根本质照真 后的质照俗 这几句话需要解释一下 否则很不好懂 法如如 此的解释为根本质 根本质无知 班若经 所谓 班若无知 魔所不知 无知叫根本质 佛法的修学 它的目的是求智慧 戒定会三学 戒是手段 定也是手段 应戒的定 应定开会 会才是目的 会就是智慧 智慧有体 有用 智慧之体 就叫它做根本质 智慧的作用 就叫它做后的质 求智慧 先要求根本 像树一样 你要是没有根本 哪里有后的 后的是什么 枝叶花果 没有根 哪来的枝叶花果 先求根本 根本质是什么 无知 根本质就是离香离念 所以班若无知 离香离念就恢复自信 智慧从哪里来的 智慧不是从外头求来的 是我们真如本性本来具足的 佛法常常把水比作心 水在平的时候 像一面镜子一样 外面境界照在里面 照得清清楚楚 水为什么能照 它本来就能照 我们的心为什么一切都知道 它本来就是这样 就像水能照一样 从能照来讲 叫它做般若智慧 但是它一定要清静 要平 它才能照 如果这个水起了波浪 浑浊不平 照的作用就没有了 我们今天的心 既浑浊又起波浪 波浪是什么 分别 浑浊是什么 执着 执着 心就不清静 分别 心就不静 就动了 所以叫你要持戒 要修定 持戒 恢复清静心 修定 恢复平等心 心要是清静平等 照的作用就起来了 所以这叫无知 般若无知 这叫根本智 后的智是如如智 如如智 如是亦如 后如智是真如 亦如跟真如是亦不是而 智是根本智 即真如根本智亦如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真如根本智合起来 合成一 这才叫做后的智 这句话很重要 我们今天拼命求智慧 有没有智慧 没有 所求得的是什么 佛经里面所讲的是智变聪而已 不是真智慧 真智慧 我们离开这个文字 离开文字好讲一点 我们讲它的意思 就是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 要跟根本智合在一起 这个话你要是听不懂的话 我们从比喻当中来说 就是一切现象 要跟水在清净平的时候合在一起 里面不就照清楚了吗 清净的水的本体 那叫根本智 水中所现的一切现象 那叫后的智 水干净 平是平等 没有波浪 这叫根本智 现的这些现象 清清楚楚 一点都没有错 那叫后的智 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智慧 我们的心污染 不干净 我们的心动 照也照了 照的那个香 现的那个香 是零零碎碎 断断片片 连不起来 所以你见不到真相 你所见的是妄想 这个波线的是这么一块 那个波线的是那么一块 好比是这样的 把事实真相分开了 分成许许多多的碎片 只看到碎片里面很小一部分的现象 而没有办法看到整个全体的景观 就好比是这个比喻 这里面的文字是这个意思 根本制造真 后的制造俗 真是体性 一切万法的法性 后的制造假的 照现象 照一切万法的现象 根本制造它的体 金刚经 上有两句话 合在这个地方 意思就很明显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凡所有相 那是后的制造俗 皆是虚妄 是根本制造真 一切法 一切现象 原生性空 了不可得 但是要知道 智慧起作用 一定是后的制 根本制同时起来的 所以它两边不着 这是佛苦口婆心教导我们的 凡夫者有 不知道空 偏在俗这一边 二圣人者空 舍弃了有 偏在执着性的这一边 凡夫有用无体 二圣有体无用 这都是病 都不圆满 佛教菩萨两边不着 两边不离 不着空 没有离有 不着有 没离空 两边都是不及不离 心地清净 不着有 讲经说法 不着空 空有两边都不着 这就是智慧现前 根本制更后的智现前 了解这个意思 就懂得佛菩萨说法 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因为它有根本制 无说 因为它有后的智 它有说 所以 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这是讲的这个意思 下面有比喻 七 水尽无尘而发光 依于磁光 故能现象 佛性亦然 无念空气 则智光源辩 以此智光 故空气无念中 而得种种之事 自在成就 可见自在成就 正由无念空气 而现智光 水尽无尘而发光 这用两个比喻 一个是水 一个是镜子 镜子也能照 如果这个镜子上落了很多灰尘 它就不能照 一定要把灰尘擦干净 弹经 里面 神秀法师的剂子比喻 心如明镜台 常常情服事 物事惹尘埃 它就用镜子来比喻 所以要把它擦干净 依于磁光 故能现象 这从比喻上说 水在干净的时候 一尘不染的时候 不起风浪的时候 跟镜子在不染灰尘的时候 都有照的作用 都能够现象 佛性亦然 这是比喻佛性 佛性就是觉性 我们的真心本性 就像镜子一样 就像水一样 一尘不染 平静 清静平等的时候 它自自然然的现象 这个现象 就是与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 这个起感应道交 是自然的 却确实实没有念头 无念空技 则至光源变 这个智慧光明圆满 尽虚空 变法界 哪个地方有感 哪里就有印 十个地方感 十个地方同时印 一百个地方感 一百个地方同时印 这一点诸位要晓得 不会说这个地方先 那个地方后 没有 没有先后 没有分别 所以他才能做得到 这就是世俗所讲的神通 世俗人看到 这是神通 无量无边的分身 我们在 梵网经 上念道 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佛 这就是千百亿化身 同时变化的 统统都没有念头 如果有念 就不能变化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变化 什么原因 念没断 因为有念 四相四见 四见就是念 就是念头 四相四见没断 所以一个身也变化不出来 如果说四相四见都断掉了 就千百亿化身 那个就是 智光源变 依此智光 故空济无念中 空济无念就是根本质 而得种种之是自在成就 是自在成就 就是千百亿化身 这属于后的智 可见自在成就 正由无念空济而限制光 说明后的智正是由根本质而来的 无念空济是根本质 明白这个道理 知道诸佛菩萨 祖师大德们 他们是怎么说法的 说到另一切众生都能够相应 都能够开悟 都能够契入 这法叫妙法 妙在哪里 无说而说就妙 有说而说就不妙了 要在这里学 要在这下功夫 但是我们是凡夫 业障深重 从哪里学起 还是要从有说而说学起 但是要记住 必须从有说而说进入到无说而说才行 这个事情难 难在哪里 我们烦恼不能断 断了烦恼 破了魔明 这才能入这个境界 我们看近代的一些祖师大德们 地贤老法师 这是近代大家公认的 原因老法师 这都是很难得的善知识 民国初年讲 华言的信词法师 讲戒律 讲净土的词周法师 这些大善知识 我们很清楚 很明白 他们没有离乡 他们没有离念 他们不是原初住的菩萨 但是他们说法也相当契机 甚至于我在台湾清静的李炳南老居士 他讲经说法有没有说 有说 他讲经的那天要准备一天 他那天不见客准备一天 可是他老人家常常跟我们说 他用那么长的时间 那样用心的准备 一上讲台 他所准备的东西统统用不上 所说的不晓得从哪里来的 但是他还是要准备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 这是彼此的讲的那是差很远 从层次上来讲 低了很多 这是什么道理 以前李炳老把这个方法传给我 我这一生讲经得利于李炳的传授 四个字 制成感通 我们没有能力断烦恼 我们用真诚的心求感应 讲台上所说出来的 感应道交 不是自己有能力说的 这个话是真实的 最近 在中国 在外国 有不少的同修 把我的这些录音带都写成书 最近我在看一份 无量寿经 他们整理出来的讲记 要我改改 我看了之后有很大的感触 我写不出来 真的写不出来 怎么会讲出来 这是实实在在的 不但是长篇的带经 我写不出来 短篇的文字 我也写不出来 我有很多年没有写文章了 一封信我都懒得写 写不出来 无助身心 那个小册子 那是有一些同修 找我讲一点东西 讲个十分钟 十五分钟 录下来 他们把它写成文字 整理出来 我一看看也不错 怎么讲出来的 不知道 这就是李老师讲的 智诚感通 我们用真诚之心 求佛菩萨加持 弘扬佛法 宣传佛法 为一切大众介绍佛法 本身没有能力 可以求感应 真心就能求感应 忘心就不行 这里真跟忘 我们那个标准也往下拉 提升不上去 我这个真忘标准是在哪里 念念为利益一切众生 念念为一切佛法 绝没有为自己的明文力养 我这个 成 就是这个标准 这是很低的标准 不能有一丝毫的自私自利 有一点点自利 沾上一点明文力养 不行 我没有别的长处 念念为佛法 念念为众生 一切随缘不攀缘 能够随缘不攀缘 你的心才会清净 我不会说我要想做什么做什么 我没有这个念头 凡事随缘 在生活当中 越简单越好 审视 我决定不会建道场 因为建道场太麻烦了 事情太多了 又要管人 又要管事 这在一般讲 那不是人干的 一个人会过日子 一生清静自在 心里面无有牵挂 无有忧虑 那个日子好过 心里面有牵挂 有忧虑 那个日子不好过 你说那可以赚大钱 赚大钱付出的代价太重 我也不干 我宁愿不要钱 我不愿意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心清净 才叫真正自在 才能真正与诸佛菩萨 有少分的感应 这是说明有念跟无念差别很大 一定要到无念 这里面才有智慧 这才能透露得出来 如果有念的话 这就不行 决定是障碍 八 今未如来作念我当说法 便同凡夫 岂是如来 既不空计 又岂能说法自在 正所谓以轮回见 侧原觉海 无有是处 今未如来作念我当说法 如果我们起了这么个念头 如来动了个念头 要为众生说法 要到这个世间来视现做佛 这就错了 便同凡夫 启示如来 这是六道的凡夫 绝对不是佛菩萨 我们讲菩萨 就是原教初驻以上 但是原初驻以上 都可以称如来 因为他见性了 他用的是真心 既不空计 又岂能说法自在 凡夫能说法 不自在 为什么不自在 没有空计 道理在这个地方 要想说法的自在 那个心要空计 心里面不能有东西才行 我们在祖师大德里面去看 最明显的 说法自在的 无过于禅宗六祖会能大师 他不认识字 他说法自在 他也没有念过经 你把经念给他听 他就跟你讲 他讲得很自在 你要问为什么 他心空计 他心像一面镜子一样 你念给他听是感 他立刻就回应 回应的决定正确 而没有错误 为什么 他的心里面没有污染 他没有是非人我 没有贪甜吃慢 所以他应的就纯正 一点都没有错误 道理在此地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我们学佛的人修什么 修清净心 要想修的清净心 这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诸位要记住 不是说你不要了 那你就把金刚精 听错了 金刚精 叫我们放下 好了 回家去一切都放下 家也不要了 儿女也不要了 事业也不要了 那成什么话 那不把世间法都破坏了吗 所以你不能听错 这个放下是心里放下 心里面决定 不要再牵挂 不要再去想这个事情 不想这个事情 不牵挂 那我这个事情能做得好吗 做得更好 为什么 智慧现前了 你从前做事 是用思考 用分别心 有得失心 有分别 有执着在做 做得不好 做得很累 很苦 做得不圆满 现在统统放下了 一切都不分别 不执着 没有妄想了 智慧现前 你做得比什么人都好 你要不相信 就拿奖金做个比喻 奖金不起心动念 讲得这么好 我们这些人奖金 起心动念 一天到晚再准备 忙得不亦乐乎 讲得不好 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你从这一点当中去体悟 然后你才晓得 我们生活工作 心清静 心平等 万元放下 一定做得比从前好 比以前做得高明 做得圆满 你的生活也过得幸福 也过得快乐 因为你生智慧 你的生活里面充满了智慧 不学佛的人 你的生活一天到晚充满烦恼 你过的是什么日子 烦恼里面过日子 那你怎么不苦 佛菩萨为什么快乐 在智慧里面过日子 他不是在烦恼里面过日子 转烦恼为菩提 那个日子过得很自在 过得很快乐 这一段经文 主要是教给我们这一点 正所谓以轮回见 测缘绝海 无有是处 后头一句是批评 凡夫对于佛菩萨 在那里乱猜 在那里推测 猜想 全错了 这个推测 猜想是轮回心 轮回的见解 你怎么能够明了诸佛菩萨的境界 那不可能 这个地方要细心体会 然后我们搞明白了 我们才知道从哪个地方学习 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 9. 诸佛菩萨说法 如空谷传身 有感思应 初无荣心 大寇大明 小寇小明 是如其分 自然而然 佛之说法 如是如是 诸佛菩萨说法 如空谷传身 有感思应 初无荣心 这几句话是形容 佛菩萨说法 那个事实状况 说不出来的 真的是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死的的形容 像画画一样 轰云拖月 月亮画不出来 画一些云彩 当中空一块 那就叫月亮 这个地方说法 就是有这个味道 佛菩萨的境界说不出来 从旁边侧面来形容 犹如 空谷传身 空谷传身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 在山谷里面 我们常叫一声 回音 那个传身是回音 你的音声长 回音就长 你的音声短 回音也短 你音声响亮 回声也响亮 我们发出的音声是感 回音适应 感应道交 用这个来做比喻 有感思应 出无容心 他确实没有心 我们在山谷里长笑一声 那山谷难道还起个念 这个人叫一声 我赶快回他一声 没有这个念头 没这种心 这就说明无念 说明空气 大寇大鸣 小寇小鸣 是如其分 自然而然 佛之说法 如是如是 佛给我们说法 真的是恰到好处 所说的完全是应众生的根基 我们现在中文翻译的 大藏经 是加木尼佛当年所说的 说这么多法 实在讲是应当时之机 恰如其分 如果当时 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大众 没有这种根基 佛决定不说这个法门 没有感 怎么会有应 感应道交 在说祖师大德讲经说法 祖师大德讲的经 说的法都是释迦牟尼佛的经 释迦牟尼佛的法 每一个时代 某一个地区 法师讲 金刚经 讲的不一样 讲的不一样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看 金刚经的注解就明白了 金刚经 自古以来的注解有100多种 没有一种是一样的 有一样的那何必要注 注的不一样 为什么注的不一样 佛灭度之后 这些众生要想学 金刚经 机感不一样 当然这种感应 没有佛当年那种感应来得纯 因为佛无念 无心 祖师大德 他们的心比我们清净 这是真的 如果他们心跟我们心一样 那我们展开金看不懂 他也看不懂 为什么我们看不懂 他能看得懂 他的心比我们心清净 由此可知 经典里面的义趣 你能够看多深 你能够看多广 完全跟你的清净心有关系 跟你广学多文没有关系 你广学多文 说老实话 反而产生了障碍 这个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我们看有一些法师奖金 我在早年学奖金 有一个同学明信法师 这个人已经过世了 我们同学当中 他是最用功的一个 早晨天没有亮 就起来打坐 读经 到天刚刚明亮 他就跑到山上 一个人坐在那里 经本展开 对这些树木花草讲经说法 从前生公是对石头 他对树木花草 一个人好用功 就讲经说法 每天这样练 苦练 写的讲义一大堆 我们知道他很用功 有一次大家请他上台讲经 讲了一次之后 没有人再请他了 他是真用功 搜集十几种古大德的注解参考资料 凑成一个大拼盘 端出来什么都不是 吃力不讨好 花很长的时间 讲一段经文 叫人听了之后 不晓得你在讲些什么 所以你广学多文有什么用 搜集十几种注解 统统和在这里讲 到底是讲的什么 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验 这个经法讲的好 能够契入人心 不是广学多文 完全是清净心 你能够在这一部经上讲多深 讲多广 与清净心有关系 与广学多文丝毫关系都没有 这一点要很细心去体会 六祖会能大师讲东西 一样参考都没有 他跟法达禅师讲 法华经 讲的是不多 但是法达开悟了 开悟就不要讲了 跟无尽藏比丘尼讲 大涅槃经 那个时间长 无尽藏比丘尼也开悟了 六祖那个时候年轻 刚刚离开黄梅 在避难的时候 遇到无尽藏比丘尼 他那个时候二十四岁 经没有听过 注解也没有 也不认识字 无尽藏比丘尼把 涅槃经 念给他听 他听了之后就跟他讲 这不经讲下来之后 无尽藏比丘尼开悟了 学在哪里学 学清净心 学放下 头一个要把明文立养放下 那个东西害死人 要把五欲六成放下 这些东西粘上一个 就完了 你就没有法子 所以念头要转过来 念念为佛法 念念为众生 你用这种心去感 诸佛菩萨都有印 才能真正达到感应道教 144 144本无可说 本无可说 这是真实话 句句真实 虚菩提 说法者 无法可说 是明说法 你不要以为真的有所说 这个才与前面的经文相应 前面告诉我们 法上印舍 何况非法 佛法是法宝 宝要好好的收藏 要好好保护 不能把它丢掉 怎么可以舍弃 这个地方把所以然说出来 因为本无可说 所以佛法不能执着 法要舍 也就是说 心里面不可以有佛法 有佛法就糟了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你一肚子里装了佛法 那完了 那就大错特错 一 无法可说 亦显本无可说 何以本无可说 以本来无法顾 既本无法 那有可说 这个话的意思很深 却确实实没有法 再给诸位说 这个世间却确实实没有事 你天天做的那个事 做得很冤枉 天下本无事 谁去做事 庸人自扰之 庸人就是佛门讲的迷惑颠倒 那些人有事做 没事生事 无事生事 在做那些事 真正明白的人没事 确实没事 也没法 没法 为什么佛说法四十九年 刚才讲 众生有感 众生虽然有感 佛有没有说法 佛没有说法 佛没有说法 众生以为佛说法 这个很妙 佛本来没有相 众生以为佛现相 这个是与礼越说越深了 但是全都是事实真相 我们要了解 所以说 本来没有法 本来没有事 本来没有六道轮回 本来没有大千世界 甚至于本来没有十法界 不但本来没有十法界 本来也没有一真法界 这才是如来寂灭场地 才是圆满的自信 二 法是原生 说亦怨生 说法者亦是原生 既曰原生 非无法 非无说 非无说者也 然原生无性 当体即空 故虽俨然有说法 即富了不可得 言其说即无说也 法是原生 说亦怨生 法是万法 十法界一正 庄严是原生的 众生有感 佛菩萨有应 这个感应就是原 也是原生的 诸佛菩萨在十法界里面 现种种生是原生的 说种种法也是原生的 说法者亦是原生 既曰原生 非无法 非无说 非无说者也 从原上看 有 原现相 有相 从相上看 有 从性上看 没有 非无法 就是有法 非无说 是有说 非无说者 有说法的人 可是你要晓得 这是从相上说的 像是原生 刹那生灭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要入这个境界 然原生 无性 当体即空 顾虽 顾虽 虽然有说法 即富了 不可得 言其说即无说也 这就是所谓 说即无说 无说即说 说跟无说是一桩事情 一如 前面跟我们讲的无实无虚 不一不一 一点都不错 哪里可以执着 三 明了原生之意 便知法本无法 故说即无说 说法者 一即空即假 即假即空 绝不致望作言念 最同棒佛 正因无法可说 乃有说法 即说法者 知假明耳 明了原生之意 便知法本无法 故说即无说 万法原生 这一段 为什么要说的这么多 为什么讲的这么深刻 关系太重要 不但它是班若里面 最重要的一环 也是整个佛法里面的精髓 你能够明白了 你能够体会了 就是开佛之见 我们常讲开悟了 你能够把你悟得的之见 用在你日常生活当中 把生活里面一切错误的之见 依这个改过来 你就正果了 你就契入这个境界 有听 金刚经 的童修问我 我们在一生当中 能不能明星见性 我的答复是肯定的 能 问题是你能不能放下 你能放下就能 放下什么 金刚经 上讲的很简单 四相 四相 四见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只要你心里面真的没有这些东西 你就明星见性 你马上就升到原教出注菩萨 你就证得了 你为什么不能证得 你不肯放下 无始节以来 执着一个 我 不肯把 我 放下 念念 还都想 我 这就糟糕 这就是你为什么不能成为原教出注菩萨 那个根本的原因 就是念念 舍不得 把 我 放下 关键在这里 不但现在是 我不能放下 我 所 都放不下 你说糟糕不糟糕 什么叫 我 所 我所有的财产 我所有的家亲眷属 我 所 就是 我 所附带的这些 附带的这些身外之物 附带的这些东西 你都放不下 我 你怎么能放得下 所以放下是有次第的 先从 我所 放下 先把身外之物放下 然后功夫逐渐提升 我 也放下了 诸位要知道 我 要是放下了 那就很恭喜你了 为什么 你生死轮回没有了 为什么会有生死轮回 我 我要是放下了 你不会害病 谁害病 我害病 我没有了 谁害病 我 要是没有了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因为有我 我烦恼 我很苦 我生病 我要老 我要死 都是一个我 我 没有了 这问题全都没有了 佛在经上讲三苦 八苦 全都没有了 与你完全不相干 毛病都在这个 我 上 所以 金刚经 一开端 有我像 有我见 这不是菩萨 这是凡夫 六道轮回的凡夫 有这个念头 有这个见解的 叫轮回心 天天干这个事情 无论你干什么事 里面只要有 我 在 你就造轮回 业 你是轮回 新造轮回 业 你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 金刚般若 把这个道理事实 真的是讲得非常清楚 非常透彻 读 金刚经 读难 虽然读 不懂意思 但是这一次 金刚经 我们细讲 你听了 我相信纵然不能把 我 我所 舍掉 多少也有点觉悟了 知道事实是这个样子 这是多少能有一点悟处 如果这个悟处 能够相续不断的话 真的有开悟的可能 你有这个悟处 你就觉得放下是对的 虽然现在放不下 慢慢的会放下一点 原本我这一个月要赚一万块钱 现在赚五千也可以了 就放下一半了 逐渐你对世间明文力养晦 但一些 这个但就是放下 果然能一年比一年但 你的功夫进展就很快 为什么 真正能放下 你烦恼轻 智慧就增长 你对人 对事 对物一切的看法会转变 从前的看法 佛经里面讲轮回剑 我们世间人讲人生观 宇宙观 我们佛法叫轮回剑 轮回心 你能够转轮回出三界 能够把轮回剑转成佛之佛剑 这个功德利益不可思议 所以要晓得 原生无性 当体即空 故虽俨然有说法 寄付了不可得 经上讲义装饰 依这个说法为例 其实任何事情都是原生的 我们生活原生的 工作原生的 处世代人皆物全是原生的 无有意法不是原生的 既然是原生的 统统是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真正开智慧 明了原生之意 便知法本无法 故说即无说 说法者即空即假 即假即空 天台智者大师 为我们说出三第三观 三第三观不是佛说的 是智者大师从法华经 里面悟出来的 三第三观是天台家的学说 佛经上有没有 有 虽有 智者大师没见到 还是智者大师发明的 什么经上有 冷言经 上有 智者大师在世 冷言经 没有传到中国来 印度一些高僧 在中国弘法的 到天台山去访问智者大师 听智者大师讲三第三观 非常佩服 就告诉智者大师 冷言经 上佛有这个说法 于是智者大师听了非常兴奋 为什么 有经典跟他印证 可见得他的发现没错 但是这个经没有传到中国来 那个时候到印度非常不方便 没有这个机缘 他在天台山住了一个小台 拜经台 每天向印度那个方向礼拜 求这不经早一天到中国来 他拜了18年 这个精神 毅力了不起 一直到大师原记 这不经还没来 但是到后来 唐朝中宗时 这个经果然传到中国来了 智者是随朝末年 唐朝初年的人 所以 冷言 到中国的因缘也很殊胜 智者大师心里面求 求了18年 这感应到交 三第三关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 跟班若里面讲的 即假即空 他加了一个中 他讲空 假 中 空假中的原理 能够应用在一切法上 是法 出世法 统统都能够符合这个原理 绝不志望作延念 最同棒佛 正因无法可说 乃有说法 即说法 者之假明 而 经文 无法可说 是明说法 有这个假明 有这个假乡 却没有这个事实 所有一切万事万法 都是假明 假乡 没有字体 要知道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你要能记住这四句 也能开智慧 所有是出世间一切法 它有假明 假乡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如果你能常做如是观 就是在一切法里面 你常常有这个观念 常常有这个看法 你对于一切万事万法 自自然然不会执着 也不会去计较 不会去分别 不会去执着 你就接近般若 你会开智慧 换句话说 你就会学佛了 佛法要善学 会学 你就会了 绝对不至于想错 说错了 想佛还有法可说 佛还有相可献 佛还有众生可度 这都是想错了 说错了 这就是棒佛 最同棒佛 真正有智慧的人 不会棒佛 不会棒法 四 说法者无法可说 则学法者 当然无法可执 既说法者无念 则学法者 便当观照诸法 原身体空 会归以如 观力渐渐深 分别执着便渐渐薄 我渐便渐渐除 念意渐渐离已 所谓通达无我法者 如是如是 说法者无法可说 则学法者 当然无法可执 这个很要紧 这个说到我们身上来了 我们今天学佛法 你要是学了之后 这个讲得好 我要记住 记不住 还要用笔记本记住 唯恐忘掉了 这样学佛法 可以学一点佛学尝试 真正的佛法学不到 为什么 真正的佛法 离言语 文字 可是真正佛法 也离不开言语 文字 但是决定不是言语 文字 要明白这个道理 要在这个地方细心去体会 经典我们要不要读 要读 要不要研究讨论 需要研究讨论 需要讲解 需要认真学习 经典里面的理论 方法 境界要把它记住 记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人强记 他很认真勉强 一定要把它记住 一种人自然记住了 他并没有想记 但是天天念 念多了自自然然记住 这个好 自然叫人运 自然记住的好 多看多听 自自然然记住 可以多看 可以多听 决定不能执着 执着就错了 为什么不能执着 要晓得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佛法一切的修学 没有别的 要教我们开悟 如何开悟 要教我们的定 什么叫的定 万元放下 千言万语 就是教我们放下而已 因为放不下 才把事实真相 详详细细说明 说明之后 你想想应不应该放下 你不应该放下 还继续搞轮回 搞生死 这里面多苦 你这一生的日子苦的还不够 这个要觉悟 太苦了 做人还好一点 畜生比人更苦 看到畜生 想到我要弄不好 来生跟他一样 你说这个多麻烦 畜生就是现样子给我们看 恶鬼 地狱就更苦 虽苦 我们没见到 这个一定要觉悟 不能再搞了 那就是真的要放下 要彻底放下 整个佛法没有别的 就是教我们放下而已 放下 智慧就现前 无论做什么工作 做的都比别人圆满 都比别人做得好 这是一定的道理 这些事 诸位读 华言经 你就明了了 华言经 末后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这五十三位法身大事 金刚经 上讲如来 五十三位如来 他们散布在各行各业 都是模范 都是榜样 经商的是商人如来 商人菩萨 商人里面的榜样 他们用菩提心 他不是用轮回心 你在家里面过日子 家庭主妇用菩提心 不用轮回心 你是菩萨主妇 你做生意 你是菩萨商人 你做工 你是菩萨工人 你参政 你是菩萨宰官 菩萨国王 华言经 尚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些人都清清楚楚 一切现象是假象 假明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无论他在社会上 从事于哪一个行业 哪一个岗位 他身心清静 一尘不染 真正是造福社会 造福人群 利益一切众生 佛法的殊胜利益 真的是无量无边 学法的人当然无法可知 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要明了这一个事实真相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八十九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八月九 请先开经本第二百一十三面 四 说法者无法可说 则学法者 当然无法可知 既说法者无念 则学法者 便当观照诸法原身体空 会归一如 观力渐渐深 分别执着便渐渐薄 我渐便渐渐除 念意渐渐理 所谓通达无我法者 如是如是 这一段总结得非常之好 无论是我们自己修学 或是发心弘法立身 这一部经都是最关紧要的 一定要认真努力的去学习 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去深入的体会 说法 这是世尊自己讲 诸佛菩萨是能说之人 无法可说 这个意思前面曾经讲过 实在说 这是感应道教 众生维系的感应 往往是自己也没有能够觉察到 但是有感应 而且感应也非常复杂 那是无量节的无量的因缘 不但与诸佛菩萨有感应 同时也与一切众生都有感应 要用现在科学家的话来说 就仿佛像磁场一样 无论是有情众生 无情众生 带到心系 今天我们是讲心系 在佛法里面讲的法界 小智为成 原子 电子都有磁场 而且本身的磁场 与环境的磁场息息相关 这在佛法里面就是感应道教 却确实实是无念 诸佛菩萨有说而无念 这才叫正说 完全从真心法性里面自然的流露出来 所流露出来的言说 或者种种的变相 恰如其分的应一切众生之所感 说法原来是这么一装饰 所以佛在经上说 众生实在讲 是感自信中佛 而为众生说法 这个话我们细细揣摩 的确有很深的道理在 因此 学法者 当然无法可执 法可以学 不能够执着 执着就错了 正如同是出世间一切法 佛告诉我们可以受用 以患入患 在经里面所讲的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这就是说明可以受用 不可以执着 为什么不可以执着 因为原生性空 当体积空了不可得 所以你执着 所以你执着 是错了 绝不能够执着 说法的人无念 离念 因此学法的人就应当 观照诸法原生体空 这个观照不可以中断 一切时 一切处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都要明了 明了就是观察 明了什么 明了事实真相 所有一切法都是刹那生灭的相续相 要了解这个事实 然后才能够会归以如 为什么一切时 一切处 我们六根对六成境界都要如事观 他的利益是破妄想 分别执着 我们在境远之中 竟通常讲物质环境 原是说人是环境 也就是我们常讲对人 对事 对物 如果把原生性空 的事情忘掉 那就是你观照的功夫失掉了 于是妄想 分别执着又来了 老毛病又犯了 这是必然的现象 老毛病会又犯 老毛病一犯 诸位要晓得 念头是轮回心 轮回的念头 一切所作所为都是轮回业 还得搞六道轮回 麻烦在这里 所以一切时 一切处 不能失照 观照 就是要保持正确的观念 观就是观念 要能够把这个观念提起来 这个观念就是一切法 原生性空 性就是体性 会归一如 万法一如 懂得一切法因缘所生 当体积空 你的分别 执着会渐渐淡了 不会像过去那么严重 知道万法一如 你的心逐渐逐渐平等 由此可知 这种观照功夫 如果功夫得力 对我们念佛来讲 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帮助我们功夫成片 帮助我们到一心一乱 正如 无量寿经 经题上所说 帮助我们正的清净 平等 绝 所以观力要渐渐深 要逐渐在日常生活当中 培养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不可以失掉 底下说的就是它的效果 分别执着渐渐薄 我渐渐渐除 念意渐渐离 念就是妄念 妄想也渐渐离了 这是 通达无我法 通达无我法 就是诸佛果地上的境界 依本经的教义来说 通达无我法的人 最低的果位也是 原教初驻菩萨 所谓是法身大事 就念佛人来说 如果通达无我法 这是已经达到 理一心不乱 可见得 金刚般若 对念佛是很有帮助的 145 明文者姓空 这一段 明文者姓空 前面一段 本无可说 说无可说 文 听也得要会听 会说也得要会听 一 此一段经文 145147节 罗石大师一本所无 乃后人具为一家入者 诗诗有意略趣 别显能所双亡之矣 然有此一段文 经义更为圆满 故将效本一之 这一段经文 145-147节 纠摩罗石大师翻译的 金刚经 没有这一段 乃后人具为一家入者 金刚经 在中国现存的一本 一共有六种不同的一本 大藏经 都有收着 这是从卫义里面 把这段经文 节录出来 补在这个地方 石诗有意略趣 罗石大师 并不是翻经翻漏了 他是有意的 他认为 这一段经文 没有必要 全经经义还是贯通的 因为古时候的中国人 跟现在的中国人不一样 从前的人喜欢简单 越简单越好 所以在言语文字 都讲求要 简要详明 简单 恶要详细 明白 他是用这四个字来做标准 古人的言语文章 他要求的标准 我们要懂的 然后才知道 罗石法师 为什么把他省略 石诗有意略趣 别显能所双亡之意 罗石大师 意思用意很深 但是那要上根的人 才能够领悟 中下根人 像我们这样的程度 没有变法 懂得他的意思 后来的大德 把这一段文补进去 对我们来讲 帮助很大 经意更为圆满 故江孝本一之 将为农居士 金刚经 的教证本 依古人的这个不入 并没有把他掠去 这一段意思也很深 所以在未讲经文之前 依旧先把他的要义 简单的介绍出来 二 上言说法者无法可说 明能说者空 下言无法可得 明所说者空 修功至极处 必应能所皆空 方能信光毒药 囧脱根尘 此一极 心经 所说 无智亦无得 上言说法者无法可说 明能说者空 这个意思虽然很深很难体会 可是不能不知道 如果不知道 我们学法就变成坐实 那就坏了 坐实就是你有执着 你执着佛真有法可说 我们真有法可学 那个麻烦大了 麻烦在哪里 你要晓得 金刚经 上讲的四项 四剑 麻烦就是四箱 四剑不能破 不能断 麻烦在这里 晓得说法者空 文法者一空 四项 四剑就淡了 虽不能破 逐渐淡薄了 那就有进步 所以一定要懂得 下言无法可得 明所说者空 能说者空 所说的法也是空的 也不可得 修功至极处 修行的功夫达到极处的时候 必应能所皆空 班若经 上给我们提起的纲要 就是一空到底 丝毫都不能够执着 空也要空去 如果心里面还执着 有个空的念头 那你也不空 你的心还是不清净 所以人空 法空 空也要空 这才能恢复自信清净心 能所皆空 方能性光毒药 窘脱根尘 这两句话 能言经 尚有 中国的禅宗特别重视这两句 我们常常在道场匾额上看到 题词时时看到这两句话 灵光毒药 性光跟灵光是一个意思 就是本性的光明透露出来 本性光明盖过一切光明 日月光明要跟性光比较 那就像灯光跟太阳比一样 显不出它的明亮 我们性光为什么透不出来 就是执着有个能锁 连佛法能说 所说的都不行 何况是间法 你有妄想 执着 就把你本性的光明障碍住了 所以要想性光毒药 必须要窘脱根尘 窘是远的意思 远离 根是讲六根 尘是说六成 根尘远离了 那什么东西存在 那就是性光毒药 教光大师在 冷言正脉 里面 教我们要学诸佛菩萨 在日常生活当中 舍食用根 这个地方教我们要窘脱根尘 他老人家为什么教我们要用根 他不是讲六根 他讲的根是六根当中的性 换句话说 教我们要用性光 不要用根 不要用石 根根石都是障碍 远离根尘就是根 尘 石都不要 根尘是什么 是十八戒 六根 六成 六石 十八戒不是好东西 凡夫执着以为是真的 把它当作宝 诸佛菩萨晓得那是障碍 如果舍弃十八戒 性光就毒药 此一集 心经 所说 无智亦无得 意思跟 心经 里面这一句很接近 智世能 的始所 既无能正知智 亦无所得的菩提涅槃 菩提涅槃上不可得 何况其余 菩提涅槃的相友 也是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菩提涅槃的相友 但是相友体无 还是了不可得 因此不能执着 执着就错了 三 清出达天师座 新演书 分经文为性解形正四分 以经文明明具有此意故也 如生性文中 长老问 婆有众生 生时信不 达曰 有持戒修福者 能生信心 末后节曰 佛及无上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 是学人当有此入 信未入道之门 皆显此意 清出达天师座 新演书 清朝有一位达天法师 给金刚经 做了一个注解 这个注解收在 万序藏 里面 日本的 万序藏 将我们中国祖师 大德的注书 收进去不少 他的注解叫 新演书 名字也很新 意思的确也新 很难得 分经文 未信解行正四分 以经文明明 具有此意故也 如生性文中 长老问 婆有众生 生时信不 达曰 有持戒修福者 能生信心 末后节曰 佛及无上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 是学人当有此入 信未入道之门 解显此意 后来一些大德们 说达天法师的 金刚经 注解虽然好 他的见解还是做实 换句话说 依旧有缺陷 但是他的科叛 的确是超越古德 比古来的大德好 科叛值得赞叹 这是可取的 因此 将为农居士做的 金刚经 讲义 就采取达天法师的四分 金刚经 讲义的科叛 我们印在本子的后面 诸位看正中分 他就是分位性解形正四分 这是依达天的 新演书 他说经文里面 明明有这四分 清清楚楚的 他的确把经文给我们指出来 经文很明显的 有这四段文 前面都曾经讲过 就不再重复 念一念就晓得 第二段 开解文中 长老自成生解义去 世人当如是生解 末后节曰 当之经义果报 皆不可思议 当之 当解也 结生解之义 知就是解的意思 经理有解的这一分 有信有解 行事修行 静修文中 明发心无法 既令开佛之见 佛见 是不值一亿 佛知 是三心不可得 一切法本无身 末后节曰 以无我人众受 修一切善法 则的阿诺菩提 其是学人 应通达内心外境 极有极空 不值一亿 无我无法 以为唯一之修功 必修无我无法之音 方正平等法界之果 尽修这一段文当中 明发心无法 明是说明 说明发心无法 这个我们都念过了 既令开佛之见 佛见 是不值一亿 不一不亿 亿不可以值 亿也不可以值 这是诸佛的见解 佛知 是三心不可得 一切法本无身 末后节曰 以无我人众受 修一切善法 则的阿诺菩提 其是学人 应通达内心外境 内三心不可得 外万法 因缘生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能值 所值 具不可得 这是佛之佛见 所以佛才能 不值一不值一 如果我们就 大的境界上来看 一是一真法界 一是实法界 诸佛如来 一真法界 跟实法界 都不执着 现相在不在 在 存在 一真法界的相在 实法界的相也在 佛为什么不执着 向有体空 所以他都不执着 他在一真法界 实法界里面的大自在 哪个地方众生有感 他哪里就应 像 普门品 里面所说的 应以什么深的度 他就现什么样的深 他能得这样的自在 他的自在怎么得来的 不值一意 这个很要紧很要紧 人家心清静 心里面一念不深 才有这种能力 末后总结 这是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 无我人重受 离四相 离四见 简单的讲 离相离念 念就是四见 离相离念 修一切善法 这样才能够正的 无上正等正觉 这是唯一的修功 修行要这样修法 这是般若会上行门最高的指导原则 不可以不知道 这个原则通一切法 无论是哪个宗派 无论是哪个法门 都不能够与这个原则违背 违背就不成就 禅要遵守 教也要遵守 我们念佛 守住这个原则 可以得理一心不乱 学密也要遵守 不遵守不能极生成佛 极生成佛就是正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必修无我无法之音 方正平等法界之果 这个平等是一真法界与十法界统统平等 为什么统统平等 不一不一 这是讲修行 经文里面很明显 陈正文中 明一切法无我 得成余忍 承忍 为正也 其余所说 皆是平等法界诸法空相之意 则皆成正之意也 后面再讲正果 陈正文中 明一切法无我 得成余忍 忍就是正的意思 忍当作认可 当作同意 有这个意思 其余所说 皆是平等法界诸法空相之意 则皆成正之意也 这都是正的意思 金刚经上讲的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这是果地上的境界 果地上所见 如果不能够明了 不一不一 若不是真正做到不执着一意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你决定不能够正德 从这个地方看 金刚经 经文不长 只有五千八百多个字 性解形正四分的意思 清清楚楚 新演书 分科非常有道理 四 讲义 分段一 新演书 将为农居士的 金刚经讲义 分段就是分科 依据 新演书 但家标曰 新名无助 曰静名无助 两大部分 将为农居士把 金刚经 分作前后两部分 古人分科叛教 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实在讲他们的分叛都有道理 这些我们也不必去执着 也不必去批评他的优劣 昭明太子 将本经分作三十二分 他也分得不错 前十六分是上半步 后十六分是下半步 将居士把上下两步 给我们标明一个科题 使他的意思格外的明显 这就是 约新名无助 跟 约静名无助 使前后两半部 名义不同之处 一目了然 叫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当之 华言 以性解形正 显示原容无碍之入道次第 其境界正是诸法一如 一切皆是 我们讲 金刚经 也曾经多次提到 金刚经 讲理论 讲原理 原则 这些原理原则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那就是 大放广佛华言经 华言经 讲的是事 这个地方讲的是理 理是不二 是一不经 华言 的道理 原理原则就是 金刚经 金刚经 要讲到细行就是 华言经 华言 也是以性解形正四分 显示原容无碍入道的次第 入道就是性解形正 五 此经 是为不断佛种而说 故意依 华言 性 解 行 正 入道次第说之 令文者亦依此原容次第而入道 以示一波相传 登登无尽之意 此经 是为不断佛种而说 这一句很不容易说出 如果不是深得各宗三昧 我们一般讲 假如他不是过来人 这个话说不出来 却确实实是尊世 为不断佛种而说此经 为什么 这就好比我们现在盖房子 建大楼 支撑大楼最重要的是钢筋 钢板 那个东西就是金刚般若 它在支撑着 再高的大楼 它不至于倒塌 由此可知 金刚经 所讲的原理 原则 是一切经 一切法门的支撑 一切经论法门的原理 原则 故意 华言 性 解 行 正 入道次第说之 令文者亦依此原容次第而入道 以示一波相传 登登无尽之意 性 解 行 正四分 是华言 的特色 没想到在金刚经里面也这么样的清楚 这么样的明白 实在讲这四颗在无量寿经上也有李炳南老居士的梅柱 他也把他住得很清楚 很明白 里面有性解行政 六 华言 曰 性味道 原功德母 常养一切诸善根 信 信自由要 尘始尘中 唯一信心而已 学佛 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 实在讲就是一个 信 字 我们初学的人 绝大多数是从迷信入门 怎么说迷信 我信佛 佛是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就信了 那不是迷信是什么 太多太多人都是这么进来的 总算是运气不错 总算你进来了 不知道也进来了 进来以后 慢慢搞清楚 把这些道理搞清楚 这个时候叫正信 我们常讲正信的佛教徒 正信是名理 我信是有条件的 他有理论依据的 我不是迷信 你能说得出一番大道理 这才叫正信 正信 信心并不踏实 理事懂的一点 有时候对这些理论还打问号 到底是真的 是假的 没有证实 没有证明 听说而已 一定要通过行 行是证明 换句话说 把佛所讲的道理 佛所讲的方法 都能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去体验 去证明 佛这个道理没错 这个方法正确 把它证明了 证明了 这才叫真信 这是真的了 可见得真信 才算信心 金刚经 上讲的 信心清静 则生实相 那是真信 正信不管用 由此可知 从初发心 一直到成佛 成佛就把 信 完全证实了 佛讲如来 果地上的境界 你也成佛 也证果了 果地上的境界 完全明了 跟以前佛所讲的一模一样 没讲错 证明佛所教的是正确的 没有错误 真正把它证得 信自由要 彻始彻终 唯一信心而已 145 明文者信空 请问 而时会命须菩提 白佛言 世尊 婆有众生 于未来是 文说是法 深信心部 我们在经文 很明显的看出 翻法不一样 罗石大师翻的 长老须菩提 此地是会命须菩提 会命跟长老是一个意思 意思相通 一 发心修行 必须依法 经云无法 且云说法者无法可说 然如是种种之说 莫非法也 莫是众生闻之 生孔狐疑 顾问 闻说是法 深信心部 发心修行 必须依法 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经云无法 且云说法者无法可说 然如是种种之说 莫非法也 你说无法可说 佛讲这一部 金刚经 金刚经 是不是不是法 还是法 还是说的法 莫是众生闻之 生孔狐疑 顾问闻说是法 深信心部 这一段实在讲 对我们来说是有必要把他补进去 不能略去 略去那是对上根 利智人来讲 他们听了没有问题 意思的确圆满具足 可是中下根人 非常可能有这个疑问 既然说法无法可说 能说的人空 所说的法空 我们还学个什么 没得学 上上根人听这个话会开悟 一听他就误入 中下根听这个话 没有依靠 无所适从 这问题太严重 毕竟上根人少 中下根性的人多 所以这一段的意思不能略去 而经义我们在前面都曾经报告过 说无法可说 能说者空 所说者空 有没有能说 有 诸佛菩萨天天说法 释迦牟尼佛在世讲经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没有一天休息的 说了这么许多经典 流传到中国是很小的一部分 因为那个时候交通不便 不像现在经书这么方便 从前的经本是写在贝多罗树叶上 叫贝叶金 贝多罗的树叶很厚 一片大概是我们现在的纸张 总有十张之后 它的一片经文写在那个上面 所以一部经 你说是一部 华严经 大概现在一个大卡车都装不下 你才晓得那个时候经典运到中国来多么费事 要用马匹来拖 一部经往往要用好多只的马匹 所以经典到中国来非常的艰难 不容易 不像现在印刷数发达 纸张很薄 字体印得很小 一部 大藏经 一个书架就摆满 从前你们到寺院里面去看 一部 大藏经 要放多少 一个藏经楼 那里面就放一部 大藏经 因为它的字大 经本也大 占的空间就大 不像现在这种小本子 不过从前 藏经 实在讲阅读很方便 因为它的字体很大 寸凯 一个字都是一寸大 不要戴眼镜 古人还没有发明眼镜 他眼睛不会老花 他字大 哪里像现在的字说的这么小 现在 大藏经 虽然是浓缩了 能不能看 不能看 那个不要看多 现在 大阵藏 一套一百册 你能够看一侧 恐怕你的眼睛已经不行了 一定会看坏 现在的 藏经 只能把它当作参考资料 不适合阅读 阅读的 藏经 本子 一定是从前的老本子 那是阅读的 这是说明有说法 有说法者也有所说之法 佛在此的为什么强调 无法可说 目的是教我们不能执着法 你执着就错了 要晓得能说之法 所说之法 都是因缘所生 原生之法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你执着就错了 再说个老实话 从前人听经会开悟 现在人听经为什么不会开悟 这个很现实 关键就在此的 从前人他晓得缘起性空 了不可得 他不执着 他心是空的 所以听经会开悟 现在人听经为什么不能开悟 现在人执着能说的人有 实在的 所说的法有 也实在的 他的心不空 所以怎么听 他都不会开悟 反而越听越糟糕 他如果把这个东西 把佛所说的一切经法 都装在自己心里面 他的心就是垃圾堆 把诸佛菩萨的垃圾统统收进去了 他怎么能开悟 他开不了悟 所以心里面不能有东西 心要空 空就灵了 空灵 世尊苦口婆心的在此的诱导我们 你的心要空 心如果真的是空 心就灵了 一听就有悟处 所以是这么一个道理 金刚经 后半部经文 好处在此的 功德的利益 在此的 决定不能执着 所以经可以读 可以听 不能执着 因为他有用五体 所以执着就错了 这个地方是须菩提尊者 他知道中下根人一定有这个疑问 所以在此的特别带我们向世尊请教 如何把这个疑惑破除 使我们的真实的利益 二 当之如上所说 皆是于法不值 经修无我之妙法 长老问意 正是指示学人 应信此妙法 修无我行而 当之如上所说 皆是于法不值 这个非常的重要 法不能执着 前面佛教给我们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世间人真的是难分难舍 难分难舍就没有办法离开六道轮回 诸佛菩萨比我们高明的地方 那就是他能舍 能放下 是法 佛法他统统放下 于法不执着 经修无我之妙法 无我就是不执着 执着就有我 所以无我两个字里面的内容 就是我 法都不执着 正如同本经教会我们的 不执着四相 不执着四见 四相 四见 把事出世间 所有一切法都包括尽了 只要离四相 离四见 他就正得 无我法 他就正得 我们功夫要在离相 离见 或者经上注解 里面讲的离念 离念就是离见 离四见 修离相离念之行 就是经修无我之妙法 为什么我们不肯离 为什么离不了 原因就是对于 释出世间法的事实 真相不了解 金刚经 为我们说明真相 释法的真相 佛法的真相 都讲清楚 都讲明白 这个时候我们才肯放下 才肯离 离就行了 就入佛之佛见 就同佛解佛行 长老问意 正是指示学人 应信此妙法 修无我行 而无我法 才是真正大乘法的精髓 大乘法的精华 146 潜直 佛言 须菩提 比非众生 非不众生 尊者所问的 颇有众生 于未来是 文说是法 身性心部 而佛所答的 并没有说后来是的众生 能不能相信 没答这个话 而答的是 众生 这叫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果说要答未来众生 能不能信 那是枝叶上的事情 佛这个地方答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你以为还有众生 一 比 指文法之众生 非众生 曰信言 非不众生 曰相言 比 指文法之众生 你还以为有众生 非众生 曰信言 非不众生 曰相言 二 意味一切众生 皆是原生之意 这个答的实在是太妙了 如果不详细的解释 我们看到这个话真是所答非所问 不晓得释迦牟尼佛讲的是什么意思 尊者问的意思我们也不懂 佛答的意思也不懂 佛要是不答 好像问的意思我们还懂的一点 这一答 连问的意思也不懂 所以经意的确很深 众生也是原生之法 也是有相无体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佛这个答复 显示这个意思 下面还有解释 解释的意思也很深 147 是成 何以故 虚菩提 众生 众生者 如来说非众生 是民众生 这个地方我们又看到 即非是民 如来说 非 我们在 金刚经 前面经文看的很多 即非众生 是民众生 为义的跟罗石大师 所翻译的意思都相同 只是用字不太一样 罗石大师翻译是 众生者 即非众生 是民众生 他这样的句子很多 一 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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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言者 成上 非众生 非不众生 说也 本具佛性 非众生也 故曰 比 非众生 但曰 明相 则是众生 故曰 比 非不众生 众生 众言者 众生 众生 众生者 这是 众父 成上 非众生 非不众生 说也 因为前面讲 非众生 非不众生 众生 众生 众生者 是指前面 这一句说的 本具佛性 非众生 也 故曰 比 非众生 但曰 明相 则是众生 故曰 比 非 不众生 佛这个答复的意思 就显示出来了 尊者担忧 这样深的大法 后来的众生 能不能懂 能不能信 而佛的答复 你不必去忧虑 这些事情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我这个讲法 大家就好懂了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既有佛性 哪有不懂的道理 哪有不相信的道理 我这个讲法 大家就听懂了 就没问题了 实际上这个经 就是这个意思 比非众生 他有佛性 既有佛性 他就应当做佛 你怎么可以说 他众生 他虽有佛性 但是他现在迷惑颠倒 现在没有明心见性 所以也可以说 他现在是众生 是明众生 就是指这个意思 二 长老律众生 于是身法 未能伸性者 由于认众生 未众生 故不免为之担心 当之就相而观 虽是众生 其性则上等诸佛 本非众生 长老律众生 律是忧虑 怕的是众生 于是身法 未能伸性者 由于认众生 未众生 由于认众生 未众生 就是他看到众生 是凡夫 凡夫就是凡夫 恐怕没有能力 相信这样身的大法 故不免为之担心 他这个仪式 从这儿来的 实在讲长老非常慈悲 我们绝大部分的众生 确实有疑惑 这个不是假的 当之就相而观 虽是众生 其性则上等诸佛 本非众生 这个解释就很清楚 很明白了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所以从他皆有佛性 这一点来说 你就不必去忧虑 不必去担心他不幸 虽然众生在迷 但是也一定有一些善根深厚的众生 就像 弥陀经 上所说的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 因缘 的深彼国 一样的道理 一定有善根 福德成熟的这些众生 遇到这部经典 经典是缘 他有善根 有福德 遇到这个缘 他能够接受 他能够相信 能够理解 能够如教修行 这是佛答复的意思 三 既具佛性 岂不能开佛证知 则闻是法者 岂无能信者耶 故非众生 非不众生 一语 便含有末座 是说之意在 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就是不可以这样说法 即使到末法的末期 我们今天是在末法的初期 末法一万年 才过一千年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是末法第二个一千年的开端 所以不算是末期 纵然到末法的末期 也不能说没有人相信 没有人奉行的 也不能说 还是有少数善根 福德深厚之人 在那个时代出现 四 观此五蕴重法 但由因缘聚会 非生换生 本来无生 若知此意 则依法发心修行者 那的有法可直呼 观此五蕴重法 五蕴是色受想行时 通是出世间一切法 但由因缘聚会 非生换生 五蕴原聚 它就现象 我们凡夫以为它生 实际上 它并没有生灭 缘聚现象 缘要是散了 这个象就消失了 一切相 实实在在说 没有生灭 只是因缘聚散而已 这个也是事实真相 班若经 上常讲的 诸法实相 一切法的真实相 乃是缘聚缘散而已 没有真实 非生换生 本来无生 若知此意 则依法发心修行者 那的有法可直呼 这个经义 这一段是教我们破法直的 诸位要知道 破我直的人 未必破法直 破法直的人 决定破我直 我法二直拒破 那就是法身大事 就是入佛之见 卫义的经文就到这个地方 这三小段是后来的人补进去的 补到 金刚经 这一段 148 明无法可得成物 虚菩提白佛言 是尊 佛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为无所得耶 这一段是虚菩提尊者所体悟到的 他所领悟的 佛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也是有名无实 不是真有一个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为佛所得 没有这个东西 虚菩提尊者听 金刚经 听到这个地方 他明白这一桩道理 这是他的误触 换句话说 也是他提出的听经的心得 一 佛献巨族身相 既原为说法度身 而佛之所说 原说其所得 所谓如语 金之莫非怨身 当体是空 得即非得 佛即非佛 一丝不挂 空即知性 竟体成漏矣 佛献巨族身相 巨族身相 就是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佛为什么要献这个相 诸位一定要知道 凡夫之人 无论是古人 金人 包括后来的人 无论是中国人 外国人 没有一个不喜欢美 大家都爱美 不美就不能吸引人 所以佛一定要具足色身 世间人认为 好像 美香 佛统统具足 所以佛是世间人心目当中 第一个美人 让人一看 就舍不得离开他 用这个手段来设受众身 这是佛法里常讲 先以欲勾迁 后另入佛制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佛菩萨的香 都非常圆满 让你看到很欢喜 然后他讲话 你才会听 阿罗汉的香 那就差了 你们看那些塑像 佛门里面的造像 阿罗汉的香 就奇奇怪怪的 没有佛菩萨那样的美满 阿罗汉的香 虽然很奇怪 很古怪的香 但是你细细去观察 他离遇 那个香让你看到 不会让你生起爱欲之念 不会叫你生这个念头 它会让你生清静心 生智慧 可见得这个献香 也都是表法的 也都是帮助一切众生 契入佛道的一种善巧方便 佛献具足身香 既原为说法度身 佛出现在这个世间 就为这个事情 就是为了说法度众身 而佛之所说 原说其所得 所谓如语 佛给我们说的是什么法 实在讲 他所说的就是 他修行正果所得 或者是把他修行正果的种种经验告诉我们 提供我们做参考 他所得的是什么 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指导 我们也希望将来也能够正得 如语 五语里面最重要的是 如语 今知莫非愿生 当体是空 得即非北 佛即非佛 一丝不挂 空即知性 净体成漏矣 这是把如来修行正果 到最极圆满的境界 在金刚班若会上 统统为我们显示出来 事出事法都是原生的 佛法是原生的 佛在我们世间出现 事现八相成道也是原生 说一切法是原生 度一切众生也是原生 既然是原生 也不能违背因果的定律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必定是这样的 所以如来所得 得即非得 他有没有的 确实有的 他得到什么 什么也没有 诸位想想这个意思 他真的有得 得个什么 什么也没有 你们细细想想这个话的味道 你要是能明白 你就有误触 你要是听不懂 这个话好像很矛盾 真有的 又什么都没有 这到底的什么 诸位要知道 所得的是自信圆满的开险 一切都是自信里面本来具足的 你的什么 自信里面如果没有的 你真得了 你原来有的 你的什么 这样说意思就浅显得多了 如果再听不懂 我们举一个更浅的例子 你身上没有钱 想到没有钱不行 到银行去拿钱 到银行提款 钱拿回来了 你得到了 问你得到没有 你所得的是你自己存在银行的钱 你银行不存钱 人家怎么会给你 所以你所得到的 是你自己本来有的 就这么回事情 得是不是得到 得到了 银行是拿到钱了 是不是真的 没有 还是自己的 别人没给钱给你 就是这个意思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是你自信里面本来具足的 你从哪里的 所以大家细细去体会这个意思 谈经 上说的好 和其自信 本来具足 是出世间一切法 没有一丝毫欠缺 我们讲佛经 一切诸佛如来讲无量无边的经典 全是自信具足的 到你一件信 你得了 所有一切经法都得了 得的是自信里面本来具足的 得还是无所得 得的意思有 得的东西没有 佛即非佛 得即非得 因为当体即空 一丝不挂 一丝不挂 是形容心里面干干净净 一念不深 有一个的就错了 你就不可能的 得的念头没有了 真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空记之信 就是我们真如本性 这个时候真如本性 源源满满的显露出来 这是究竟佛果的境界 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没有这样圆满 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他们所证的的 使证等证诀 也就是经上讲的 三秒三菩提 不是无上 阿诺多罗是无上的意思 法身大士 他们所证的的是 三秒三菩提 二 长老成物 正只是学人 应如是穷究到底 不令有一丝法之存在 然后我空性显 使诀和本诀而成大诀 虽如是物 当请明眼人为之证明也 这是须菩提尊者 在此的为我们做示范 表演给我们看 在本经 长老跟释迦牧尼佛一问一答 答了再问 问了再答 这就是教我们必须要追根究底 才能够把维系的疑惑断掉 然后才真正的放下 所以放不下 就是你疑惑没断 佛法的修行 我们在讲习当中也报告很多次 它是知难行义 佛法修行容易 不难 知太难 因为知难 所以佛为我们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因为行义 释迦牧尼佛没有带我们在一起修行一天过 我们查遍 大藏经 释迦牧尼佛当年在世 没跟大家在一起打个佛妻 没有 不但佛妻没有 佛意也没有 禅妻没有 禅意也没有 修行这么重要 为什么佛不提倡 行义之难 你要是知透彻了 搞清楚了 行简单 放下就是了 可是凡夫他就放不下 放不下是知的不彻底 知的不究竟 金刚班若可以说在讲经说法 他是末后的一个阶段 真的到追根究底了 不令有一丝法治存在 维系的法治 佛成佛 佛正果 佛的无上正等正觉 还存这个念头在 这不行 这还是很大的障碍 必须连这些执着都要断掉 都要放下 而后这个心才真正清静 真的一丝好法治都没有了 到这个时候 空性显示出来 就是真性 真心圆圆满满的透露出来 显示出来 这就是所谓 使觉和本觉 使觉 没有到究竟成佛的时候 都叫做使觉 你现在才开始觉悟 诸位要晓得 诸位要晓得 使觉不是一次 昨天我明白一些 昨天是使觉 今天又明白了一点 今天还是使觉 诸位要知道 从初发心一直正到等觉菩萨 都是使觉 为什么叫觉 如果与本觉不相应 就不叫觉 与本觉相应 相应各几分之几 每一次都能相应各几分之几 这就很好 天天相应一点 天天在觉 时时在觉 处处在觉 这样修行功夫就得力了 最怕的是不觉 不觉就迷 我们修行最大的困难 最大的障碍 就是 觉 会断 念佛人为什么教你 佛号不能断 学般若的 为什么教你在一切时 一切处 要提起观照功夫 观照功夫不能间断 其实念佛跟般若里面讲的 观照无二无别 而且比观照还要容易修 只要心里面念着 阿弥陀佛 把阿弥陀佛挂在心上 把其他的一切忧虑牵挂统统放下 让你心里面二六时中只有一个阿弥陀佛 这个比修观的确是方便太多了 这样我们将来必定往生 往生见佛那就成功了 由此可知 念佛念念这个佛号就是始觉 阿弥陀佛就是本觉 我们念佛的心就是始觉 念一身佛号就是一身始觉和本觉 可是不念佛又打妄想 这就很糟糕了 我们今天始觉和本觉的功夫很差劲 很浅 不得力 而打妄想的时间长 那个力量很大 妄想牵着我们搞六道轮回 今天摆在我们眼前 真正的大事 是要如何让自己二六时中心里面有佛号 不能有妄想 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一桩事情 所以一心念佛教办大事 什么大事 生死大事成佛大事 不是普通的事情 这就是始觉和本觉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就成大觉 进宗以外的法门 始觉和本觉而成大觉 真的不容易 理论上讲没错 学相当不容易 而在念佛人来讲 比他们要容易多了 虽然开悟 须菩提尊者在这个地方 视线开悟 悟了之后 一定要请一个明眼人 来给他做证明 他是不是开悟 是不是真的开悟 明眼人就是已经开悟的人 过来人 你向他请教 他来给你做证明 如果没有人做证明 你还有疑惑在 我是不是真的悟了 我悟的这个境界 是不是佛的境界 今天找不到明眼人 今天找不到明眼人 实在说 经典也可以做证明 经典两个用处 对于没有开悟的人来说 经典可以帮助你开悟 对于已经开悟的人来讲 经典可以为你做证明 你所悟的境界 跟佛在经上讲的一样不一样 如果完全一样 证明你的误处没错 如果说 有99%一样 还有一桩事情不一样 你要明了 你没有开悟 如果开悟 一悟一切悟 不能说我有99%开悟 还有一分没悟 没那个道理 这是一定要知道的 经典展开 完全与自己境界相符合 这才是真正的开悟 尊者找到老师释迦牟尼佛 这是个明眼人 决定没错 向他老人家请教 下面是尊给他印证 证明他的误处是正确的 没错 149 硬是 如是如是 虚菩提 我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乃至于无有少法可得 是名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一 一切是莫非对待 有对待便有能所 有能所便有分别 有分别便有执着 少有执着 少有分别便是第六十 所谓我向视野 少有执着便是第七十 所谓我见视野 一切是莫非对待 有对待便有能所 对待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相对 凡是相对 就有能 就有所 能所相对 有能有所 有能所便有分别 有分别便有执着 这事逐渐在发展 从极其维系 极维系的就是对待 从对待里面就变现出能所 从能所里面又变现出分别 有了分别又显出执着 这个事情就麻烦 法乡宗所说的三系六粗 这几句话也说明了 宇宙一切现象之来由 怎么来的 实法界一正庄严 就是这样变现出来的 这个变现的时间非常之快 不是一样一样变现出来 唧唧呼呼是同时 因为它的速度太快了 实在讲它还是有过程 有次第 不过就是它的次第太快 我们肉眼凡夫没有法子辨别 好像是突然的 同时显现的 经上讲八的菩萨 对于阿赖耶的细相看出来了 唯细相就是演变的过程 无名不觉生三系 夜相 转向 现相 这个有次第 有顺序的 八的菩萨才看出来 我们凡夫看的是同时的 没有次第 就是它太快了 少有分别 便是第六十 所谓我像是也 少有执着 便是第七十 所谓我见是也 见相两分出来了 由此可知 前面讲的对待 能所分别 那是阿赖耶的维系相 到第六十 第七十 这个箱很明显 很粗了 八个十的箱显示出来 第六十是分别 第七十是执着 法箱经论上告诉我们 八个十都有极其的功能 就极其这一方面来说 所以都叫做星 叫八星王 八个都可以叫做星 这八个都有分别的功能 就分别上来讲 都可以说时 八个时 这八个同时都有执着的能力 执着示意 所以八个都可以称之为意 八个 我们讲星意识 都可以叫星 都可以叫意 都可以叫时 都没叫错 叫八星也对 八时也对 八亿也对 都可以说 如果要细分 他们都有这个功能 哪一个功能最舒胜 它不平等 阿赖耶及起的功能最甚 如果论及起 前面七个时 能力都比不上阿赖耶 所以阿赖耶可以单独称为星 若是旧执着来讲 这八个时里面 第七的力量最强 最坚固 所以我们把第七 莫那称之为意 它这个力量最强 若论分别 那是第六的能力最强 所以把第六单独称之为时 它的分别力量最强 于是心意识也可以分别说 心是第八 意识第七 时是第六 这样的讲法也行 所以它的意义 我们总要把它搞清楚 搞明白 这对于我们修行有帮助 法相宗里面 行门指导的纲领 是在转时成志 法相宗 像金刚经 上跟我们讲的指导纲领 可以说是 一空到底 跟转时成志一丝接近 但是不同 法相宗的修行纲领 我们也可以用 实在讲会用 帮助也很大 怎样转时成志 佛告诉我们 六七因地转 五八是果上转 这个说得很明白 我们能够下手的是 修因 修因正果 到正果的时候 果上五八字 自然然就转 现前我们用功要用在 六七 六四分别 七四执着 那就晓得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 对事 对物不分别 就转第六十 不执着 就转第七十 不分别就叫 妙观察制 不执着就叫 平等性制 转第六一是为妙观察制 转莫纳 十位平等性制 无量受精 上交给我们 清净 平等 绝 若不能转六七十 你怎么能得清净平等 绝 所以 相踪的修行原理原则 信踪的修行原理原则 对我们修念佛的人来说 统统帮得上忙 而且 而且如果会用的话 我们念佛功夫的确很快得力 很容易得力 对于往生决定有把握 决定有帮助 所以这些我们必须要把它认识清楚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言习报告第九十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九月零 请先开经本第二百一十八面 二 说心形不可得 说诸法原生 令之原生体空 有名无实 必应步步关空 层层浅除 其所以痛浅所编织法者 正所以痛浅能编织我也 这一段是说明 如来浅除众生执着的深意 我们应当要细心地去体会 心形不可得 诸法原生 在前面都说过 经文当中读过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能执之心 空不可得 而所执之法 这一切法不但是间法 包含出世间法在内 出世间法也是因缘所生 原生之法 它的目的是告诉我们 向有体空 实在说 只有假明假乡 没有实质 没有实体 所以一切法决定不能住 佛教导我们 当然毕竟空不是一个人 一下子就能证得的 逐渐逐渐放下 逐渐逐渐地去证得 步步观空 层层浅除 浅出就是放下 一层一层一定要放下 是出世间法都不是真实的 佛教导我们 所执着的这一切法相 教我们一定要浅除 要放下 这是从经文表面上来看 而骨子里面 实际上佛要教导我们的 是要从能执着的三心 三心不可得 说所执着目的 是教我们浅能执之我 可见得经文含义非常之深 非常之广 我们一定要细心去领会 去体会 三 用功之法 浅能当浅所 浅所及浅能 浅能所及是浅分别 浅执着也 分别浅静 则六时转 执着浅静 则七时转 二时济转 则我法双空 皆是亦如已 大乘佛法中级的目标 是教我们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而见性正是本经所讲的 一如 我们在经文上读到 如来者 诸法如矣 由此可知 如果能够契入 诸法一如 你就见如来 就正如来 自己也就成如来 所谓是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这个地方讲用功之法 这是方法里最重要的原理 原则 最重要的第一纲领 佛法通常跟我们讲修行的方法 用功的方法无量无边 四红誓愿里面所谓 法门无量誓愿学 通常我们常听到的八万四千法门 法就是方法 门就是门境 但是必须要知道 八万四千方法也好 无量方法也好 所有一切方法的根本 就是破执着 这个不能不知道 无论用什么方法 如果不能破执着 那就错了 全盘错了 参禅要破执 念佛也要破执 持咒要破执 学教还是要破执 执着不破 你决定是凡夫 你的知见 也就是说你的思想 你的见解 就是我们常讲的轮回心 你所有一切造作 还叫轮回业 即使是学佛 依旧用轮回心 在佛法里面还是造的轮回业 你怎么能成就 也许诸位要说 我现在学佛了 这哪里是轮回心 轮回业 我现在修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我天天在修这个 没用处 表面上的样子 好像你是在学佛 你是在修菩萨道 是在修菩萨行 如果深一层的观察 你依旧是在搞六道轮回 六道里面 果然你在搞三善道 那算不错的 怕的是你还在搞三恶道 自己还不知道 这是真的 我们放眼看周边附近 学佛的人不在少数 怎样学佛才如法 放下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那就如法 这里讲 潜能潜索 能 是能执着的心 三心不可得 所 是所执着的一切法 必须要晓得 放下一边 两边都放下 为什么 能所是对立的 一边没有了 那一边决定不能存在 无论你是从能边放下 或者从所边放下 能所怎么说 从所边放下 就是从万法放下 是出世间法 我在也不会把它放在心上 是出世间法 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是什么态度 随缘 这个多自在 什么叫随缘 心里面丝毫不执着 这才叫随缘 有一丝毫一丝在 就不是随缘 就是攀缘 你没放下 你还有一点意思在 还想怎样怎样 这个不行 一丝毫的意思没有 彻底放下 这就对了 这是从所边放下 从能边放下 那功夫更高 晓得什么 三心不可得 我能得的心 能得的念头没有 哪里还有所得 当然就没有所得 所以佛教我们放下 归纳起来不外乎两边 能边跟所边 两边都可以 两边都好 但是我们一般中下根性的人来说 从所边比较容易 上根立志多半从能边 我们讲的中国禅宗 禅宗大德 他们与陆里所说的 他们修行的纲领是从根本修 过去我们讲过 永家禅宗集 永家正道歌 曾经讲过三祖僧灿的 姓欣明 讲过大诸和尚的 顿悟入道要门论 这些人他们所说的修行的原则 都是讲从根本修 根本是什么 根本是心 心就是金刚经上讲的三心不可得 从这上南下功夫 就知道中国禅宗这些大德 它是从能边遣除 教下的这些人用功 多半从锁边遣除 譬如念佛堂主七和尚常常讲 放下身心世界 一切万元 当然这句话里面能锁都有 还是着重在锁边 一定要放下 潜能潜索就是潜分别 执着 潜就是放下的意思 把分别 执着放下 如果真的分别放下 一切都不分别 事出世间法统统不分别 就转第六十 法相宗的修行纲领是转十成智 转第六十位 妙观察智 四智就是般若智慧 换句话说 你已经开悟了 禅宗里面讲 你已经大彻大悟 明星见性 妙观察智就是真性里面一分般若智慧 我们凡夫为什么没有 你分别没有断 你在一切人事物当中 事出世间法当中 你还是分别 有分别就不行 你的般若智慧没有现前 你还是秦实当家 还是妄心做主 这就是你无论怎么样的修学 修六度万行 你也出不了三界 你也成不了佛 道理就在此地 甚至于说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也不能往生 什么原因 这个地方身心世界没放下 西方极乐世界称之为代业往生 但是你要晓得 代业是代旧业 不代新业 不代现行 我现在彻底都放下 这样才能往生 虽然放下了 业因习气没断 那个可以带去 那个叫代业 业因习气要是不断 修其他的法门不能成功 修净土法门可以往生 这就是净土 古人称为一方便之处 一方便就是特别方便 特别法门是指这个说的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不能不知道的 如果执着放下 于一切法都不执着 连身体都不执着 世间一般人对身体很注重保养 身体看得这么重 诸位想想 你的身相怎么断 金刚经 一开头讲 若菩萨有我相 人相 众身相 受者相 即非菩萨 这是我相 你的我相怎么破 所以真正修行人 连自己的身体随缘 要照顾他干什么 照顾身体会好 不见得 那个害些奇奇怪怪的病 你问他照不照顾身体 他很照顾 照顾也没有用 该生病他还是生病 该死他还是要死 照顾的再好 不能说他不病不死 没这个道理 这是我们应当要觉悟的 佛法把这些事里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身心最健康的就是清净 就是无畏 换句话说 你真正把身心世界一切都放下了 那是最健康的心理 也是最健康的身体 所以何必去照顾 这个意思 我们在佛经里面读到 讲到 似乎不难理解 实际上这里面的道理太深太深 我们没有能够深入 所以经是听了 是读了 还是做不到 身体还是要保养 还是要进步 还是搞这些东西 这就是你没放下 你没做到 执着要是放下了 就转递七十成平等性质 跟诸佛平等 跟一切众生平等 跟万法平等 无有义法不平等 为什么 有执着就不平等 有我就不平等 无我就平等 这个修行的纲领多么重要 六七十因地段 六七一转 第八十跟着就转 阿赖耶转成 大圆境至 前五十转变成 成所作至 成所作是什么 那就是诸佛菩萨在虚空法界 普度一切众生 成就一切所作 度众生的事业 像经上常讲的 随类化身 应以什么身的度 就献什么身 应给众生说什么法 就说什么法 全凭感应 没有一丝毫的意思在 有一丝毫的意思 其步又落在分别执着里面 这又为我们显示出诸佛说法 相上有说法 却确实实没有说法的念头 也就是说他决定没有分别执着 这个时候 我法双空 皆是一如以 与诸法如意完全相应 我们说的相应 说实在话 两样东西才相应 如果一样东西 那连相应都说不上 的确它是一不适二 所谓相应都是多余的 相应已经说错了 这才进一步所谓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150 结是直显性体 父次 须菩提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是名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两句话也是 金刚经的名言 一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两句 正显无上菩提 法字 指一切法 此证明菩提 无少法之所以然 照公 智者皆云 人无贵贵 法无好仇 荡然平等 菩提 亦也 亦为凡好仇 贵 不平等之观念 荡然亦空 则平且等 此即是菩提 之意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两句 正显无上菩提 法字 指一切法 世间法 出世间法 一切万法 一法都不漏 法法都在其中 此证明菩提 无少法之所以然 前面佛曾经说 我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乃至无有少法可得 为什么无有少法可得 因为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我们要问 诸佛如来所证的无上证 等证觉在哪里 我们以金刚经 做一个例子来说 本经开端 是尊所示现的发起因缘 是入舍卫大臣起时 这一迟播 无上证等证觉在哪里 在穿衣上 无上证等证觉在哪里 在吃饭上 无上证等证觉就是你日常生活 从早到晚 就是你的工作 就是你对人 对事 对物 我们没有发现 我们一天到晚都在烦恼中过日子 在苦恼煎熬中过生活 生活过得苦得不得了 你为什么过得这么苦 因为你在一切法里面不平等 诸佛如来于一切法当中平等 没有高下 你在一切法当中有高下 不平等 你的日子就苦了 可是诸位要晓得 一切诸法本来是平等 本来没有高下 不平等 有高下从哪里来的 是从你的妄想 分别 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 假象 不是真相 你能够把一切分别 执着放下 真相就现前 真相是平等的 真相是没有高下的 真相就叫做无上菩提 就叫做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有没有 有 可不可以得到 不可得 为什么不可得 无上正等正觉也是因缘生法 当体积空了不可得 所以佛说 无有少法可得 道理在此地 到这个地方 这句经文把所以然说出来了 为什么无有少法可得 赵公 智者皆云 人无贵贱 法无好仇 荡然平等 菩提一也 赵公是森照大师 纠摩罗时的大弟子 我们在 高森传 里面看到 十门侍者 罗时大师的学生当中 有四位最杰出的 最了不起的 森照是一个 智者是唐朝初年天台宗的祖师 智者大师 他们两个人都说过这个话 说的言语不见得是完全相同 但是意思完全相同 这节路在此地 人无贵贱 法无好仇 这句话就是解释 金刚经 上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我们凡敷眼睛当中 人真的是有贵贱 法真的有好仇 为什么佛与这些菩萨大德们说 人没有贵贱 法没有好仇 这是我们的看法 跟他们的看法不一样 第一 凡夫是 贱相不贱性 这像 佛菩萨祖师大德 他们贱相就是贱性 贱性就是贱相 性相亦如 性相不二 这个意思前面已经讲的很多 这是第一个意思 我们看法不一样 第二个 从能边来看 凡夫是用分别心来看 妄想 执着心来看人 看事 看物 妄想 分别 执着就是不平等 所以你看到外面的境界就不平等 就有高下 就有好仇 诸佛菩萨 祖师大德 是用清净心 平等心来看人 看事 看物 他心清净 看到一切法 一切人事都清净 心平等 看到一切万法都平等 没有好仇 没有高下 道理在此地 所以这是菩提意也 这个菩提就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诸佛如来正的无上菩提的意思 底下这几句比较好懂 意味反好丑 贵贱 不平等之观念 荡然一空 怎么会空掉 放下 不会把这些想法 看法 再放在心上 也就是从你的心上 把这些想法看法都拿掉 都除掉 你的清净心线前了 责平且等意 你的心平了 一切万法都等了 等同了 此即是菩提之意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真实意 无上正等正觉在哪里 在虚空 在法界 在一切万物 无有一法不适 要能体会这个道理 要能体会这个事实 二 如来所得无上菩提 于中无实无虚 诸法亦如 是法平等 一切法皆是佛法 无有高下 法性既平等意如 有何可得 故约无实 正当无有少法可得时 平等意如之法性 圆满显现 故约无虚 如来所得无上菩提 于中无实无虚 为什么说无实 因为一切法了不可得 能正所证据不可得 这是无实 为什么说无虚 真如本性圆满的显露出来 这是无虚 自信里面无量的般若 无量的德能统统现前了 使我们自己在实法界 在六道 能够的大自在 去普度一切众生 这是无虚 经中 无实无虚 都是很重要的经文 诸法一如 是法平等 一切法皆是佛法 无有高下 诸法一如 平等的意思 一切法皆是佛法 也是平等的意思 无有高下 所以身佛平等 佛菩萨心里面 他跟众生是平等的 绝对没有一个念头 我成佛 成菩萨了 你们还是凡夫在六道里面受罪 我比你高多了 他如果有这个念头 他是凡夫 他不是佛菩萨 诸位要晓得 天人有这个念头 天人是 我比你们高 你们在我下面 他不平等 我们在过去 在以往 还以为小成人也许还有这个念头 现在我们读 金刚经 明白了 小成连出果须陀环 已经没有这个念头了 为什么 经上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 虚菩提尊者答复释迦牟尼佛说的 虚陀环如果有个念头说 我正的虚陀环 他就不是虚陀环 你才晓得 连虚陀环这样的人 他也入了一点平等的境界 不过他入得浅 没有佛菩萨那么样的深 他有浅的平等的境界 换句话说 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 对事 对物 他不会有这个念头产生 我比你高 你不如我 没这个念头 这是佛在大成经上讲的很多 小成圣者虽然没有这个念头 可是他还有习气在 习气难断 也就是说 他好像自己很了不起的样子还在 他有没有这个念头 真的没有这个念头 要习气断 到屁之佛习气就断了 你丝毫都看不出来 这讲佛法 世间法虽然没有讲到这么高 可是也说到 我们在中国古书里面读到过 所谓 学问 身实义气瓶 一个人有学问 有道德 他的心事平等的 决定没有傲慢 孔子在 论语 里面明白的告诉我们 他举个例子说 假如有一个人 他的才华像周公一样 周公是孔老夫子心目当中最佩服的人 他说假如有一个人 能够像周公的才华 有周公之才之美 使交且令 只要他犯这两桩事情 一个是傲慢 觉得自己比别人高 这是交 一个是令 令是令色 令色是不肯帮助别人 夫子说如果他有这两桩事情 其余则不足关以 那个人就不要说了 不必谈他了 假的不是真的 真有学问 真有才华 绝对没有这个毛病 没有这个毛病 就跟菩萨一样 他有慈悲心 他肯帮助别人 主动的去帮助别人 所以夫子赞叹周公 我们就能想到周公的德行 周公的慈悲 能从夫子赞叹当中去体会 古书念多了 大乘经念多了 可以修正自己的毛病 我们毛病的根本是妄想 分别 执着 这是我们的病根 我们要从根本修 要把自己的妄想 分别 执着断掉 念佛人二六十中 就抱住一句佛号 难无阿弥陀佛 把妄想 分别 执着念掉 同时我们也能够观察一切人 观察一切事 不会被人世欺骗了 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人 我们常讲听骗不听劝 劝他没用 不相信 骗他很管用 一骗就把他骗去了 为什么他听骗 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辨别真望 没有能力辨别邪阵 没有能力辨别善恶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不要自己以为我机功累得 做了多少善事 说不定你所做的都是三途罪业 你出钱出力干什么 搞三途去了 不但在佛法上你没有分 世间法的三善道都没分 你说你冤枉不冤枉 可怜不可怜 佛法最起码的利益 就是教我们有能力辨别真假 有能力辨别邪阵是非 这一点好处就非常难得 这地方所说的 一切法皆是佛法 要懂得它的深意 法性既平等一如 有何可得 从一切法性体上讲是 无实 不可得 正当无有少法可得时 平等一如之法性 圆满显现 故约无需 这个说法 跟我刚才讲的意思完全一样 当我们将能得之心 所得之法 统统放下的时候 真如自信圆满现前 这事无需 无实无需 无实无需 包括是出世间一切法 三 正因其不分别法 不执着法 且无法之见存 乃名无上 正等觉儿 其无有少法 也 明以 法性本来如是 佛为显此本来之性 其无有少的 也 明以 正因其不分别法 这个法是一切法 包括佛法 不执着法 且无法之见存 见识见解 我们今天讲你的想法 看法 你还有一个法的想法 看法 不行 你的心还是不清净 你还是有法治 你被法染污了 六祖会能大师说得好 本来无一物 哪里还会有义法 有义法就有义物 本来无义物 连法的之见都不可以有 乃名无上正等觉儿 这个时候才称你 的无上正等正觉 如果还有一个法的见在 你就不能称为无上正等正觉 那称什么 称正等正觉 诸位想象 大臣原教等觉菩萨 使正等正觉里面地位最高的 他为什么不能称为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大家都晓得 他还有一品身香无明没破 这是最维系的无明 也就是说 他还没有完全放下 还有一品身香无明没放下 这是等觉菩萨 这一品无明 他也放下 舍弃了 不再有这个念头 他就成无上正等正觉 诸位如果要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事实 佛法的修学 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 用的什么功夫 放下 而已 一句话就说完了 放下是不失 不失就是放下 放下贪甜吃 你就决定不剁三恶道 把贪甜吃不失掉 你要这个东西干什么 三恶道就没有了 放下见思烦恼 六道轮回没有了 超越六道轮回 由此可知 一直到等觉菩萨 最后一品身香无明也放下了 就成无上正等正觉 这不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吗 佛法的修学 菩萨法没有别的 放下而已 两个字 看破 放下 你能看破 你自然会放下 你能放下 你自然会看破 看破 放下相扶相成 看破帮助你放下 放下帮助你看破 这就是前面所讲的步步观空 步步观空是看破 层层浅除是放下 这两句话显示出 看破跟放下相扶相成 一切菩萨所修的 一切诸佛所成就的 如此而已 你为什么放不下 为什么看不破 其无有少法也 明以 前面说 你不分别法 不执着法 并且法的念头都没有 这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这就是世尊在此的讲的 无有少法可得 要体会这一层的深意 法性本来如是 佛为显此本来之性 其无有少的也 明以 这从性体上来讲 体性本来是这个样子 成佛只不过是把本来的心性显示出来而已 他哪里有所得 既无有得 哪里有所失 得失本来没有 这个意思太深了 你要是能够体会到 那你真的觉悟了 你能把这些念头从心里面拔除 你的功夫就成就了 四 说明诸法如意 负义不可得意 空其能值之心 且以原生意 空其所值之法 能所皆空 则平等性体遂显 我们用相踪的意思来讲 这就是怎样能够正的平等性的修学方法 从修正平等性就能够明星见性 金刚经 这一段开示 对我们来讲 真的是帮了大忙 佛为我们讲 如来者 诸法如意 接着又给我们讲 三心不可得 让我们把能得的念头打掉 于是法 于佛法拒不可得 这是无始劫来的妄想 无始劫来的习气 一般人断不了 不但一般凡夫断不了 身闻断不了 原觉断不了 全教菩萨也断不了 你就晓得妄想 习气之身之重 我们如果听了佛这个开示 马上就能断了 那就是 弥陀经 上所讲的 你无始劫以来的善根 福德 因缘成熟了 也是世尊在本经里面所说的 你过去世的善根 不是一佛 二佛 三 四 五佛所种的善根 你在过去身中 已经在无量诸佛所种诸善根 今天成熟 你才听到 金刚经 大开元解 教下讲的 大开元解 跟宗门讲的 明星见性 是同样的境界 这个经没有白听 真放下 真看破 又以万法原生 说明凡是原生之法 像有体无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让我们看破世间 看破世出世间一切法 晓得这一切法 像有体无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把执着一切法的念头也打掉 也没有了 这个样子 能所皆空 平等性至现前 平等性至现前 你就正的平等性 性是什么 一切万法的体性 正的平等性 意思就是说 你在相上见到性 相虽然不平等 性是平等的 你在相上见到性 在相上见到性 就是见性成佛 这个意思 我们在这部经上说的很多 要以相上说 就相而论 在菩萨阶位上 至少也是原教初驻菩萨的地位 原初驻就可以说是成佛了 如果念佛求生净土 这个人的的势力一心不乱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生石爆装盐土 这很不可思议 这是 金刚经 能帮助念佛人往生石爆装盐土 上上品往生 这个精益功德不可思议 五 无上菩提非他 诸法亦如知平等性是 菩萨通达此理 尽浅分别执着而无我也 所谓一切法性 本无高下 眼前是物 莫不如是 无上菩提非他 不是别的 无上菩提是什么 诸法亦如知平等性是 这句话如果不是说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前面的精益 我们还没有透彻理解时 要是乍看这一句话 我们确实不能理解 经从前面一直读到此的 大家一直听到此的 再听到这句话 会点头 会同意 实在说得不错 无上菩提就是诸法亦如 就是性相不耳 菩萨通达此理 通是没有障碍 达是完全明了 这个道理事实真相都明白了 尽浅分别执着而无我也 这就是菩萨正的无我法 正的无我法 就入佛之见 就入如来果地上的境界 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 无我 所谓一切法性 本无高下 眼前事物 莫不如是 宗门大德所谓 山河大地 全露法亡身 法亡身就是如来的法身 如来的法身是什么 就是山河大地 一切万法 尽是如来的法身 这一句话也是显示这个意思 六 佛言平等 是令去其分别 去其执着 任他高高下下 而平等自若 盖其心即平 其心即等 则是相上虽有高下 亦自高高下下 各寻其分 不相扰乱 则一切平等已 此平等之正义也 顾目平等之风者 当自平其心时 等其心时 佛言平等 是令去其分别 意思在此地 去其执着 说平等 意思是叫我们把分别 执着放下 放下就平等 换句话说 放下 你就能在一切相当中 见性 见到平等性 平等性就是真性 任他高高下下 而平等自若 高高下下是幻相 不是真相 是假相 虚幻不实 不是真相 真相平等的 从假相里面 你要去看真相 看实相 所谓诸法实相 你去看这个 盖其心即平 其心即等 心平了 心等了 则是相上 虽有高下 亦自高高下下 各寻其分 不相扰乱 则一切平等已 此平等之正义也 这一句又显示了一句 所谓 佛法在世间 不坏世间法 世间法有高高下下 六道就是高高下下 十法界就是高高下下 佛法在六道 在十界 有没有破坏六道 十界 没有 佛菩萨用什么态度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一切众生 尽管高高下下 佛心是平等的 佛看一切 高高下下 还是平等的 所以诸佛菩萨 在六道 在十法界 的大自在 助平等性 而我们凡夫 在六道里面不一样 我们在六道里 被业力牵引 自己完全做不了主 这个不自在 妄想 分别 执着 极其不平 所以把境界也变得高高下下 这是凡夫跟佛菩萨 为什么不相同的 所以然 所以 我们要懂得平等的真实义 正义是正确的义力 顾目平等之风 顾目平等之风者 当自平其心时 等其心时 目平等之风 就是仰慕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 他们的心 为什么那么清净 为什么那么平等 学生 就像 就像 无量寿 的经题上 所说的清净 平等 绝 这是我们非常仰慕的 非常向往的 诸佛菩萨正的 我们为什么得不到 这个地方说 你要仰慕 你希望正的 从什么地方修起 也就是说从哪里下手 从平等心修起 先要让你的心在一切法里面平下来 等下来 心平了 心等了 你再观察一切万法 就平等了 我们要问 为什么一定要从心上去做功夫 为什么不能从境界上做功夫 这里面有他的道理在 诸位要晓得 境界 特别是六道凡夫的境界极其不平 在境界上修平等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众生每一个人造的业不一样 六道的境界是什么 是一切众生造的业 业果变现出来的境界像 他造的业不一样 他所现的果报不一样 他怎么会平等 所谓善应得善果 恶应得恶报 善恶就不平等 果上不平等 因为他应上不平等 因此我们想要修清净心 修平等心 从一切境界上修 难了 哪一年才能修成功 没指望 所以佛教给我们回过头来 从心地上下功夫 然后心清净 心平等了 境界 纵管他不平等 纵管他不清净 我们用清净心去看 用平等心去看 果然外面那个极不平等的境界 也清净了 也平等了 这个法字妙 如是确确实时能够见到一切法的真实相 清净平等相 这是为什么要从根本修 为什么要从心地上用功夫 道理就在此地 所以金刚经讲的原理原则 通一切法门 无量无边的法门 都不能够违背这个原则 无论用什么方法来修行 只要与金刚经上的原理原则相应 成就都不可思议 这个成就是帮助你看破放下 帮助你明心见性 一五一的是修功 已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修一切善法 则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经文意趣无穷 法味无尽 我们真正能尝到味道 无上的法味 佛法里面常用比喻 无上提呼 我们读了之后 的确就像尝到无上提呼的法味 得是修功 得的确却只是我们修学的功夫 要从离乡离念 修行的功夫得利了 修行的功夫显示出来了 一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八个字 直将性体显示出来 比大众开眼认明 吉父将修此证此至功夫的的直出 令大众举步 方能达到目的也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八个字 直将性体显示出来 比大众开眼认明 这八个字 却确实时帮助大家开悟 叫下所谓 大开元解 你能够像这八个字当中 去体会 去认识 去肯定 你就入佛之见 你就大开元解 吉父将修此证此之功夫的的直出 令大众举步 方能达到目的也 这个开解 所谓解悟 你明白了 这个事实真相明白了 明白了还不是自己的境界 你自己没有得到受用 一定要自己得到真实的受用 这才叫究竟法 我明白了 自己得不到受用 那有什么用处 所以 悟了以后要修 修什么 修是放下 悟是什么 悟是看破 看破了没放下 还是不管用 一定要放下 放下什么 放下我 人 众生 受者 诸位要记住 我 人 众生 受者是包括 或是出世间一切法 我 是我 之 与我对立的 相对的 就叫 人 四相意思很深 我 人从哪里来的 众缘和和而现的 众生就是原生之法 众生向 所有一切现相怨生的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了不可得 为什么这个现相还存在 受者相 受者相 这些原生之法刹那生灭的相续相 受者是相续 所以 这四句 把是出世间一切法的真实相 统统说出来了 一部 金刚经 说的什么 就说这四句 我们搞清楚 搞明白了 再也不放在心上 统统放下 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连法的念头都没有了 都不放在心上 这个心恢复到真正的清净 恢复到究竟圆满的清净 真的没有事 如果要住在这个地方 那你就这空 佛教给我们 应摩索住 摩索住 就是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摩索住 无住之后 要身心 而身其心 如果不身心 你就住空 你就住在摩索住里面 要身心 修一切善法 就是身心 身心不住 空 无我 人 众生 受者 不住 有 空有 两边不住 这就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两边不能住 凡夫住 有 我 人 众生 受者 都 受者都住 都以为这是真的 所以 虽 修一切善法 不能正菩提 不能出三界 搞得是轮回业 得三善道的果报 为什么修一切善法 不能够像佛菩萨一样 因为你有我有人 有众生 有受者 你有这个 你出不了三界 修一切善法 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你就超越三界 小成人不能正无上菩提 原因在哪里 他虽然是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他不修一切善法 他住在空里面 他真的是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少一事 不如无事 这是二圣人的观念 所以他不能正菩提 菩萨两边不住 两边不住 本经前面所说 应摩所住 而生其心 你要晓得 前面这一句 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就是 应摩所住 修一切善法 就是 而生其心 这两句合起来 跟前面 应摩所住 而生其心 一个意思 懂得 应摩所住 而生其心 如何落实在我们生活上 我们在日常工作处世 待人接物 在这里面去证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一段话不能不说 让我们知道从哪里做起 知道怎么做法 二 古德修行 必须先误本性 古人 正道比惊人多着 其最要原因 实在于此 我们从事实上观察 知道这一句话讲的没错 我们看 高森传 出家的修行人 我们看 居士传 善女人传 在家的修行人 古人开悟正果 确实比我们现在人多 现代人不要说正果的没有 开悟的都没有 这个修行 问题就严重了 什么叫开悟 我说的很浅显 有能力辨别真假 邪正 是非 这个人就算开悟了 今天我们这种能力没有 把假的当做真的 把邪的当做真的 把恶的当做善的 大有人在 这实在是错的离谱 错的太多太多了 真的叫盲羞瞎恋 迷惑颠倒 我们要问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没有 先物本性 没有文经 换句话说 经读得太少 也许有人说 我见到这些同修天天读经 读得不少 没错 是天天读经 经读得很多 不懂 不解忆 不解忆没用处 所以读经要解忆 要懂得它的意思 读经要开悟 古德教初学 我教初学的 也是教你去念一部经 不要求解忆 但是诸位不能够误会 我教你读一部经 不求解忆 那是过程 不是永久是这样 我教你只是三年 五年不求解忆 不是叫你永远不求解忆 那你就搞错了 古人是讲五年 我把时间缩短 三年 这三年是读经修定 心清净了 才会解忆 心不清净 不会解忆 道理在此 三年把心定下来 心清净下来了 再听讲经 一听就开悟了 这个道理就在 金刚经上 信心清净 则生时相 不是讲得很明白吗 你的信心清净 一听 时相智慧就开了 我们一般人听经 为什么不开智慧 心不清净 心里面还有是非人我 还有贪甜吃慢 用这样的心来听经 听一辈子都不会开悟 我们跟古人比较 毛病就犯在此地 不是古人的天赋比我们强 没有这个道理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哪有古人比我们强的 没有 实在就是古人 因缘比我们好 有好的老师指导他 他真肯做 先把心定下来 然后再求智慧 智慧时实在在讲 金刚般若第一 也许同修又问 我们曾经听人家讲 佛法理念 开智慧的 人言 成佛的 法华 你为什么说 开智慧的 金刚 金刚经 开的智慧 是金刚智慧 比 人言经 圆满 但是 金刚经 很不容易懂 人言经 好懂 人言经 讲得详细 金刚经 里面 字字句句 含无量意 你虽然念 你看不出来 可是 人言经 上的意思 浮在表面上 你能看得出来 容易开智慧 是这么个道理 而实实在在讲 要没有人讲 还是很难 这就是佛在 法华 菩萨在 大制度论 里面所说的 佛法无人说 虽至莫能解 什么样的人说 过来人说 什么是过来人 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的人 那个人叫过来人 如果还是有人 有我 有众生 有受者 那跟我们一样 不是过来人 他说还不行 为什么 他自己没开悟 必须真正是过来人 他的知见得佛的少分 不会说错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为什么经人不如古人 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讲 这是经人的缘分不如古人 现代社会 讲大成经 讲的人很少 要把这些大成经的经义能讲的透彻 那就更少了 有一些老法师讲经 我初学的时候 听一些老法师讲经 这些老法师 譬如讲 金刚经 一般讲 金刚经 的时间 不会超过一个月 大多数都是半个月 二十天 一个月 这一部 金刚经 就讲完了 我曾经听过 法师讲经 前面讲得很详细 后面越讲越快 到后面念念就完了 那个时候我们年轻 我们当学生向老法师请教 老和尚 你这个后头 为什么这么简简单单念过去 一下就讲完了 他告诉我们 其实他所说的有错误 不是正确的 我们现在明白了 那个时候不懂 他说 后面没有人听 你还讲他干什么 人听经的耐心不久 前几天他是来捧场 到后头不来听了 念念就算了 赶快结束了 这样一个心态来讲 来听 诸位想想 你怎么能开智慧 我们在这部经上 前面说过前后两半部 金刚经 的后半部意思深 前半部的意思有深有浅 后半部的意思为深无浅 你要不细讲 讲得透彻 怎么对得起人 人都跑掉了 总还有几个人坐在这听 有一个人坐在这里听 那你就对不起他 佛事门中 不舍一人 听潜意的人当然多 听深意的人他听不懂 听不懂他就没味道 听经听到最后人 越来越少 正常的 越讲越深 深了他听不懂 听不懂他就不来了 这是事实 讲经的人一定要细讲 剩一个人也要细讲 没有人还要细讲 什么原因 我们现在在录影 在录音 现场一个人都没有 不要紧 这个带子会留步时方 全世界的人都在听 这都是事实 全世界的人都在听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听 尤其是现在 我们这个带子将来都会送到现在国际网路上 国际网路能够收到我们这个资讯的 现在五千多万 五千多万个单位能够收到我们这个资讯 你就晓得 我们讲经不重视现场 现场有没有人听 不要紧 我们晓得全世界有五千万个电脑 可以收到我们这种东西 而且这个还流传久远 要是不认真不详细的讲 怎么能对得起佛菩萨 怎么能对得起一切众生 这就是说 我们经一直到最后一个字 也要详详细细来说明 决定不能含糊 决定不能够笼统 道理在此地 从前这些老法师跟我们说这个话 我们想想也不能怪他 为什么 他那个时候没有录音 也没有录影 都是现场 现场人一天少一天 快点结束 也有道理 也对 我们读这一段文 实在讲很有感慨 三 以无我修一切善法 是名人是合法 平等平等 以此平等心 观一切法 随应而修 不可存高下心也 善法 即使不失 不失设六度万行 这是先说明修行人必须具备的心态 我们所谓心理的态度 这个要证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菩萨心 善才童子参访 五十三参 诸位看经文 这个印象会很深很深 善才每参访一位善知识 在请教之前 一定先说我已经发菩提心 不知道怎样修菩萨道 学菩萨行 菩萨道就是存心 不晓得怎样存一个绝而不迷的心 怎样修菩萨行 菩萨行就是修一切善法 菩萨道就是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先要懂得我要用什么样的心 要用万元放下的真心 因为你有一样放不下 你那个心叫忘心 就不是真心 真心是清净心 平等心 清净平等心里面一样东西都没有 真心 然后修一切善法 修一切善法是菩萨行 所以要有这样的心态 任何法 是法 是法 佛法 法法平等 无有高下 记住 金刚经 上这句话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用这个心来看 是出世间一切法 随应而修 随应是随缘 随缘而不攀缘 不可存高下之心 就是离一切分别 执着 有分别 执着就有高下 离一切分别 执着 善法 即止不失 不失 设六度万行 修一切善法 不失在本经我说的很多 因为经文上讲的多 我们也就解释的多 里面最重要的意思 这两个字包括我们一生全部的生活行为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我们举的例子 也举的很多 自己在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不为自己 都为别人 就是不失 我们做工为人家而做的 那就是不失 不是为自己 自己无我了 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了 这是完全不为自己 我们穿衣 吃饭为谁 为众生 不是为自己 无我了 这个意思就比较深 大家要体会 要在这里体会 为什么我穿衣不是为我 我吃饭也不是为我 是为别人 这个奇怪 这个想不通 其实没有什么想不通的 我这个身体是为大家做工的 我穿衣 吃饭维持这个身体 是让它来为大众服务的 不是自己享受的 如果自己享受的 那就者了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那就错了 那是凡夫 释迦牟尼佛 他也要到舍为大臣托波 他也这一吃饭 他为谁 他不是为我 为一切众生 他是不失 所以把自己的身体统统都不失掉了 哪里是为我 穿衣 吃饭都不是为我 这样才叫随缘而不攀缘 诸位从这个地方去思维 从这个地方去观察 然后你才晓得 菩萨行怎么修法 菩萨道怎样养法 怎么样去养菩萨道 怎么样去学菩萨行 你就会了 真正学菩萨道 修菩萨行 你快乐了 你的境界 现前就转变过来 原来我们的生活很苦 苦不堪言 不要看到世间发大财的 有财富 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 做大官 做总统 你要跟他们一接触 听听他们谈话 我太苦了 我都要爆炸了 我不行了 支持不了 他苦不堪言 我们一般人看到好羡慕 他苦不堪言 他日子过得好可怜 别人不知道 他自己清楚 他常常找这些知心的朋友 叫苦 一转过来学菩萨道 修菩萨行 就自在了 真的是快乐 幸福 美满 他那个境界 马上就转过来 还是那么多工作 他为什么会快乐 因为从前一切所作为 我做的 他有分别 他有执着 我的财富 我的地位 我的权力 他一切都有 我好苦 现在 我没有了 为佛法 为众生 他在行菩萨道 快乐无比 越做越快乐 越做越有精神 从前做事情 他累 他会做的疲劳 很辛苦 现在做的工作量 比以前增加 他不感觉的累 他为什么不累 因为没有我了 过去做工作做多了 为什么会累 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我累了 他有 我 我 没有了 谁累 那个累找不到主了 所以他不累了 不但不累了 给诸位说 他也不会生病 他为什么会有病 有我 我病了 我要死了 我 都没有了 他病也没有了 死也没有了 统统都没有了 这个道理很深 但是句句都是事实 决定不是假的 所以 金刚经 后半部真的为生无浅 将为农居士讲的话 一点都不错 但是这个生的生意 对我们的帮助实在太大太大 不仅仅是修行 就是生活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快乐 由此可知 这个经不能不学 不能不懂 不能不讲 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九十一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九月一 请先开经本二百二十一面 四 以无分别执着心 修一切善法 则何于诸法如意 成法身之因也 福慧双颜 成报身之因也 原修一切 得方便至 成印化身之因也 既是称性原修 故能性得原名 三身显现 而成无上正等觉 故曰 的 也 这一段是完全落实在世相上修行 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应该如何修金刚班若 金刚班若的特色就是理想 理念 所以无分别执着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句话就是经上 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 合起来说就是离一切分别 执着 修一切善法 他不说行一切善法 而说修一切善法 这一句关键的字眼在修 在善法 这一句他的范围非常广大 也非常之深 凡是利益一切众生的 无论是现前的利益 将来的利益 来生的利益 只要是利益一切众生之事 这都是善法 经文里面用一个修 这正式显示出 凡夫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犯了错误 那就是损人利己 无论是思想见解 所作所为 莫不是以自立为先 先求自立 能够而后想到利益别人的 实在讲已经是非常难得 所以佛用一个修 修是把我们那些错误的想法 看法 错误的行为 要把他修正过来 修这个字 意思很深 他的标准 确实跟其他的经论不相同 他的标准是以 诸法如意 做标准 这个标准高 在一般佛法里面讲 高过人天的标准 他没有说何于五界十善 如果说何于五界十善 那是人天的标准 他没有说何于六度万行 六度万行是菩萨的标准 这里说要何于诸法如意 这个高 这个标准是如来果地上的标准 我们在经文里面读过 如来者 诸法如意 所以这个标准是究竟圆满的标准 这样高的标准 我们要是能够得到少分 能够得到一分 两分 都是法身大事 就如 华严经 上所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事 由此我们能够明了 金刚经 跟 华严经 是同等的境界 都是法身大事的境界 这是 成法身之音 我们要想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就得用这个方法来修 这是把大义说出来了 我想同修们听了之后 一定还有疑问 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怎样修法 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真正能够得到无上菩提 经文末后一句是正果 也就是这一生成佛 经讲到这个地方 我想同修们都能够明了 凡夫在一生当中 要想正的无上菩提 只有一条路 念佛求生净土 如果明白这个道理 这一段文就容易懂 就可以落实在我们现前的生活当中 一切善法是什么 老实念佛 什么叫 修一切善法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不再把牵挂放在心里面 你只要牵挂放在心上 你并没有放下 我们举个明显的例子 你现前还有很多的产业 你还有很多的资金 你说我念佛要走了 说我得要交代给哪些人 让哪些人去继承 让他们去做些什么事情 你要有这个念头 这个举动 问问你放下了没 没有放下 真正放下了 一切随他去吧 与我不相干 那个心才真正干净 我走了以后 我这个房子要交给谁 我银行存款要交给谁 要去做什么事情 没放下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相同统具足 这样人念佛 能不能往生 大有问题 经上交给我们 应摩索住 现在就摩索住 现在就没事 你的心才清静 才能相应 你那一句佛号才叫做老实念佛 心里面还有牵挂 还有许多念头在 不老实 诸位要以这个标准来观察 老实人真的就太少太少了 真正是凤毛铃角 非常稀有 非常稀有的老实人 希望我们自己救世 这是真正了不起 统统放下 利益众生之事 那是佛菩萨的事 一切佛菩萨安排 我们不用操心 我们操一点点心 就不老实 佛菩萨如何安排 前面说过了 佛菩萨无念 世上一切是感应道教 做得圆圆满满 一丝毫缺失都没有 佛菩萨心中离乡离念 这是一切善法 只要能离乡离念 没有一样不善 可以说是出世间 所有一切善法 你就统统圆满 圆修圆正 心里面想好事情 想的再多还漏了不少 还有好多你还没想到 一切放下 清净心线前 这个善就圆满 这样才能够与诸法如意相应 否则的话 心里面还有念头在 一丝毫念头在 就不相应 这是希望同修们学 金刚经 要深深地去思维 福慧双眼 成就报身之音 如来果地上三身 法身是本体 报身是自受用身 除自受用之外 也是度化法身 大事所限之身 因为华言经上所说的 四十一位法身大事都是报身 度报身的菩萨 你要是不限同类身 你怎么能度他 一定要限同类的报身 这才能够度法身大事 报身怎么成就的 福慧双眼 修福修慧这两项都修圆满了 我们受三归一 归一佛二足尊 二就是福慧 足就是圆满 福慧修圆满 福慧怎么修法 还是金刚经 上这两句话 离分别执着 会圆满 修一切善法 福圆满 福慧是这样修圆满的 一切善法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穿衣吃饭 带人接物 点点滴滴 无有一桩 事情不是修一切善法 所以一切善法 包括我们一生生活行为 这里面也圆满含舍着自行化它 菩萨教化众生 不一定为众生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是利益众生的一种手段而已 手段是无量无边 不用这种手段 那用什么方法 用示范 为一切众生做榜样 为一切众生做模范 穿衣做各穿衣的模范 衣服整整齐齐 干干净净 吃饭给一切人吃饭做各模范 它一举一动 一言一笑都是众生的榜样 那叫身教讲解是言教 心里面就同诸佛如来一样 不舍一人 不舍一法 这是一教 可见得度化众生是身与一三叶都圆满 这个符会才是双言 言是庄言 成就报身之音 这样讲 实在讲非常的维系 而在目前我们的心境还达不到这个境界 我们应该怎样去做 应该要把分别执着看淡 看清 要见见离 要见见舍 在一切所为当中 要把大乘佛法尽心尽力的帮助它光达 要把念佛法门全心全力的介绍给一切众生 这是就我们现前这个境界做得到的 也是我们现前应该要做 要认真努力的去做 这都是真正在修行 原修一切 的方便制 成硬化身之音 硬化身纯粹是它受用身 决定不是自受用的 若是法身大事 它的身香都是硬化的 何况其余 这个修法要注意原修 要懂得这个 圆 怎样是圆 怎样不圆 先要把这个意思搞清楚 有分别不圆 有执着也不圆 有好恶不圆 有高下也不圆 你懂得什么叫不圆 圆的意思 你就能体会到 离开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修一切 一切底下有个善法 修一切善法 这个地方是省掉了 从修一切善法里面的方便制 方便制是后的制 所谓 后的制 就是对于人情世故 这些事里你都明了了 人心不同 各如其面 人很多很复杂 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奇奇怪怪 非常的复杂 你不接触 你不知道 接触之后都明白了 这叫方便制 叫后的制 我们现在所谓心理学 心理学也分得很多 人有各种不同类的人 他们的心理思想都不一样 由此可知 佛菩萨度化众生确实不容易 不但一切人无量无边的想法 他知道 乃至于六道 天神 鬼神 畜生 那个种类就更多了 数量不可思议 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知道的 没有一个不清楚的 所以他的硬化 才能够收到成效 收到效果 由此可知 三生的修法都离不开 经上讲的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前面所说 应魔所著 而生其心 佛这一句的意思 在本经上就用了许多不同的说法来显示 前面读过 不注色身相畏处法 而行不失 就是这个意思 不注色身相畏处法 跟此的已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 一个意思 而行不失此的讲修一切善法 这事说法不一样 亦去完全相同 六祖大师在 应魔所著 而生其心 这一句下误入了 金刚经 后面就不必讲 完全通达明了了 这个纲领一定要记住 在日常生活当中 时时刻刻 一切时 一切处 一切境远之中 你提得起观照 既是物质生活环境 原是人事生活环境 我们的生活环境总不出这两大类 对人 对事 对物 什么是提得起观照 就是时时刻刻 你提得起佛在 金刚班若经 上的教训 让我们在实际生活环境当中 能想起佛的教训 能记住佛的教训 能够实行佛的教训 离乡离念修一切善法 要常常想着 要常常去照做 那才管用 班若经 上 我们这才读一卷 金刚班若 大班若 总共六百卷 这六百卷里面的一卷 像这种重负 给诸位说太多了 重要的这些句子 重负数百遍以上 为什么佛要这样说法 他真的不怕麻烦吗 却却时时不厌其烦 真的教义而在 再而三 三而四 重负到几十遍 几百遍 佛只有一个慈悲心 希望我们把它记住 道理在此地 这一部 金刚经 念下来 这个意思重负了很多遍 我们总会认识到 佛在 金刚经 跟我们讲什么 其他的想不出来了 离乡离念 修一切善法 这个想得出来 无助身心 那就行了 你 金刚经 就没有白念了 能够应用在生活上 你就是修班若行 你就真用功了 用上了 离乡不晓得怎么离法 你就想到离四乡 我乡 人乡 众生乡 受者乡 离念不知道怎么离法 你就想到离四见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这是离念 说的这么具体 这么明白 非常难得 这种就叫做 称性元修 离乡离念就称性 身心修一切善法的人 就是元修 故能性得元明 三身显现 宗门的话说 这样你才能够明心见性 学教的人 你这样修学 才能大开元解 念佛的人 你才能得一心不乱 要有方法 功夫到家了 三身自然就现前 这个时候就叫做 尘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经上讲 则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是这么一个意思 后面的意思 愈来愈清楚 愈来愈明显 五 行广大行者 先于禁元上 一切法不住 后则于其心动念时 一切法不住 使之能止者 乃不可得之妄念 非真心也 又说诸法原生 使之一切法 皆是患有 了不可得 行广大行者 在大乘经上 佛菩萨常常教给我们 发大心 修大行 正大果 无意不大 怎么各大法 心量大 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就大 有分别 执着就不大 我为一家人 修福 这个心量 并不大 我为我们 一国人 修福 这个心量 还是小 我今天 为全世界的人 修福 全世界 这个地球 在太空 也小得 很可怜 这个心量 不大 所以 佛菩萨 一发心 尽虚空 便法界 那个心量 大 所以我们要以佛菩萨 做榜样 尽虚空 便法界一切众生 我们都要发心 去度他们 要发这种广大心 你修的就是大行 修大行从哪里修起 先于静缘上一切法不住 从这个地方修起 入门之处 下手之处 静是环境 缘是人缘 就是讲我们在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当中 先学一个不住 无住 无住 就是不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 静缘有没有 有 我们一天到晚都不能离开 他爱不爱事 不爱事 你要从心上放下 这个做法是很难 是不容易 难在哪里 难在我们无始劫以来 攀缘成了习惯 现在叫我们舍离 都感觉的无所适从 不知道怎么做好 老毛病 老习气一下患 还不太容易 就这么回事 就这么回事情 实在讲 换过来好 世间人 一天到晚 牵肠挂肚的事情有多少 出了家 自己家里事情不响了 到场的事情一大堆 信徒的事情也一大堆 还是牵肠挂肚 没有放下 无助就是放下 这一句讲 于静缘上一切法不住 换句话说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就这个意思 统统放下 放下之后 静缘上这些事还管不管 照管不悟 放下怎么还管 放下是心上放下 不是事上放下 放下怎么各管法 放下是智慧来管事 没有放下 诸位晓得你是烦恼在管事 你对人对事起心动念 都是贪甜吃慢 诸位细细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事情 六根接触外面境界 色身相畏触法 你心里面忧虑的 牵挂的都是贪心 贪不到身甜慧 爱发脾气 贪到了欢喜 不就是天天搞这玩意 佛叫我们放下 是放下这些东西 放下这些东西 面对着现实的生活是智慧 这里面不是感情是智慧 理智用事 不是情实用事 大大的不一样 绝对没有说一桩事情做错了 桩桩渐渐都是蓄佛会命 利益众生 你所修的是什么 是福会双眼 你在生活当中 你是做的这个 我们今天贪甜吃没有放下 连念经都造业 其他的就不说了 怎么说念经都造业 我举个例子给诸位说 我们下面大家在共修 在诵经 为那师把庆敲错了一下 下面人听了就生烦恼 乐众目语少敲了一下 两个眼睛瞪得又大又圆 你连念经还有这么多毛病出来 还都没有放下 斤斤计较 都是在那里分别 执着 搞这个 所以这是错误 佛叫我们放下 这是修学入门 修行第一个阶段 从这个地方去练 所谓是立式练心 先把它看淡 少分别 少执着 少计较 从这里下手 后则与起心动念时 一切法不住 这是功夫深了 这是已经契入境界 像本经所说的 原教初驻菩萨以上 或者是说我们念佛人 的一心不乱以后 那就是与起心动念时 一切法不住 这是说这个境界 使之能止者 乃不可得之妄念 非真心也 前面经上讲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这个心还有过去 现在 未来吗 那有这个道理 这个地方所讲的心 就是指的妄想 妄念 意识心 一个念头生 生的念头灭了 念头灭了 底下念头又生了 这个念头是虚妄的 不是真实的 真实没有生灭 有生灭就不是真实的 所以三心跟你讲的是妄念 不是真心 我们今天生活当中 做主宰的是妄念当家 不是真心 如果真心当家 那就好了 你就做佛 做菩萨了 佛菩萨用真心 不用妄念 凡夫用妄念 不用真心 真心不生不灭 你要记住 我们今天能分别的是 第六意识 能执着的是 第七识 都是妄念 都不是真心 一定要认识清楚 虚妄不实 那不是真心 又说诸法原生 诸法是指示出世间一切万法 都是因缘所生 有相无体 当体即空 乐不可得 使之一切法 皆是患有 乐不可得 患有是假有 本经后面用比喻来说明 如梦幻泡影 这是假的 不是真的 如露易如电 露跟闪电是比喻短 它存在的时间 非常的短促 并不是长远的住在世间 很短 短到什么程度 佛在经上跟我们讲 刹那生灭 我们所见的幻香 是它虚幻的相续香 生灭的相续香 却确实实不存在 冷言经 上讲 当处出身 当处灭尽 那是讲的真相 由此可知 能执着的心 所执着的法 都是空的 都是了不可得 可是诸位要记住 因果不空 大菩萨们对于这一桩事情 非常清楚 非常透彻 所以他们讲因果可畏 菩萨怕什么 菩萨什么也不怕 菩萨怕因果 这一点我们要能体会到 因为因果不空 所以佛才教我们而生其心 佛才教给我们修一切善法 而行不失 这就是教你一定要断恶修善 为什么 善因敢善果 恶因敢恶果 六 发广大愿 则不取法 行广大行 则不取非法 法与非法 既皆不取 则我仁重受 四者皆无 则法与非法 了不可得已 而常住真心 所谓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者 便了了而得 即信心清静 则生实相事也 发广大愿 则不取法 行广大行 则不取非法 末后这个结论结得好 我们一般凡夫在平常系想不到 由此可知 这些祖师大德们 讲经研教助解作论 来发明经意 对我们后学贡献实在是太大太多了 发广大愿 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如诸佛菩萨发心普度法界一切众生 这个心愿大 广大 那要用 金刚经 的标准来观察 大不大 不大 为什么不大 这相 这相就不大了 这个地方告诉你 发大心大愿要离相 要离念 就大了 所以你发广大愿 要紧的是决定不能够执着在法箱上 世尊在这一次法会里面 把这一桩事情全都给我们表演出来 佛修行不着修行的香 正果不着正果的香 度身不着度身的香 在这部经上我们都看到了 佛不执着 这就是他不取法 行广大行 虽然一切法不执着 也就是说一切法没有放在心上 可是这一切法他统统做 没有一样不做 我们凡夫日常生活当中所做的 佛菩萨都照做 没有一天闲着 行广大行 则不取非法 非法是空 不着空 发愿不着有 修行不着空 空有两边都不着 法与非法 即皆不取 法跟非法两边不住 两边不着 则我仁众寿 四者皆无 这才真的把四相空掉了 四相要这样离法 四见也是这个离法 你要懂得怎么离 不但离四相 离四见 我们再看下面两句 这种修行方法真是妙 则法与非法 了不可得已 不但法了不可得 非法也了不可得 他没有着 这里面初学的同学 免不了有一点怀疑 法 法是有边 我们不执着 这个好讲 非法是空边 空边他本来就空了 那有什么不好 空是好 执着就不好 执着有个空 麻烦就大了 三界之内四空天人 他为什么深到无色界 他执着空 我们这些人身在欲界 色界 为什么 因为执着有 执着一切色相有 离不开色界 执着七情五欲有 离不开欲界 诸位 要晓得七情五欲是妄想 哪有这回事情 可是打这个妄想 麻烦 这个妄想一打 离不开欲界 这是严重的错误妄想 没有办法离开欲界 六道里面最苦的是这一环 由此可知 色界天的妄想比我们轻 无色界天的妄想比色界又轻 六道轮回就是妄想 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 金刚经 教给我们脱离六道轮回的方法 空有两边都不着 就超越六道 而常驻真心 所谓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者 便了了而得 真如本性所现的境界 叫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是平等法界 诸位要晓得 只有平等才一真 二就不平等 唯有一真法界是平等的 这个境界线前 了 是平等的